陛下 陛下呀 皇宫 东阁 时任礼部主事 兼大本堂儒学提举的宋连 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气冲冲地来到了大明朝开国皇帝 洪武大帝朱元璋的预案前 宋父子 你咋了 怎气成了这般 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身龙袍 本来正端坐在预案后批阅奏书 见了宋连这副模样 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九居上尉 又以玉吉登基数年 已完全磨去了朱元璋原本那一身的草莽气息 现在的朱元璋 龙行虎步 如冤至远 虽然 言辞仍旧颇接地气 但已经难掩浑身帝王之气 陛下 宋连气的牙齿乱颤 曲解经典 汝吉仙贤 更坚强词夺理 屡教不改 如此不可教啊 在这般下去 只怕老臣 老臣 老臣有负陛下重托 实在是不堪教导众皇子这一重任 还请陛下 可怜老臣年事已高 准老臣 准老臣 告老还乡 宋老夫子 句句气血 说得仿佛马上要天塌地陷了一般 那一副心丧若死的模样 当真是我见犹怜 哦 这么一说朱元璋就明白了 原来是咱那几个儿子 又作妖把这个教书的夫子气着了 宋连作为如今大明第一等的大儒 是朱元璋亲自给儿子们安排的授业恩师 就为了这点子是 宋夫子 不至于不至于 不过是几个黄口小 哪就逼你到了要辞官回家的地步 咱那几个孩子 确实是有几个顽劣的 但是大部分 还是好的嘛 宋夫子不必生气 你这个当先生的管不来 咱这个当爹的来管 说吧 惹了先生的是老二 还是老四 咱这就去给先生出气 说着 朱元璋站了起来 做出一副和宋连同仇敌忾的模样 不过心里其实是不以为然的 几个小崽子 还能闹翻了天不成 这老官 就是喜欢夸大其词 屁大点事 整得跟试了真的小媳妇似的 不过 宋连这老官 是当时大儒 大明出力 还有很多用得着他的地方 做做太 打那两个崽子一顿 让这老官泄了怨气 也就是了 不是二皇子 也不是四皇子 宋连却摇了摇头 一副垂胸顿足的模样 大逆不道的是五皇子 是五皇子啊 老五 朱元璋倒是愣住了 老官 老宋啊 这不对吧 莫不是自己听错了 自己这几个儿子里 老二一直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老四则是一只皮猴 这两崽子惹夫子生气 那倒稀松平常 可是 老五 老五朱霄 因酮素 笔花太多 看着眼韵 后面就直接称猪素了 小时候倒是颇为顽皮 但五年前生了肠大病之后 就变得沉默寡言 也不再和其他孩童玩闹 幼时 朱老四喜欢带着兄弟们 用尿和泥巴玩 老五就从不参合 他总是躲得远远的 用一副关爱弱智儿童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兄弟们 平日里除了懒了点 喜欢窝在房里躺着 然后挑食的井 不论什么吃食 总不合他的意 倒也没其他的大毛病 这样一个孩子 居然能把宋夫子 气到辞关 老宋啊 朱元璋一头的雾水 老五平日里挺好的娃子 怎么就将你气成这样了 你跟咱说说 他都干啥了 他 他 宋连张了张嘴 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 有辱斯文 有辱斯文 陛下您 自己看吧 说着 从怀里摸出几张纸来 嗯 这是何物 朱元璋接过那纸 只见上手写着 论语居学 朱素 这是咱家老五的课业 嗯 这字不错 清楚于蓝 朱元璋先赞了一声 所谓居学 大抵就是课后作业的意思 这张纸 是朱素上 交给宋连的作业 老五别的不说 这几个字 可比自己这个当爹的 飘逸潇洒太多了 就您那笔字 谁都比您强啊 这句吐槽 宋连硬是给忍住了 朱元璋不依皇帝 成年之后才开始习字读书 那笔字 实在不敢恭维 陛下 重点是内容 内容 嗯 咱看看 人不知而不愈 不义君子呼 是意 有人不知道我的大名 而我还没发怒 这已经很君子了 啊 这 朱元璋读到这 饶使他见惯了无数大场面 也不禁目瞪口呆 圣人的论语 还能这么解释 一旁势力的侍卫二虎 听到五皇子这么解释论语 更是差点喷笑出声 不过他终究没笑 嗯 专业的侍卫 无论多好笑的事情 都不会笑 这句还算是好的 陛下 您看看其他 宋连一副怒火中烧的模样 嗯 君子不重不威是意 君子打人一定要下重手 不然就树立不了威信 力不足者 忠道而废是意 力量不如我的人 在半道上 就只能被我打废 子不与怪力乱神是意 孔子懒得 和别人废话 都是直接施展怪力 将敌人做到神志不清 扑 二虎终究还是没忍住 笑出了声 在朱元璋和宋连的双重怒视下 这才十分难受的 再次憋了回去 这些 真是老五写的 朱元璋抖搂着那张质问 正是 宋连点点头 还不止如此 陈则问五皇子 为何出此低俗之言 五皇子却振振有词 反问陈怎知这不是孔圣人真意 甚至还贬及朱子 言朱子非孔圣 他五皇子亦非孔圣 凭和朱子所注视的 便是孔圣真意 而他五皇子写的事意 却要被称为歪理 陛下您说 这般乳籍先贤 还不知悔改 陈实在是 实在是 宋连说着说着 又开始哆嗦 他执教数十年 何曾见过如此顽劣的弟子 没气死过去 都是孔圣人保佑了 这逆子 朱元璋咬牙 咱小时候 吃了多少没文化的亏 想读书都没纳门路 给你这小宅子 找了全天下最有学问的大儒 当老师 结果这几句论语 你就给咱解释成这个样子 居然还强词夺理 不遵师长 不敬圣人 不学无术 不当人子 二虎 朱元璋对着侍卫二虎大贺 去 把那个逆子给咱找来 咱要当面问问他 这么多年 他在大本堂里 究竟是学了些什么狗玩意儿 让情绪激动的宋连 先行回府之后 朱元璋做回了预案 等待着朱素的到来 陛下 五皇子到了 喧 话音刚落 一身降色袍服的朱素 便从殿外走了进来 儿子朱素 叩见父皇 朱素一撩前摆 下跪见礼道 朱元璋也不答话 也不叫他平身 只是直直地看着这个儿子 朱素身量不高 毕竟才十一二岁的年纪 身形尚未长成 但一张脸 已经有了迷倒万千少女的前置 生的那叫一个玉树临风 更坚不卑不亢 气质卓绝 带着一分 万事不淫于心的沉稳 让老朱的气都消了三分 完全看不出 是个不学无数的草包 金玉其外 败续其中 家门不幸啊 老朱心中哀叹 见儿子依旧跪着 心中终究不忍 起来吧 二伙 你们都下去 咱要单独和老五谈谈 儿子不学无数 终究是家丑 还是先让外人避一避吧 二虎硬了声势 挥手领着侍从们出去了 还贴心地将店门眼上 东阁里只剩下了朱元璋 和朱素父子 老五啊 朱元璋背着手 站起身来 走到朱素面前 你 为何要将论语解释成那般 若是不会 耐下性子学 就是了 写出这种东西 不是胡闹吗 让旁人看我朱家的笑话 你身子弱 咱也不打你 回去将朱子集注钞写十遍 明早早些到大本堂去 向宋夫子赴金请罪 日后好生学习 不可懈怠 这孩子 平日里比其他兄弟都沉稳 更见这一副皮囊 一看就是个读书种子 好好叫 应该还是有救的 朱元璋决定 再给他一次机会 父皇 儿子能不能 不读书了呀 谁料话没说完 低着头 委委屈屈的朱素 居然开口 嗯 朱元璋眉头微皱 不想上课 想逃学 这怎么行 消了的火气 顿时冒上来几分 儿子实在不是读书的料 以后也没什么大志向 只想做个混吃等死的 闲散王爷 您要是让我继续去大本堂 我下次还敢那么闲 实在不行 父皇您把儿子发配 凤阳高强 说到凤阳高强的时候 朱素的眼睛 竟然在放光 儿子就是一玩酷性子 要是再在应天待着 迟早要继续败坏 咱老朱家的名声 以后指不定捅出什么大篓子 不如 您直接把儿子关凤阳去 也算防患未然 未雨绸缪 必其功于一役 凤阳高强 多么美好的地方 吃喝不愁 与世隔绝 睡了吃涉睡 还有专人伺候 不论外面风雨多急 和高强里都毫无关系 而且 还不会被薛帆削掉脑袋 儿子不想努力了 求爹把我发配凤阳吧 放屁 朱元璋顿时暴跳如雷 被我儿子的风化气得够呛 因为不想去大本堂读书 你就想去凤阳 凤阳高强 那是关罪人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 你才几岁 就想去那种地方 你的志向都被狗吃了 你就这么不想去大本堂 面对老朱的怒吼 朱素一脸理所当然 对啊 没错啊 十几岁近凤阳高强 有什么不好吗 少走几十年弯路 就地进入退休躺平生活啊 父皇啊 大本堂的不是读书 那是受罪啊 您看看 您看看 朱素一面说着 一面捋起了袖子 手心手背上 都是戒齿打出的瘀痕 您看 这都是大本堂的先生打的 就因为不会背轮语大学 听不惯朱子脊柱 这群老夫子 竟然就对儿子 这样的小男孩 下次毒手 朱素控诉着 那群老匹夫 还敢打老子儿子 看到朱素手上的淤青 朱元璋顿时炸毛了 就是啊 打得可狠了 朱素赶紧加了把火 更何况 大本堂那都是什么鬼规矩 五更天就要起床 去大本堂读书 一直读到晚上虚实 近十五个小时啊 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还全年无休啊 黑奴都没有这么干的 五年啊 五年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的吗 朱素无比崩溃的干嚎着 本来只是想卖卖惨 说着说着 一不小心就真情流露了 这都是什么日子啊 五年前 一场大病 自己前世记忆觉醒 这才惊觉 自己竟然投生成了一位 明朝初年的王爷 大明朝的王爷 那可是混吃等死的典发啊 前世被无良资本家 逼到猝死的朱素 顿时大喜 开心地等着迎接 自己未来的躺平生活 谁曾想 躺平生活还没等到 悲惨人生就先来了 便宜老爹朱元璋 一声令下 自己和兄弟们 开始在大本堂读书 资本家都没这么黑的啊 一天天没白天 没黑夜地熬着 掰着手指头 等着旧翻的日子 狗着当一个透明皇子 就怕卷入了老大家 和老四未来的纷争 因为睡眠不足 都快发育不良了 个子都不长了 就这样过了五年 而今天 他终于忍不了了 再这样下去 自己这辈子就算完了 永远也长不到十八厘米了 为了自由和长个子 他毅然决然地决定 破罐子破摔 不就是和红武大帝 朱元璋对线吗 要么让我躺 要么就死球再穿一次 不躺平 无定死 看着面前一脸悲愤的五儿子 朱元璋有心梦 老五这 说什么呢 什么黑奴 什么全念无休 刚刚那沉稳卓绝的气质呢 不过大概意思 老朱倒是听懂了 只见他一挥袍袖 知道 所谓苦读苦读 读书哪有不苦的 哪有因为怕苦 就自请去凤阳高墙躲着的道理 荒谬 荒谬 现在 他非但不想给儿子们减负 甚至还想给朱素 单独加一些课业 好让他学会 什么叫凶有大志 什么叫寒窗苦读 罢了罢了 早应该想到的 胡闹和卖惨这种法子 是不可能让爹您同意的 看着老朱一脸绝不同意的样子 朱素突然叹了一口气 他转身拉了把椅子 然后一屁股直接坐了下来 本来吧 我只想着狗狗这段日子 以一个普通儿子的身份来和您相处 可结果换来的却是苦难 那不装了 我摊牌了 爹呀 其实 你儿子不是一般人 你儿子我是 穿越者 天空中 有一声汗雷乍响 仿佛 在为朱素的最后三个字 撞声微斑 朱素大大咧咧地坐在椅上 脸上在屋之前的谨慎与低调 反而透露着一种别样的气质 就好像 就好像朱元璋自己昔日与原庭对阵时 看到原庭军队中 那些如毛银血的蛮族附庸军一般 有一种文明人的优越感 此刻的老五 朱素就散发着这种感觉 不过 他的优越对象 并不是某个个体或族群 而是 除了他以外的所有人 那副样子 仿佛在说 这个天下 除了他以外 其他人 都是垃圾 包括他朱元璋 老朱捏紧拳头 按耐住把拳头砸向那张 欠揍俊脸的冲动 他不断在心中告诉自己 别出手 别出手 虽然欠揍了点 但那可是 咱自己的亲儿子 孩子有时候是会这样 莫名其妙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什么的 咱自己小时候在山上放着牛 还不是老拉着汤和徐达他们扮臣子 自己扮皇帝 老五这还算好的 至少他没奢望的当皇帝 而是想当个 什么者来的 你说 你是什么者 老朱开口发问 穿越者啊 穿越者 朱素志得意满的小表情一僵 这个时代的人真的是 连穿越这个词都没有吗 话语里不经意流露出的嫌弃 让朱元璋的火气又剩了几分 哼 然后呢 你这个什么什么者 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爹 是穿越者 朱素再次纠正了朱元璋的说法 拿起老朱月岸上的一片桂花糕 大大咧咧地吞了下去 所谓穿越者 就是从不同的时空穿越而来的人 而我呢 则是从大约六百五十年后的未来穿越而来 我的脑海中 有着这六百五十年内发生的所有历史大事 还有着各种来自未来的先进技术 以及来自贴吧之乎起点大神的各种先进制政经验 嗯 这么说可能有点难理解 爹您直接就当我前置五百年 后置五百年就好了 如果您给我鼎力相助 爹您就能够带着我大明轻易的屈即避凶 做一个永远英明 永远正确的领袖 轻轻松松 就能创下万事伟业 日后您的成就 必然远超秦皇汉武 碾压唐宗宋祖啊 诸素生情并茂 给朱元璋描绘了一个 无比光明 无比诱人的未来 对自己画的这张大饼 他超有自信的 穿越者吗 哪一个不是稍微努力努力 就能轻易创下各种 让古代惊叹不已的大誓言 篡位称帝 那都是基操 自己不想称帝 只是想拿自己脑子里的穿越者知识 换一个躺平的人生 这不过分吧 哦 朱元璋面色不变 只静静看着朱素表演 心里却已经是怒火中烧 还以为这什么穿越者 是个什么玩意儿 原来就是神棍 什么前治五百年 后治五百年 不就是那些骗子 用烂闹的套路吗 皇城跟下边那些瘸子瞎子 个个都声称自己 前治五百年 后治五百年 他朱元璋 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余夫余夫 不信这些 把那些老掉牙的骗术 换个从未来穿越来的由头 就想蒙骗自己的老爹 老五这崽子 还真是骨头掌硬了 欠揍 看着朱素一脸惊不惊喜 一不意外的表情 朱元璋没有第一时间揭穿他 只是默默坐下 脸上表情似笑非笑 哦 你竟如此厉害 那咱岂不是要好好笼络 笼络你这样的人才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朱素大喜 爹 我也不要气他 只要您允许我不必去大本堂 别试试管束于我 由着我当一个逍遥王爷就行 怎么样 很合算吧 说着 用期待的小眼神看着老朱 哼 老朱冷哼一声 果然还是这个企图 为了逃学 竟然连民间骗子的手段都使上了 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 这么大的能耐 只为了逃个学 这兔崽子 拿自己轻爹当傻子呢 眼神也变得不善 爹 您一定是不信 这道事 也在朱素的预料之中 他早有准备 爹您不信 也是正常 我也不奢求您现在就信我 这样吧 您寻些最近可能发生的事问我 我现在就将这些事的未来状况告知于您 等我所说的一一应验了 您自然就信了 朱素姥姥神在 信心十足 哈 朱元璋真是生生气笑了 看着朱素这一脸自信 倒是莫名 有些佩服 出生牛 独不怕虎 这崽子 也不知是谁给他的勇气 蒙人蒙到咱头上了 那你给咱说说 明日的天气如何 老朱随口发问 啊 这 朱素自信的表情 顿时一将 怎么 不知道 算不出来 朱元璋面色越发不善 那咱换一个 你给算算 成功卖豆腐的大肚皮豆腐西施 日后生的是男孩 还是女孩 爹 我是穿越者 不是算命的好吧 朱素无语了 我不是靠算的 靠的是前世时自己读到的历史典籍 史册之上 哪里会记载这种小事 您格局大一些 换一些会载入史册的事来问 比如 朝廷里最近 有没有什么大事 大事还用问你 老朱冷笑一声 朝堂上最近的大事 莫过于你徐叔叔前些日子 率大军北伐盟员 这事还用问你 早就尽在咱的掌控之中 我大明如今兵精将强 且你徐叔叔数次征战盟员 未尝一败 天下间谁不知道 这一战想输都 对了 就是这个 朱素一拍大腿 这一仗的结局 我还真知道 这一仗 咱们大明败了 朱素大声宣判道 朱元璋原本正自得着 自得着能在自家儿子面前 秀一波他的大明兵威之圣 秀一波他的大明所向无敌 猛然听到朱素这话 顿时气地拍案而起 小子 你胡说些什么 两年前 红武三年 明太祖朱元璋 发动北征北伐盟员 这一战中 北元完全无法与明军精锐争锋 被明军杀得丢盔弃甲 成功将元朝皇帝 元昭宗爱由十里达腊 和北元名将 阔阔铁末 吉王宝宝 阔阔铁末 为其蒙古名 赶到北元首都 和林一北的地区 苟延残喘 然而这两年里 稍微缓过气而来的 北元 依然对中原的汉人江山 心存寄予 不断派小谷部队 南下试探并截掠 北方半壁江山 原就被蒙元霍霍地 残破不堪 如今更是不堪其扰 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明太祖朱元璋大怒 以徐达的中路军为主力 冯胜 李文忠两路 为偏师进攻北元 意在避其功于一役 彻底将垂死挣扎的北元 送进地狱的深处 对这一战 大明上下都有着 绝对的必胜信心 除却士兵的精锐程度不说 中路领兵的徐达 乃是大明朝廷排行第一的名将 征战多年 未尝一败 两路偏师的主将李文忠 冯胜义都是酒精沙场的素将 更兼大明才刚刚恢复中华 军队锐气卫师 汉家尔郎们 对奴役了自己近百年的盟员 又有着刻骨的仇恨 心里都憋着一股劲 士气无比高昂 可说是人人奋勇 个个争先 反观盟员一方 两年前才经历过一场大败 国力衰微 徐达等人的名字 在蒙古更是能指小而液体 只要看见旌旗上飘扬的徐字 盟员一方往往还没开打 士气就得先降三分 这一战毫无悬念 大明必胜 不只是朱元璋 大明上下 就连村口玩泥巴的黄口小 都是这么坚信的 但是现在 身为大明皇子的诸素 居然说大明这一仗要摆 说子 逆子 朱元璋气得破口大骂 得亏此处不是军营 若是在军营中 你这便是扰乱军心的罪过 光凭这一句话 咱就能直接砍了你 爹你别急眼啊 朱素傻眼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您不能因为忠颜逆耳 就直接心态破防吧 这一仗真的败了 历史书上写着呢 忠颜逆耳 咱看你这叫威严耸听 朱元璋完全听不进去 这套路 他还能不知道 他征战天下时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还能被这逆子给蒙了 那些骗子说客什么的 最是会用这种套路 一上来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大笑三声 或者直接说你印堂发黑 有血光之灾什么的 威严耸听一番 接下来才好骗人 一想到这 老朱再也忍不住了 你年纪轻轻 胆子竟然这般大 为了逃课 敢编这样的谎话 蒙骗清长 若是尝试到也罢了 为了威严耸听 蒙骗咱 你竟敢拿军国大师说嘴 诅咒我大名将士 日后你长大了 岂不是什么坏事都敢做了 咱今天 非得狠狠教训你一顿 哎呀爹 您讲道理 忠言逆耳 忠言逆耳阿爹 看朱元璋开始拖鞋 朱素乃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曾经也不知多少次 自己稳坐钓鱼台 看老朱用着招抽做死的朱老四 风水轮流转 今天就要轮到自己朱老五吗 逆子还敢走 给咱站住 老朱高举龙靴 绕着玉岸去追逃跑的朱素 别 别 啊 穿越者朱素 终究还是没兑现过红武大地 二胡遣人 将露着红屁股的朱老五 送回了院子里 朱素搭拉着脑袋 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被老朱用龙靴一顿抽 屁股蛋都不成样了 穿越者的傲气什么的 自然也荡然无存了 殿下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那世祥灯看着朱素这一副凄惨的模样 急得掉下泪来 自己的这位主子 向来低调沉稳 也不知怎的 这次竟惹怒了皇上 胆小的祥灯 觉得天都塌了 行了 别哭了 看着一把年纪的祥灯 在那梨花带雨的转悠 朱素只觉得掩愈 还不快去 寻太医给本殿下 弄点金疮药来 让太医拿最好的药 快一些 再晚点我这朱元玉润的尊臀 就要留疤了 是 是 六神无主的祥灯 这才回过神来 跌跌撞撞地 往太医院跑去了 朱素抽了几口冷气 唉 今天这摊牌 可真是亏大了 老头子下手可真狠 他以为自己穿的 还是草鞋呢 那是龙靴 鞋底又厚又重 鞋面 还是掺杂着金线袖的 这一下下去 比送老头的戒指都疼 而且还沾着不少灰尘 朱素艰难的扭头 看见自己肿得高高的伤口上 果然有不少尘土 这年代缺医少药的 要是感染了 可不是玩笑的 真狠 这暴君 哪有不验证真假 就先把人打一顿的 至少等北征的消息 传回来再说啊 暴君 一言堂 不可理喻 正负匪着老朱 眼角余光 看见祥灯 竟又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了 怎么 还不快去 又回来作甚 朱素眉毛一束 自己这内饰 本来就只有忠心耿耿 这一桩好处 现在竟敢连自己的吩咐 都不听了 不是 殿下 是 祥灯急急忙忙的样子 是皇后娘娘来了 娘 朱素一愣 一个轻衣妇人 已跨过了门槛 走了进来 祥灯忙低头下跪 行了 你先退下吧 妇人挥了挥手 祥灯不敢多言 灰溜溜地溜下去了 朱素看着妇人这一身打扮 不高兴地皱起眉头 娘 你又去访不了 怎么 你还先发智人了 妇人称怪地拍了拍朱素的脑袋 娘闲着没事干 带着女眷们访访部 全当消遣而已 倒是你 怎么 娘只一会儿没看着你 你就想翻了天了 朱素 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板着一张脸 无比严肃地看着妇人 娘 您答应我的 不能再去做这些劳心劳力的事了 知道您是想节约宫里的开支 但宫里一日 开支数额大得很 不缺您访的这点不 您千万不可过于劳累 您别不当回事 我是认真的 见朱素受着伤 竟还顾着关心自己 妇人心里一暖 语气也不自觉和缓下来 良知道 你孝顺 她轻轻撩了撩朱素的额法 好了 好了 依你 娘依你就是了 这位妇人 便是红武大帝朱元璋的患难妻子 朱素这一世的生母 大明朝如今的皇后 马皇后 马皇后 是朱元璋 曾经的上司郭子星的义女 自嫁于朱元璋之后 贤淑温良 一心为福 多次帮助朱元璋 走出窘境 朱元璋 曾因小人禁禅 而被郭子星下狱 不许朱元璋进食 马皇后知道后 妾吹饼 怀以静 肉为胶 将滚烫的吹饼 藏在衣服里 带给朱元璋 哪怕自己身上的肌肤烫坏了 也甘质如鱼 马皇后 亦是朱元璋事业上的贤内助 朱元璋 曾将一些穷苦孩子 收为义子 如李文忠 穆英等 皆在此列 马皇后对这些义子 视如己出 悉心教导 最后这些义子 有许多都成为大明栋梁 为大明开疆阔土 镇守一方 马皇后更是多次 劝解朱元璋 不要扰民 不要滥杀 祝朱元璋 受得了民心 治政十五年 朱元璋出征在外 马皇后与朱元璋的一些残部 被困在孤城河州 马皇后亲自为将士们作协 鼓励将士 抚慰眷属 稳定后方 治政二十年 臣有量兵临城下 城中人心惶惶 马皇后却镇静自若 把自己的金箔拆还 全都拿出来 换成金银 犒赏士兵 稳定了军心 为朱元璋 获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 朱元璋能驱逐盟员 建立大明 马皇后功不可没 更别提在未来 还会有无数的忠诚良将 因为马皇后的庇护 才免于被异怒冲动的朱元璋所杀 后世有人评价说 朱元璋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天子剑 而马皇后则是这柄剑的剑桥 这个评价非常重肯 不过 按原先的历史诡计 马皇后将在洪武十五年 也就是十年后 因病去世 她死之后 天子剑再无剑桥 再无人可劝戒朱元璋 朱元璋将杀的大明朝堂 血流成河 周素不在意朱元璋杀不杀人 但是这个女人 是自己这一世的亲娘 是一直全力守护自己成长的母亲 她自然不想她那么早去世 可惜后世史册之中 只说马皇后是患病而死 并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病 朱素想防范于未然 却苦于没有具体的方向 也只能让老母亲不要操劳 平时多灌输她一些养生观念 寄希望于她能躲过那场大病了 不过马皇后明显是个闲不下来的主 明明都贵为皇后了 却还穿着粗布衣服 带着宫女贵女们去访布 朱素很无奈 差点又被你带偏了 马皇后接过侍女帝来的尸布 小心地将朱素伤口上的尘土逝去 动作轻柔 朱素一点也没觉得疼 你虽然常在娘这儿顽皮 可是在学堂里和你父皇那 向来是低调不张扬的 今日又怎么的 去撩拨的你父皇生气 还有 娘可听说 大本堂里的宋夫子 险些都被你气哭了 说到被气哭的宋夫子 马皇后的语气 终究还是有些不善 毕竟是为人父母的 听到自家的孩子不好好学习 无论如何都还是会有些生气 可别提宋夫子了 朱素白眼一番 他呀 只会翻来覆去的 让我们学四书五经 还只能按朱希的想法去写 稍微有点偏差 就是一顿戒指伺候 我就是故意气他的 他想让我按朱子急住写 我偏不 气死他 不学好 就知道和你四哥学 马皇后没好气地说道 手上动作不停 用专门拿来的上等金疮药 给朱素服药 朱子那是儒家的圣人 他说的话 自然是有他的道理的 你还小 长大了想必就知道了 可他的道理 是帮助皇帝 用来统治读书人的 朱素说道 娘你真的觉得 我们这些皇子 学这种道理 真的有用吗 我们兄弟倒是还好 可是大哥是太子 他去学做臣子 才该学的学问 这样真的好吗 大哥要是真信了朱子那一套 他和那些妇孺有区别吗 这番话 说得马皇后悚然一惊 他转过头看着朱素 老五 这些道理是谁交给你的 这还用交 朱素耸耸肩 穿越者都知道 又是穿越者 朱素前些日子 早对马皇后先摊牌过了 不过马皇后 只当这是小儿戏言 从来没有当真过 那今日 你又为何被你父皇责打 不会是向你父皇 卖弄什么穿越者吧 马皇后又好气又好笑 嗯啊 朱素理所当然地承认了 爹他也不信我 我让他问我些 能被载入史册的大事 我就告诉他 这次的北征 我们大明败了 他就气急败坏地 把我打成这样 说到这 朱老五依然有些愤愤不平 太野蛮了 都不等结果出来就打人 有这么当爹的吗 我就是想当的咸鱼王爷 实在不行 在凤阳高墙宅上 一辈子也行啊 这要求很过分吗 你坑蒙拐骗到你父皇面前了 两片嘴唇一碰 还把全大明最为自信的北征给否了 马皇后敲了敲朱老五的脑袋 以你父皇那急性子 不打你才怪 我说的是真的啊 朱素急了 就算不相信我 至少也等北征的战报送回来了再说啊 娘我跟你说 这次的北征 接下来 朱素将这次北征的具体细节 告诉了马皇后 这次的北征 史称临北之战 在这一战前期 还是打得很不错的 中路军先锋 蓝玉先士再演马川 击败北渊名将王宝宝 又在土拉河再败王宝宝 重新集结起来的部队 之后 徐达果断选择乘胜追击 率领大军开进临北 徐叔叔谨慎了一辈子 这次却是大意了 朱素对马皇后 分析着战局 他没有想到 王宝宝的连续两次战败 其实都是为了引诱他孤军深入 所抛下的鱼儿 可惜名出三国演义还未盛行 要是看过三国演义里 火烧不忘泼一劫 赵云数次炸败 引诱夏侯敦的剧情 徐达肯定会意识到不对 想来是连续击败王宝宝这样的名将 这种喜悦模糊了名将徐达的判断 徐叔叔中了王宝宝的诱敌深入之计 而王宝宝与贺宗哲的联军 则在临北部下埋伏 以意待劳 五月初六 两军交战 我大明中陆军大败 死伤万人 大军被迫难逃 北伐大计 功亏一篑 实在可惜 诸素痛心疾首 马皇后静静听着 本想微笑着敷衍过去 但听诸素所描述的 时间 地点 战局状况 事无巨细 竟如同青年所见一般 心里不由地生出几分巨意来 如果 小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不不 不可能 这一定只是孩童戏眼 这个世上 怎么可能有人能带着记忆 跨越过足足六百五十年的光阴 好了 先别说这个了 娘已为你服好了药 你早些睡 不然明日 还得要受罪呢 马皇后按下心中的经济 小心地为诸素盖好了被子 日间无话 大明出力 千头万绪 直到白日西飞 浩月当空 朱元璋方才批阅完今日的奏折 他捏手捏脚来到马皇后请殿之外 见殿内依然有人影闪动 这才不再轻声漫步 大踏步地推开殿门 妹子 咱回来了 劈了一日的折子 可累死咱了 让徐心祖那私送来的宵夜 可有给咱留着些 马皇后依旧穿着那身蓝色布衣 头上绑着头巾 正在就着油灯那着鞋面 见老猪推门进来 也不动弹 只没好气地斜了他一眼 这一眼 顿时把气吞万里如虎的洪武大的变成了傻汉粗质的猪种吧 老猪尴尬地挠了挠头 灰溜溜地关上门 坐到桌前左找右找 都没见到桌上有留给自己那份宵夜的影子 妹子指定是生气了 老猪顿时大气也不敢出 乐乐地盯了马皇后好一阵子 沉默了老半天 好不容易憋出了个话题 妹子这手艺真好 这是给咱做新鞋呢 你朱皇帝贵为九五之尊 想打谁就打谁 鞋面都是金线做的 又怎么会稀罕我那的鞋 马皇后头也不抬 自家老婆话里有话 老夫老妻这么多年 老猪哪能听不出来 他甘笑两声 妹子 何必说这种气话 你那的鞋咱何时嫌弃过 不就是气我今早的时候 将老五叫过来给打了一顿吗 朱仲八 你也知道 马皇后也不装了 将那了一半的鞋往桌上一摔 你那靴子底本就厚实 又是砸了金线缝的 那得有多重 你以为还是当年穿的草鞋不咸 素儿先前生了大病 身体本来就弱 挨得了你用这靴子那样打 天可怜见的 打得孩子 屯上没一块好肉 朱仲八 你是要造反的 这一番话 说得洪武大帝 冷汗层层 哪里还敢深究话中的大秘不道 他心虚地抹了抹汗字 将红着眼眶的马皇后 揽进怀中 妹子 咱那不是 那不是被气糊涂了吗 那兔崽子平日里不声不响的 谁知道 是在给他老子 我憋了个大的 也不知哪学的这些骗人的江湖把事 拿到他老子的头上练手来了 我要是不打狠仙 日后长歪了 可怎么办 妹子 你是十大体的 你说 是不是咱说的这个礼 马皇后不吭声了 他并不是虎脚蛮缠的泼妇 只是看过朱素屯上的伤口 心疼的井 这才对老朱使一使气 心底里 也是认同老朱的说法的 老五出现了骗人的苗头 确实是该好好整治 必须把这种苗头扼杀住 那你也不该打那么狠啊 不过 该怪丈夫的 还是要怪的 这还算狠 老朱见着十大体的高貌有效 顿感得意 蹬鼻子上脸的 拔眼一瞪 那小崽子 为了蒙骗咱 信口开河说什么大明笔板 竟敢拿这等国家大事说嘴 要是不狠狠教训他 日后封疆一方了 岂不是还要蒙骗他大哥 咱打的还算是轻了 要是在看了前线战报之后 只怕还要打得更狠 战报 马皇后却听到了关键 紧张到 什么战报 是我大明胜了吗 他为后宫女眷 本来一向是严守后宫不得干政这一铁律的 但此次大军出征 乃是事关全体汉人的大事 百姓们都极为关心 迟早要将战报公之于众的 再加上从朱素那回来之后 他的脑中总闪过无数大明好狼 因战败而被达鲁所杀的惨状 心中关心 事已发问 那自然是胜了 说到战报 朱元璋志得意满 今早因朱素的预言而生出的些许阴霾 亦随之一扫而空 天德 徐达 自天德 几日前遣人送来战报 他的先锋蓝玉兵出燕门 连胜王宝宝两仗 这两仗 打得王宝宝丢亏气甲 溃不成军 蓝玉是个好样的 他似乎是玉春的七弟 玉春英年早逝 这个蓝玉勇猛如此 也算是玉春后继有人了 可惜 这战报今日五十才送到 晚了几个时辰 要是早一些 真该把这战报 狠狠甩在老五的脸上 好让他知道 信口开河 又被当面拆穿 是什么感觉 朱元璋说着 语气中颇有一种 找回面子的得意 马皇后却不说话 原本听说大明已胜 脸上已冒出了 如是重负的喜气 等听到朱元璋说 蓝玉连胜王宝宝两场 浑身顿时一僵 面色也变得不自然起来 妹子 你怎么了 朱元璋注意到了 结发妻子的异常 中八 你刚刚说 蓝玉兵出燕门 连胜了王宝宝两场 马皇后的语气 有些怪异 是啊 朱元璋点点头 弄不懂自家妹子 神色大变 又是何缘故 妹子你怎么了 这不是喜事吗 中八 你可还记得 战报上可有说明 蓝玉是在何出胜的王宝宝 马皇后按住朱元璋伸来的手 急急发问 嗯 倒是记得 蓝玉先是在野马川击败的王宝宝 而后一路追击 又在吐拉河再败 朱元璋话还没说完 马皇后的面色已经变得一片惨白 妹子 你怎么了 妹子 朱元璋大惊 忙揽住了摇摇欲坠的马皇后 中八 马皇后一把抓住朱元璋的胳膊 力道之大 让皮糙弱厚的老朱 都有些生疼 索尔 索尔 她说的没错 什么 朱元璋有些猛 什么没错 北征 马皇后咽了口口水 这北征的战局和索尔说的 一分不差 这 朱元璋也惊了 怎么可能 那个逆子 不是说我大明要败吗 大明现在可还没上 马皇后说道 而后 将在朱素那里听到的 临北之战的细节 和盘拖出 你是说 蓝玉的连结 本就在索尔的预言之中 朱元璋彻底梦了 自己确实 没有听他说完预言细节 嗯 朱元璋对我说过 蓝玉在野马川和吐拉河 两度大败王宝宝 地点 顺序 战况 分毫不差 马皇后点头 朱元璋还预言 这两场败仗 其实是王宝宝 故意迈出的破绽 好引诱天德孤军深入 没错 朱元璋还说 天德成功被王宝宝 又进了埋伏 指一仗 我大明大军死伤万人 仓皇难逃 北伐大计 功亏一篑 朱元璋还预言了 确切的忠服时间 我想想 是 五月初六 马皇后脸色亦是惨白 不只是因为 大明若是战败 无数豪而郎 都会血洒疆场 还因为 五月初六 今日已是十一 这么说来 我大明北征的数万大军 很可能 已经 败了 朱元璋一脸不屑 应天与前线距离遥远 这个时代通讯不变 如果真按朱素所预言 那么此时大明已然战败 只是最新的战报 还未送回而已 当然 还有一种可能 北元以一代劳伏击徐达 将徐达部全监并封锁了消息 不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朱元璋冷汗层层 站起身来 无比烦躁地夺着步子 这一定只是小儿狂语 天德带兵一向谨慎 不可能 不可能会出现如此失误 老朱想通过自身的战略眼光 来说服自己 否定朱素的预言 但冥冥之中 他的潜意识 却在提醒着他 朱素今年才十几岁 他是怎么知道 土拉河 野马川 这些前线地名的 他又是怎么先知先觉 料定了蓝玉连战连结的 要知道 现在的蓝玉 还并未斩露头角 夫妻俩不约而同沉默下去 老朱副手沉思着前线战况 试图找到 大明绝不可能战败的依据 而马皇后则皱着眉 也不知在想着些什么 种吧 睡吧 也不知过了多久 马皇后这才收起了重重的心事 轻声呼唤朱元璋 也是 夜色已深 是该就寝了 不知关外风雪裂否 只知今夜应天府的月色 如水 次日一早 天色还且黑着 昆宁宫殿门清起 老朱旋着两只熊猫眼 轻手轻脚地从门缝里摸了出来 陛下 侍卫在宫门外的二虎一个机灵 昆宜立马削了 赶紧迎了上去 陛下 今日并无朝会 您这是 老朱虽然勤政 但他自己规定的早朝制度 是一个月上朝两次 在没有早朝的日子里 皇帝还是能睡个懒觉的 更何况 纵使有朝会 也不必这么早就起 莫非发生了什么大事 百嫁 锦身殿 朱元璋面沉如水 令 赵忠书省朱关 并韩国公 承邑博入宫 北方战事的发展 让他牵挂得一夜无眠 他迫不及待 想要召集自己的智囊们 分析分析明军北征的局势 二虎连忙应事 转身招呼示威内患 准备预念攻灯 很快 老朱就乘着预念 往锦身殿去了 而此时 天边的第一缕微光 才刚刚爬上昆宁宫的飞檐 陛下圣功万福 锦身殿 朱元璋端坐在预案之后 诸位大臣衣冠楚楚 对朱元璋行君臣之礼 行了行了 今儿又飞朝会 不必行此大礼 朱元璋烦躁得摆摆手 朱臣对势一眼 都疑惑着 朱元璋这么早宣 自己入宫适合缘由 韩国公李善长在这群人之中 地位最高 出列公身问道 陛下吉兆臣等入宫 可是有什么旨意 咱确实有事 要和你们参详 朱元璋说道 你们说 咱大明此次北征 可有败仗的可能 朱臣再度对势一眼 都有些莫名其妙 李善长不解问道 陛下何出此问 我明君所向披靡 所到之处 北援溃不成军 战报昨日 不是才送入朝中吗 朱元璋并没有将 诸素自报穿越者的事说出来 而是继续道 咱昨日回宫之后 越想越觉得忧心 王宝宝那斯 虽不识大意 扶宝原庭 但单论能力 那可是毋庸置疑的 天下之奇男子 蓝玉虽继承了玉春的衣钵 是个名将的种子 但与王宝宝这等成名 多年的名将相比 还是稍显智能 他不过是天德中陆军的先锋 尚且不算主力 真的就能连战连截 两次将王宝宝打退吗 诚意伯刘伯温第一个反应过来 陛下是说 王宝宝是在故意扬拜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愕然 各自思虑一番后 时任中书省参之正事 未来的大明最后一任 丞相胡维庸出列道 陛下 想必是陛下多虑了 北援本就已是强弩之末 能战之兵一早在数年前 就被我大明将士们杀了个干净 如今园庭之中的大军 不过只是凑数的新兵募名而已 而我大明此次出征的将士 皆为精兵 人人身经百战 正是最强之时 仪义当时不在话下 故而臣认为 蓝玉将军两度击溃援军 并无什么可疑之处 不然 刘伯温摸着河下短须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陛下真天人也 仅能想到这一层 陛下所虑 臣认为十分有道理 王宝宝天下名将 竟然如此轻易连败两阵 其中必有蹊跷 以臣看 王宝宝是想打乱我中陆军 徐徐进击 又其主力的部署 以扬拜使徐元帅轻敌冒进 而后扶而兼之 此战若败 我大明精锐损失殆尽 只怕与袁廷即将攻守一行 臣斗胆 还请陛下 早做准备 刘伯温拱手说道 这次的北征 在大军出征之前 便已经拟定了战略计划 徐达的中陆军打明旗号 从正面向袁廷首都和临近发 但路上 却要徐徐进击 给袁廷足够的反应时间 意在吸引 牵制袁廷主力 真正的杀招 是李文忠率领的东陆军 东陆军的任务 是在中陆军牵制住敌军主力的同时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突袭和林 趁着袁顺帝不备 覆灭元朝宗庙设计 涌进蒙古大漠 甚至 接管大袁全境 若是中陆的徐达部轻敌中服 无法牵制驻援军主力 东陆身负齐席任务的李文忠部队 应有大漠阻隔 也会无法第一时间得知中陆战局 必然会因仍按原定计划突袭和林 而遭遇北原树陆大军和委 此战必败 而此战若败 袁廷则彻底站稳了脚跟 反观大明 若是中陆东陆两部全军覆没 则大明军事实力大打折扣 再也无法窥伺草原 再严重些 袁廷还可能再度大举南下 重演宋莫局面 想到会有如此恶果 殿中群臣不由的都变了脸色 承一博言重了 却是胡维庸再度出炼 反驳了刘伯温 魏伯公 徐达 天下名将 其领兵之能 胜过王宝宝多矣 其为人又速来谨慎 断无轻敌冒进之礼 还请陛下宽心 臣敢断言 此战 我大明有胜无败 倒是承一博如此威严耸听 臣不知是否一有所指 胡维庸说着 眼神阴狠地撇了一旁拱手攻身的刘伯温一眼 北征局势 并非只是是关明元未来局势 更是和大明朝堂现有的两个党派之争 息息相关 拟定北征计划之前 朝堂之中 便有主公和主守两个声音 主公的是以李善长 胡维庸等人为代表的怀西勋贵 而主守的 则是以刘伯温为代表的清刘文官 包括武将在内的朱怀西勋贵认为 蒙元此时以不堪一击 应点骑兵马 以雷霆之力 踏平原亭设计 接管包括大漠 草原在内的元朝所有势力范围 将大明的荣光散播四方 创下远迈汉唐的不适为业 而清刘文官则认为 蒙元乃百族之虫 死而不将 大明以光复燕云 当学习前朝固执 以长城与游牧民族对峙 不宜为了贪图那些蛮荒之地 铤而走险 在之前的争斗之中 势力衰微的清刘文官一派主守的声音 彻底被主攻的淮西勋贵们压过 大明三路大军顺利出征 清刘文官们虽心有牢骚 却也只能无奈低头 但现在 身为清刘之手的刘伯温 借着朱元张兴有疑虑的机会 借势危言耸听 这不正是想从淮西勋贵手中夺过大权 好主理长城防卫诸事吗 刘伯温 我胡为庸 早就将你的路数全看穿了 但受到胡为庸阴狠的眼神 刘伯温只能苦笑 他又何尝不知 胡为庸心里想的什么 但他此刻 却是真心担心朝廷的北征局势 根本无心顾及朝中那些拿不上台面的党争 若是北征大军全军覆没 大明请客之间便要微如泪乱 他们这些人 纵使在朝中斗的你死我活 又有何意义 这胡为庸眼界真是短浅 韩国公元仙多么高瞻远瞩的一个人 如今却也是老了 静默许胡为庸党同伐议 刘伯温低下头 并未再开口驳斥胡为庸 直言片语 朱元璋却仍身皱着眉 心里的那份疑虑依然没有削减 见刘伯温不再发言 朱元璋开口道 胡为庸 你如此确定 我大明北伐 不会陷入危局 是的 陛下 胡为庸自觉驳倒了刘伯温 一脸志得意满 一时妄行道 陈愿以向上人头作宝 害怕 向上人头 倒也不必 胡为庸如此笃定 倒是让朱元璋心中的大石 放下了些许 一边是自家还未成年的熊儿子 一边是自己得力的大臣 他自然还是更相信大臣多一些 而且他也相信徐达 在他看来 徐达确实不是会抛下战略部署 轻敌冒尽之人 老朱放下了心事 紧身殿中沉重的气氛 顿时也轻松起来 这时候老朱才注意到 外头那细微的晨光 时辰还早 天边才雨堵白呢 咱忧心了一夜 被胡青开解一番之后 才觉困倦的紧 朱元璋笑道 倒是劳烦你们了 时辰还早 都回去补觉吧 朱辰连都不敢 纷纷失礼 退出景深殿 胡为庸被朱元璋表扬了一番 只觉得扬眉吐气 方才急急从美妾被窝里爬出来的怨念 也随之烟消了 几人出了殿外 相互道别 巨斗哈欠连天 唯有刘伯温一人落在后头 依旧皱着眉头 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朱人也不理他 正在迈下景深殿台阶 远远却看见一星火把的亮光 在尚未大量的皇城里 分外扎眼 正朝着景深殿方向急驰而来 前线急报 请开宫门 隐隐听到 有内官正层层暴训 炫 朱元璋不知何时已听到了 大踏步出了景深殿 他身若红中 周身气势仿如雄狮 骑着马的红铃 即使很快来到了景深殿前 二虎迎上去 结果他手中战报 将战报呈给了老朱 老朱打开战报 一名内侍立刻提来一盏宫灯 就着宫灯的亮光 朱元璋仔仔细细地 看着那封前线战报 脸色竟渐渐变得猙獰 陛下 刘伯温躬身 敢问前线战况如何 混蛋 朱元璋突然大吼一声 将那封战报猛地抛在了地上 天德 天德误我 刘伯温心里一惊 急忙将地上的那封战报捡了起来 胡伟雍 李善长等人 也顾不上党派之别了 纷纷凑过来查看 只见战报上写着 五月初六 魏国公帅军进临北 为原将王宝宝 贺宗折不所福 这 刘伯温 李善长等人 脸色惨白 这 胡伟雍更是吓了一跳 他只觉脖子一阵发凉 有些心虚地 看了一眼正在暴怒的朱元璋 陛下他 不会把自己刚刚的话当真 真的取了我的相上人头吧 陛下 事已至此 应立即征召士兵 增兵长城 以防止原庭反扑 谨身殿内 诸位大臣去而复返 刘伯温出列于前 大声说道 陛下 臣以为不可 李善长也站了出来 我大明出力 战火方平 各地尚未稳定 此时再度征召兵士 以增兵长城 必将引起天下动荡 可若蒙元携大胜之势 越过长城 则北方半壁江山 历时必要倾覆 刘伯温集道 北方为蒙元祸害已久 百姓实不存一 千里无鸡鸣 就算当真倾覆 亦可来日图之 李善长反驳道 况且 战暴中并未燕明中陆军 以全军覆没 且东 西两陆军中 尚有十万精锐 成一博又怎知 这两陆军不会得到消息 回防长城 大漠茫茫 音讯难治 中陆军即败 东陆骑兵便已不再有作用 被援军合围 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刘伯温沮丧的摇头 在大漠之中 若是被合围 突围何其难掩 只怕难有侥幸了 中陆军中了伏击 也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西陆 本就是做牵制之用 又深入穿插敌后 不败已是大幸 如何回援的 即 中 东两路若是全军覆没 我大名危在旦夕 魏伯公 曹伯公 接天下名将 怎会轻易全军覆没 李善长道 你等皆以为魏伯公此战 必定胜过王宝宝 此时又如何 刘伯温知道 天下大事 又岂能寄希望于万一 够了 朱元璋一拍桌案 下头正剑拔弩张的刘李二人 悚然一惊 立刻低头拱手 攻身戴罪 老朱却并没有继续责骂两人 他只觉得自己太阳穴直跳 脑袋疼得厉害 有气无力的一挥手 你们先回去吧 让咱好好想想 陛下 刘伯温上前一步 急切到 还望陛下 做好最坏的准备 朱元璋恼怒的抬眼 看见的却是刘伯温一脸急破 担忧的模样 咱知道了 伯温先生 先回去吧 朱大臣攻身再次退出了谨慎殿 他们在殿外交流着 眼中满满的都是畏惧和担忧 若是北征大军当真全军覆没 大明的天 只怕就要变了 天得误我 天得误我呀 昆宁宫 刚刚起身的马皇后正 就着咸菜喝着小粥 朱元璋突然闯将进来 一副生气的模样 众八 这是怎么了 马皇后站起身来 突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致 莫非 前线战报 五月初六 天得因冒进被俘 朱元璋愤愤愤说道 他大笑一扫 将桌案上的早点 统统扫在了地上 只怕我明君 是全军覆没了 这 马皇后面色骤然变得惨白 他挥挥手 让身边下到下跪的侍女 赶紧都躲出去 然后掺着朱元璋坐下 帮他俯着后背顺气 你是说 索尔的预言真的 天得呀 天得 朱元璋 此时已经顾不上什么预言不预言了 他恼恨地拍着自己的膝盖 一副哀其不幸 怒气不争的模样 天得这一败到后 他全军覆没了 我大明北疆 必然受到盟员的全力一计 为筹集此次北征所需 朝廷已经是勒紧了裤腰带 若是折了那么多精锐 想守住盟员 必定还得征召战兵不可 我大明出力 正是该休养生息之时 此时征兵 只怕南北各地 便要民怨四起 我大明数年之内 将再无宁日了 天得呀天得 望你能稳住败局 千万莫一败涂地 马皇后听到朱元璋对天助斗 一时也只能无言 他不是寻常女子 自然知道老朱的难处 大明若是折了那十数万的精锐 那么想再次稳住局势 必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关键是 线下局势未明 而前线战局 又是瞬息万变 若是朝廷这边犹豫着 要不要增兵守边 错过了时机 蒙员则趁机一举而下 那时就万事皆休了 可若是朝廷现在花了大力气增兵 徐达那边却稳住了败局 保住了大明精锐 那朝廷这边 岂不是平白闹得民怨沸腾 人心惶惶 却无半点作用 众八 马皇后突然扶至心灵 你为何不再去问问朔 接下来的战局发展呢 老朱和马皇后 前往朱肃小院的时候 朱老五正在院子里 就着取暖用的碳盆子烤肉 降灯一头的冷汗 每当朱肃手上肉串的油心子 滴到碳盆里 爆出一簇火花的时候 老太尖脸上的肥肉 就下的一斗 武殿下 武祖宗 您就到屋里去吧 您千金之躯 要是被这火蛇撩到烫到了 那可如何是好 降灯一脸祈求 您是贵人 读书人都说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 更何况是摆弄这些吃食 那是老奴这样下等人才该干的事 您要是真想这么弄 老奴来帮您操持 想等好说歹说 就是想要朱肃离 这窜着火蛇的碳盆子远一些 朱肃却不屑一顾 没好气地 瞥了这老太尖一眼 你们要是顶用 小爷我还亲自出手干嘛 朱肃没好气地说道 让你操持 到时候 要我吃焦炭不成 这个老货 乃会什么烤肉 让他来烤 岂不白瞎了一大早 从御膳房偷来的鸡翅膀 见朱肃越凑越近 想登及地跳脚 陛下驾到 皇后驾到 外头响起通船声 想登吓了一跳 赶忙想端起 探盆毁尸灭迹 却被朱肃一瞪 灯石不敢动了 赶紧就地一跪 等着迎接圣驾 朱肃却仿如没听到一般 继续翻转着鸡翅膀 老猪一踏入院子 就闻到一股肉香 等看到朱肃披着棉被 一副堂堂正正的样子 在院子里烤肉 灯石又冒出火气来 妹子你瞧 这逆子还能坐在院里吹凉风 看来咱还是打得太轻了些 老猪气道 朱肃里都不理他 这老爹不管三七二十一 打了他一顿 他又哪能没有怨气 反正自己都摊牌了 索性从此以后 放飞自我了 受不了我 罚我去凤阳高墙啊 略略略马皇后 快步走了过来 将探盆从朱肃面前移开 责怪他道 Sore 你昨日才受的伤 不在屋子里好好养着 怎么还坐在院里吹冷风 屁股不觉着疼啊 嘿嘿 托娘的福已经好差不多了 朱肃笑道 马皇后昨晚送来的膏药 是极为名贵的金疮药 治疗朱肃 这区区皮肉伤 可说是杀鸡用了牛刀 一早起来 朱肃便发现 屁股不怎么痛了 当然 老朱没舍得下重手 也是微不足道的左鹰之一 那也不能一早就玩火 马皇后赤道 疗着了怎么办 我这是在烤肉 不是玩火 朱肃晃了晃手上 烤了一半的鸡翅 徐兴祖煮的饭 实在是太 难吃了 我都忍了五年了 今天是实在忍不住了 老朱的御膳房里 尤其仅有一位 叫做徐兴祖的御厨 专门负责老朱家 一家老少的饭食 这位御厨从老朱起誓之初 就负责着老朱的膳食 老朱刚起誓时 那是什么身份 说好听点教义军 说不好听的 那就是土匪 所以 这位徐御厨 水瓶骂 也就是山寨里 做大锅饭的水瓶 甭管什么名贵的食材贡品 就算是龙肝奉髓 徐御厨也就一个法子 水煮 那味道吗 四个字 一言难尽 先前 马皇后偶尔还能下厨 给朱家兄弟们 做点带花样的 现在马皇后母一天下了 就算为着大明朝廷的脸面 也不能天天去撩枣灰 朱家这几个兄弟 就只能天天跟着 不讲究的老朱吃朱食 也就是大堆朱镖 现在长大了 又娶了亲 偶尔还能出宫 带来些外头的小吃 和太子妃尝试做的吃食 给弟弟们打牙计 不然 朱素几兄弟都要疯了 现在朱素摊牌了 放飞自我了 哪还能受这嫌弃 你不给我自由 我自己烤还不行吗 哼 君子远刨除都不知道 堂堂皇子 还亲自烤鸡肉吃 粗粗 老婆自顾自和孩子说话 不理自己 老朱只能自个儿在一边嘀咕 朱素没好气地 横了老爹一眼 心道 你猜读书几天啊 还够我这拽文 老朱成年之后 才开始认字 论读书的资历 还真拍马 也比不上朱老五 行了 马皇后将朱素手上的鸡翅膀 抽了出来 放在一边响灯 高高举起的盘子上 先进屋 别着了梁 我喝 你父皇有正式对你说 说着 拉着朱素进了礼屋 朱元璋使了个眼色 二虎会议 指挥侍卫们 将小院重重护住 以确保绝对没有第四个人 能听到里面接下来的谈话 正是 是什么事 剑关上了门 朱素便开口问道 不过转头看到老朱面上的宁重 他自己便猜到了 是前线的战报送来了 嗯 离五月初六也有一段日子了 确实带送来了 见来一被儿子看破 老朱也不遮遮掩掩了 哎 你天德书送来战报 他一朝不慎 中了王宝宝的奸戒 我说的吧 朱素道 我说大明这一仗败了 爹你就是不信我 你这逆子 这话实在不中听 老朱面色一板 想要发怒 一旁的马皇后 已经伸出巴掌 拍了拍朱素的脑袋 你这孩子 为何还在这幸灾乐祸 临北战败 我大明数万精锐毁于一旦 不知有多少母亲失了孩子 多少心腹失了良人 更别提若蒙元趁势难下 北方半壁江山 顷刻间便要陷于战火 中原为蒙元祸害百年 百姓本就实不存一 如何能再度重演宋元之祸 你身为大明皇子 理应心系天下 既然有了天寿之才 洞悉了战局 却为何又在这洋洋自得 不知为你父皇排忧解难 日后又如何成为我大明平凡 慕名一方 这一番话 说得老朱畅快莫名 还得是妹子 不愧是咱老朱的贤妻 一物降一物 看着逆子在嘚瑟 我哪有自得 朱素有些委屈 我只是陈述事实好吧 再说了 我都说了 我是穿越者 能是先知道战局 那只是因为 曾经在历史书上看到过的 至于什么蒙元趁势难下 蒙元压根不会难下 又有什么好排忧解难的 哦 老朱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为何 历史书上都写着呢 朱素一脸理所当然 老朱脸色一致 直到这时 他依然不信朱素说的什么穿越者的说法 他宁愿相信 自己这儿子 其实是天赋异禀 事先推算出了北征败局 故意哄骗他老子 至于为什么 能连时间地点等信息都如此准确 这部分的疑惑被老朱暂且搁置了 毕竟比起这点疑惑来说 还是穿越者那个说法更加的匪夷所思 不过 这儿子似乎还是坚持那一套穿越者的说法 老朱嘴角抽了抽 也不得不顺着他的话继续往下问 那么 历史书上说 接下来的战局会如何发展 北元 真的不会大举南青 他现在 只想从这个天赋异禀的儿子这里 得到一些合理的应对建议 南青 他有那个实力吗 朱素一脸的不屑 北元拼尽全力 才在临北胜了一仗 且因为续达决断的快 大明并没有损失太多的兵马 东路的李文忠 更是以宜兵突破了包围圈 硬生生在绝对劣势里 与盟元打了个平分秋色 这两人乃天下名将 又不是宝宗那个败家子 乃那么容易全军覆没的 大明主力上在 他盟元拿什么南青 宝宗 朱元璋眉头一皱 宝宗是谁 没听说过 败家 败的谁家 总觉得这个宝宗是有故事的 不过朱素没给他追问的时机 自顾自继续道 更何况 还有西路军呢 西路军先锋傅友德 深入敌后 七战七截 把盟元的崽子们 打得都吓破胆了 爱有十里达辣椒头烂额还来不及 哪有脑子想什么南青 这一番话 如同一道惊雷 震得朱元璋又惊又喜 顿时把什么狗屁宝宗 抛在了脑后 你是说 傅友德他 七战七截 怎么可能 回过神的老朱 一万个不幸 西路军 统帅为冯胜 先锋大将傅友德 这是一路一兵 进攻路线 未出金兰 挺进攻打甘肃 战略目标是 牵制甘肃地区的北原势力 防止齐东元猛元首都和陵 这也是一只皮尸 士兵多为一年前的红武四年 那些击破蜀地的士兵所组成 蜀地一守南攻 这支军队才刚攻破蜀地 还没休整半年 便要再度出征 因此 朱元璋与一众官员勋贵们 并没有对这支军队寄予厚望 只要求他们定在西县 让甘肃元军心存忌惮 就行 一只皮尸而已 身为将领的冯胜 傅友德 亦不向另外两路的徐达 李文忠那般威名赫赫 能指蒙袁晓而夜提 中路东路两路主力都必败了 区区一个西路军 能做什么 更何况 朱元璋之前收到过西路主帅冯胜的战报 言说先锋傅友德临时起义 领着区区五千骑兵离队试探员江施拉罕去了 傅友德就带着五千骑兵出阵去了 现在 你朱素告诉我 他深入敌后 所向披靡 还连战连结 连续赢了七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老朱一万个不信 什么穿越者 什么历史书 绝对是胡吹大气 尹川侯傅友德 以五千骑兵于西凉 经甘肃五威 大败北渊大将施拉罕 朱素自顾自说道 朱元璋再度挣住了 傅友德指率五千骑 试探施拉罕 这是前线红陵即使送来的绝密战报 朝中大臣知道的 也只有寥寥数人 自己这个一直在大本堂读书的儿子 根本不可能得到消息 莫非 这也是他推演出的 可傅友德 明明只是零时起 难道 所谓的穿越者 是真的 不知道老朱心中的惊骇 朱素接着道 而后 傅友德马不停蹄 又在永昌击败北渊太狱朵之霸 后傅友德与冯盛会师 与扫灵山击败北渊回渊主力 斩首四百余级 活捉北渊太尉 平章 皆为北渊大官官职 庶人 接着 西路军于六月初三日 受北渊将领上都旅投降 再转进一级乃路 北渊首将薄言贴末 也举成投降 好 听到西路军如此辉煌耀眼的战绩 朱元璋不禁拍案较好 六月初三 又是确切的日子 他暗暗记在心里 同时想着 老五说的这些 若是真的 那该多好啊 可惜 朱素语气一转 变得惋惜 此时西路军 收到了中路军战败的消息 冯盛认为画外之地不可守 决定焚城返回 西路军在别渡山口 大败北渊齐王夺指班 俘虏北渊平章 长家奴等二十七人 即牲畜十余万头 傅友德追击到瓜州 经甘肃安西 沙州 经甘肃敦煌西北 再次大胜 俘获齐王的金银大印 和牲畜两万头 然后胜利班师 此一役 足以使北渊充分认识到 我明军之勇 轻易不敢难清了 朱肃一面说 一面却忍不住摇头 冯盛终究还是拖不出 时代事业的禁锢 拓土千里 说放弃就直接放弃了 抢到个北渊王爷的印章 有个屁用 当然 那时大明出力 甘肃等地 又多已被外族同化 大明暂时无力在当地 驻军站稳脚跟 内地也无足够百姓可以迁移 若是强行驻守 难免会陷入泥潭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一想到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地 一转眼全给气了 朱肃还是觉得可惜的紧 老朱也是抽了一口凉气 他是一步一步 从最底层起来的 素来抠门惯了 当年一半的铜钱 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现在听说冯胜父有得一甩手 就气了近千里的地 也是疼得打心眼里直抽抽 两父子不约而同摇头叹气 一副痛恨败家子的模样 你们俩 倒是在这唱起戏来了 看着这两个神同步的父子 马皇后哑然失笑 按这么说 傅有得六月初三 才受上都驴的祥 今天才五月十二 离西路军弃地 还有些时候呢 现在就在这叹气 是不是太早了些 此话一出 老朱这才惊醒 这只是自家儿子的一面之词 西路军是否大胜 还不一定呢 想到自己来的时候 还在担忧鸣员之间 是否会攻守一事 想不到现在 竟然在这纠结起了 要不要取下盟员的甘肃之地 想到这 朱元璋经不住也笑了起来 不过来时 那满腔满腹的阴霾 确实已经全数消失不见了 朱元璋站起身来 又恢复了那个自信的 洪武大帝的风采 他对马皇后笑道 行了 该问的也问了 今儿的折子还没处理 咱先回锦身殿去 妹子陪着我走一程 等等 朱素拦住了老朱 现在可以证明 我是穿越者了吧 那店 你答应我的 不必去大本堂 咱何时答应的你 老朱眉毛一说 这逆子 还想继续拿话 狂他 正想斥骂 脑子里却骤然闪过朱素的连番预言 终究有些迟疑 松口道 等西路君尘埃落定 到时再说 行 朱素脸色转喜 胸有成竹的道 那您可不许反悔 老朱朝朱老五摆摆手 打开门往外走去 马皇后转过头 神色难明的 看了欢喜的儿子一眼 也跟着出去了 中八 你有决断了 你真的相信 索尔他是从六百五十年 后来的那个川 穿越者 马皇后低声对老朱道 信或不信 还得再看看 朱元璋回答 他目光向北 眼中已经恢复了豪情万丈 不过是否增兵长城 咱确实有了决断 咱还就不信了 蒙元那只被咱踩住了的臭咸鱼 会真有办法能翻身 说着 他一阵衣袖 大踏步地往外走去 留下欲言又止的马皇后 一脸心事重重 他看着离去的丈夫 又看了看身后 正在房里兴奋的小儿子 心里那一份忧虑与纠结 却越来越浓 若小儿子真是什么穿越者 那么 他还会是那个 自己十月怀胎的儿子吗 其实 朱素说到一半的时候 朱元璋就已经有了决断 或许是冲击性太大 毕竟 一开始根本没想过 北征可能失败 骤然得到徐达被俘的消息 他也难免地乱了分寸 有了全军覆没这种最为悲观的想法 但随着朱素的推演 他已经缓过了神 北园和王宝宝这一仗 确实打得漂亮 用扬拜引诱大明中陆军中服 而后利用通讯不变的时间差 聚拢兵力 围攻突袭的东陆军 然而这样 真的能将大明两陆大军 近十万精锐 全部留在漠北吗 朱素说不能 缓过神的老朱也认为 不能 要知道 明军这两陆十万军队 其中大多可都是骑兵 要吃下这十万大明的家底子 农员自身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更何况 徐达和李文忠也不是泛泛之辈 徐达虽然失了先手 但他一向知道轻重 一定会迅速调整战略 以尽全力为明军保存实力 并且 还有西陆军 受朱素的提醒 老朱才想起了逢圣富有德的西陆军 还定在西江呢 西陆军是三陆大军之中 最不起眼的那一路 但是也是三陆大军之中 最不可能受到损失的一路 蒙元本来就已经是强弩之末 想拦截徐达 李文忠已经是举了倾国之力 西陷 是绝对不可能有大军驻防的 就算徐达和李文忠 两路当真全军覆没了 也不用富有德如老五说的那样 七战七截 只要他们能保留住实力 单凭这五万旗 不用另外增兵 老朱也有把握 镇住北疆 一只臭咸鱼 还能真让他翻了身去 这回倒是被老五这黄口小 提了个醒 卸下心中大事的老朱 此时不由得对自己这个五儿子 刮目相看 不管他是不是什么穿越者 单凭这份军事推演能力 只需再磨练一番 就已经足以在未来 成为太子朱镖手中 一柄锋利无匹的利剑 若他真是知晓未来的穿越者 那他的能为 甚至还不止于此 二虎 老朱用手中的玉如意 轻轻一招 将自己的侍卫换到进前 派探子前往末北 探厅中路 东路两路大军战况 令 再派一路信使 到一级乃路去 给冯胜 傅友德二人去信 他心中已经不把穿越者这三个字 当成是纯纯的骗人把戏了 正好 借着接下来的战局 再好好验一验老五说话的真假 要是徐达 李文忠撤军成功 傅友德七战七截 这种扯淡的事都能应验 那他也不得不信了 另外 如果冯胜当真想弃地千里 正好借着去信的机会 让他在甘肃之地埋下些钉子 我大明暂时吃不进去的鸭子 你蒙员就算吃回去了 也得割掉几颗牙 朱素本还想继续借着伤 多磨一个十天半个月 谁知才第二天 就有内侍一大早来传老朱口语 要他莫要荒废学业 今日必须往大本堂报道 殿下 来传讯的小太监苍白着脸 跪在赖床的朱素床前 哭得跟死了爹妈似的 求您可怜可怜小的 就挪一挪窝吧 陛下给小的下了死命令 今天 必须看着宁静大本堂 这小太监也是倒霉催的 今早老朱临出门前突然起意 就点了他这个掌冠洗盆的无名媚士 去督促堂堂武殿下上学 他还是第一次担上此等重责 陛下惹不得 武殿下也惹不得 万一武殿下赖床叫不醒 又或是有起床气 他这小胳膊小腿 还不转眼就上天见了祖宗 他可是听说了 宫里的二殿下也是个暴虐的 那些有体面的老太监都劝不动 二殿下如此 武殿下和二殿下一母同胞 又能好到哪去 小太监都没来得及写一书 当然了 他也不识字 只哭哭啼啼的 向伙伴交代了两句话全当遗言 就慌里慌张地寻来了 到了朱素院里 朱素果然还躺在褥子里呼呼大睡 小太监也不敢叫 只能一脸绝望地跪在院子里开始哭 倒把朱素的内饰 想登库得莫名其妙 好在这个时代 晚上娱乐少 朱素晚上只得被破早睡 这个时候 睡眠也已变浅了 听到哭声就醒了过来 他特意交代 要我去大本堂 朱素一脸不爽 他还有没有人性 我可还是伤员 落下病根可咋办 伤筋动骨一百天 小太尖缩了缩脖子 自动过滤了朱素话里 大逆不到的内容 只窃窃地说 毕 陛下说 您昨儿还能坐在院子里烤肉吃 想必早已不打紧了 朱素被噎得无语 这话倒是没毛病 你不是屁股受伤吗 昨儿还能大大咧咧坐在院子里烤吃的 怎么就不能上学了 不去他又能拿我 狠话还没说完 那小太监脸色已经开始有白转轻 似乎马上就要吓死过去 想起老朱在历史书上的作派 朱素把话生生地又吞了回去 老朱向来看不起宦官 公归吉言 动辄打杀 内庭宦官多惶惶不可终日 他特意下的命令 有哪个宦官胆敢违抗 马皇后要是在旁边还好 万一这小太监回禀的时候不在 又恰逢老朱心情不好 那这小太监就算不死 也至少得再费上一支 罢了 晦气 朱素不情不愿地下了床 在小太监惊喜的目光中 慢吞吞地开始穿衣服 看着我坐肾 我要更衣了 还不出去 是 是 多谢武殿下 多谢武殿下 小太监千恩万谢地出去了 在门口喜滋滋地瞧手一盼 马皇后肃行勤俭又管教肾严 朱素这种皇子只是名义上高贵 但却并没有太多人服侍 衣食住行 一概自主 就像朱素服侍他的只有翔灯这个老内奸 眼花手颤的 让他打盆水朱素都得提心吊胆 更别提服是自己洗漱更衣了 像电视剧中明朝皇子起床更衣 只需张张手 就有十几个美貌宫女忙前忙后的剧情 那都是后世才有 轮不到他们这些还未开府的第一代皇子 哎 要过上幸福生活 还得是就饭后 凤阳高墙也不错 房子还是新建的礼 一面任由思绪飘荡 洗漱完的朱素一边安不当车 走向了大本堂 一路上 朱武背着双手 慢慢悠悠 知道的说是上学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是他亲 倒是急得那个小太监面色胀红 几次张口响劝 却又怕惹恼了武殿下 次次都只能欲言又止 急什么 朱素一面走 一面见赏着汉白玉长廊上 映着陈光的浮雕 反正都已经迟到了 不如欣赏欣赏这早间风景 放心吧 只要我到了大本堂 你就不算没办好拆事 反正老朱只说 让他去大本堂 又没具体限定时辰 不如在这卡巴克 能拖一会试一会儿 而且 他料定小太监会将这话 如实戏饼老朱 就算老实去上学 也要给老朱添点赌 是 小太监只能缩着头 心里盘算着待会回去 陛下会不会把怒气 撒在他的头上 他小胳膊小腿的 可撑不住龙威啊 走得虽慢 可大本堂本就不远 走着走着还是到了 小太监可算松了口气 殿下还请入内 小的带目送了殿下 就去回禀陛下了 这小太监 做事还挺严谨 朱素笑着点头 终究没有再整什么幺蛾子 迈开步子往里去了 小太监看着朱素的背影进去 又站了一会之后 这才转过身 如是重负地离开了 大本堂 为朱元璋于红武红武元年十一月赤剑的藏书处所 内中藏有许多的的古今古本 道德文章 同时 也作为太子 朱王的读书之所 进了大堂 没听到预料中的朗朗读书声 倒听到了书斋 传来气急败坏斥责的声音 秦王殿下 唐太宗与魏征君臣相得 此乃万古佳化 您如何能妄加诽谤 说他是作戏呢 哦 今天是李先生的课 朱素认出了这道声音 李先生姓李明西言 也是一名大儒 主要给朱皇子们讲解历史 他要不是作戏 为何又要跑为老的坟 里头又传来二哥朱爽的声音 听上去颇不服气 李老你可模糊我 我可是看过的 都挖坟编尸了 算哪门子的君臣相得 你 李西言的声音一致 殿下不好好学习正史 竟去轻信那野史 唐太宗退了魏征墓碑 那是因气愤 其生前与太子结党营私 又何曾编尸 空穴来风 怎会无音 朱爽还和李西言杠上了 正史总是冠冕堂皇 有什么意思 我最爱看野史 按我思量 这些见不得光的野史 才是真实的 这二哥倒是特立独行 朱素失笑 不过 他喜欢看的应该不是野史 而是那些宫廷艳史才对吧 此时 他已转过了回廊 到了书斋门口 正看到朱爽 一脸洋洋自得 在李夫子面前 耀武扬威的模样 夫子 素商好复刻 特来问安 朱素抬脚进门 顺便帮朱爽 转移了一波注意力 李西言正气的脸色铁青 颤着手 准备好好教育教育 这位只信也使的秦王殿下 冷不防被朱素这么一喊 整个人抖了一抖 也忘了要去拿戒指了 老五 朱爽却是面色一喜 你好了 嗯 朱素朝朱爽点了点头 又对其他几位 面露关切的兄弟们笑了笑 而后自顾自走到自己的位置 一浮浅摆坐了下来 吴王殿下既已复学 便先温习一番今早的课业吧 被这么一气一惊 老夫子顿时觉得头脑发疼 眼睛发黑 如今将近五十 各位殿下将老夫早上所讲的 转售吴王殿下 而后自行休息 秦王殿下 自将贞观要略超写三遍 后日老夫检查 说完狠狠瞪了一眼朱爽 走了 老五 可以啊 老二朱爽见老夫子走了 静直朝朱素凑了过来 一屁股坐在朱素桌上 难得有个借口 这才几天 你就巴巴地跑来上课了 别提了 朱素无奈地贪手 爹一大早派来个小太监 压着我来上学的 要不然 傻子才来呢 也是你自己做死 才惹得父皇龙颜大怒 排行老三的静王珠刚 瞥了朱素一眼 打开书箱翻找着什么 你凭素面上也算稳重 我还当你是分得轻厉害的 谁知道 你竟然写出那种 大逆不道的论语来 论语怎么了 老四燕王珠的也凑了过来 双手按住朱素的肩膀 我就觉得 老五那论语 写得挺好的 书云孔子 身高九尺六寸 这样的巨汉 还带着三千大汉 在春秋乱世中周游 他要不会轮人 我这个弟子倒着血 朱刚横了朱弟一眼 冷横道 你就高兴老五跟你学 跟我学又怎么了 学得个屁股开花 你 眼看两个弟弟又干起来了 老二朱爽忙在中间打圆场 行了行了 同胞兄弟 干嘛说话阴阳怪气的 老五才刚复学 大喜的日子 你们俩当哥哥的 没得败了弟弟的心 二哥 你看我这样子 像高兴吗 朱素恰到好处的插话吐槽 看着他一副故作凄惨的脸 朱弟朱刚 终究没忍住 对事一眼后 笑出声来 确实 回大本堂上课 傻子才高兴呢 兄弟四人大笑 这三人 加上太子朱彪 便是朱素此生的同胞兄弟 太子朱彪自不必说 自去遂娶了太子妃尝试之后 朱元璋便令其开府别居 跟着老朱和百官们学些政务 不再和弟弟们在大本堂读书 二哥朱爽年十六 为人爽朗大气 自大哥朱彪离开大本堂之后 主他多照顾年幼的弟弟们 他便以朱皇子们的老大哥自居 对弟弟们极尽照顾 可惜这份责任感范围有限 对待家人之外的下人 朱爽不假词色 动辄打骂 为工人所拒 已经有了暴虐的苗头 老三朱刚 心思深沉 故盼有危 是除大哥朱彪外 学业最好的一个 或许是性格相冲 总与老四朱弟别苗头 老四朱弟则是个皮猴般的性子 醉洗爬树翻墙 弯弓走马 若不是老朱与马皇后管教的言 一日日早不知上哪儿也去了 大本堂中 并非只有他们这些皇子 也有一些再次给皇子当半读的熏臣子弟 见夫子走了 便都说笑着围了上来 都是没什么心机的少年郎 场面倒也热露 朱素正笑着看朱刚朱弟斗嘴 不知谁忽然喊了一声 啊 太子殿下 所有人忙转头去看 只见一个身着月白长服的公子 手上提着一篮子东西 刚跨过书斋门槛 正是太子朱镖 见过太子殿下 朱人立刻见李 嘘 嘘 朱镖赶紧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莫声张 李师父还没走远 别把他招来了 见他这做派 众人眼睛纷纷一亮 有两个熏贵子弟 立刻一个见不出了书斋 到外面放起风来 哥 这回带了什么好吃的 朱弟凑了过去 你嫂子特意烧的 朱镖笑眯眯的 从篮子里拿出 仍在冒着热气的吃食来 或 盐水鸭 松鼠鱼 精灵丸子 朱弟说着 也不拿筷子 就想伸手 成什么体统 朱镖一巴掌 拍掉朱弟的手 都疯了亡了 还这么不着四溜 转头看向朱素 老五 前些日子的伤 可大好了 回大哥 已经无妨了 朱素笑着硬道 太子朱镖自成亲之后 便离开了大本堂 他身之宫中伙食之差 欲出徐心祖 又是个粗汉 共饭只按人数来 偏偏弟弟与其他半毒们 又都是长身体的半大小子 大本堂中午供应的这顿饭 往往不够分量 等到下午下学时 朱王和朱勋陈子弟 往往饿得前胸贴后背 因此 他便借着自己已经开府之便 偷偷让太子妃尝试给弟弟们开小造煮些吃食 自己则想法子避开先生们 给弟弟们送来 是以大本堂的小子们见了太子殿下 就知道今天这顿午饭 是饿不着了 在最初 看到朱镖做这种事的时候 朱素还怀疑过他 是不是心机深沉 故意搞兄友弟公 李贤下室那一套 可接触得久了 朱素就发现 这人是一个真君子 他对任何人都很好 几乎不掺杂任何的目的 对兄弟们也是真心的照顾 他知道朱素不愿出门 担心兄弟们与他疏远 便常常带着他参与兄弟们的活动 还经常询问是否有人小看他 他知道老四朱弟喜欢武士 便将幼年时朱元璋送他的礼件 送给了朱弟 他知道朱爽喜欢吃肉 家宴时总将自己的那份肉 放在朱爽碗里 他知道朱刚喜好书籍 便帮朱刚搜罗古今孤本 甚至送了他一本三国时期原本的 九章算术 这是一个温和 仁义的未来君王 他的身上 无处不透露出 儒家的人的光辉 但又与那些迂腐 不知变通的蠢夫子不同 他的主意急正 玉士先习惯自己思考 绝不盲目听信他人 若是发现自身形式有了谬误 他总能第一时间那件反思 绝不一意孤行 但一旦 相信自己的决断正确 他又总是一意贯之 便是自己那位说一不二的父皇 他也敢从正面范言直见 如果说老朱的手段 如同九天之上 披下的滚滚雷霆 那么 这位太子朱彪 就是一阵话语的春风 说真的 刚刚发现自己 穿越成皇子时 朱素贤的蛋疼 也想过 是不是要争一争大胃 可是在了解这位太子大哥之后 他就没有这个心思了 说到做皇帝 无论是私德还是能力 自己都远不如他 只是可惜 大哥 你的眼睛 趁着其他人抢菜吃的时候 朱素敏锐地发现 朱彪的眼中 有着一缕缕的血丝 一向温和的笑容中 也有一抹掩饰不了的疲态 嗯 朱彪转过脸来 意识到朱素说的是 眼中的血丝之后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揉揉眼 这些日子忧心的事多了些 便没怎么睡好 无妨的 过一阵子便没事了 是北征的事吗 朱刚也关切道 据文 北征大军重击御服 茫茫大漠阻隔 难以窒息具体情形 朝中有人担心 蒙元介事难清 大哥也在忧心这事 朝中确实有人提议增兵长城 不过父皇已有了决断 我官父皇兄有成竹 此事应当无碍 朱彪说道 他叹了口气 我大明连年征战 百姓早不堪其扰了 要是当真增兵 百姓可又要受苦了 要是不增兵 蒙元打来了 不是一样受苦 朱弟叼着根压骨头 加入了谈话 再说了 父皇既然已经有了法子 大哥你还忧心干吗 倒也不止这事 朱彪语气沉重 近来多世之秋 雾尘福建新化府先游县大水 明多溺死 耕武风舟又有洞蛮作乱 袭杀手将未乱一方 严平府南平线大雨 山水横一飘没卢涉 终多万岁山又将冰雹 其薄竟大如弹丸 我身为太子 却百无一用 帮不上父皇一点忙 哪里又能睡好 哥你就是想的太多 老二朱爽端着个盘子凑了过来 那都是千里之外的事 咱人在应天 想那么远干啥 怎么能这么说 朱彪脸色一素 你等也是我大名藩王 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藩王却是老三朱刚苦笑了一声 哥呀 咱们这个藩王 也就是个名头而已 又有什么用吗 几位兄弟相识苦笑 两年前 朱元璋确实是给自己几个这儿儿子 都嫁了王号 老二朱爽封秦王 老三朱刚封晋王 老四朱弟封燕王 老五朱素封吴王 可惜 也就仅此而已了 这四位王爷 还是该上学上学 该上抗上抗 连是女内侍也没多一个 李希妍宋连等师傅 还是该打的打 丝毫没因为他们 名字前边多了的王号 而手软 毫无成为贵人的感觉 每天中午 肚子的藩王没见过吧 唉 今天这不就见着了 一见还见着四呢 说到这 朱彪倒也有些尴尬 他安慰几个弟弟 这王号 日后自有大用处 你们年岁还小 还是好好学习的年纪 等到大了就翻的时候 就知道藩王之贵了 几兄弟对视一眼 都各自摇头 从大本堂毕业遥遥无期 苦日子还长着呢 又哪里能期待未来 就翻得快了 朱素默默将几兄弟的表情 看在眼里 想起他们 在历史记载中的遭遇 不经心有七七言 老朱的这些儿子 肯定是小时候 在大本堂里 被拒着读书 每天读上十几个小时 毫无其他娱乐 压抑得太狠了 所以就翻之后 才会一个赛一个的放飞自我 一个赛一个的残忍暴虐 能不暴虐吗 从小就被如此高强度地 压制了十几年 不心理变态 都算好的了 也难怪到了 没人管的翻地之后 一个个就都不约而同地 开始胡作非为 到了最后 除了头铁胡闹 经常伤病缺客的 燕王朱弟以外 没有一个人落得个好下场 十几岁的少年郎们 食量惊人 没一会儿 朱镖带来的那一篮子饭菜 已经被一扫而空 大嫂的手艺越来越好了 朱素一脸的意犹未尽 一边对兄弟们说道 朱爽朱弟几人频频点头 朱刚看了他一眼 转头问朱镖道 大哥明日 还能带吃的进宫吗 怕是难 朱镖道 不止明日 最近只怕都无法脱身了 方才也说了 中都万岁山降了冰雹 前些时候 还陷了月食 中都是我们朱家的龙兴之地 如今天有异象 礼部已经奏请父皇 祭祀天帝祖先 父皇已经允了 明日只怕要下旨 令京中斋见 我等身为朱家子孙 更要以身作则 莫说这些不能再吃 只怕宫里原本的吃食 也要降一等 这话一出 一群少年郎顿时悲乎连连 朱老四跨着张脸 本来就是粗茶淡饭了 还要降等啊 至少肉菜 是不能再有了 朱老三也是一脸欺欺然 几人这才知道 这一顿竟然是最近吃上的最后一顿肉菜了 朱爽已经开始懊恼 方才只顾着抢吃的 忘记了细嚼慢咽 细细品味一番 这下好了 一旦开始摘戒 至少得一个月不知肉味了 朱彪事务繁忙 不便久留 和弟弟们道了个别就走了 少年郎们 傅又坐回了胃上 个人都寻了要好的伙伴聊起天来 唯有朱弟 双手插在桌前 不知在想着什么 二哥 老三 老五 大哥拿来的吃食 终究少了些 吃着不太过瘾 我寻思于膳房中 该有些来不及料理的肉菜 不如我们到玉膳房去 悄悄拿些到后花园烤了 这次竟然嘴馋如此 竟然想去玉膳房偷肉吃 朱素一脸震惊 看着朱弟的眼神 仿佛在看什么 大逆不到的恶徒一般 永乐大帝年轻的时候 这么牵奏的吗 啊 话说 几天前 自己好像也这么干过 我还是算了 朱爽颓然地摆摆手 李老头走前 要我抄写真观计略 我得抓紧时间 要不然 今晚又要挑灯夜战了 热血上头顶撞夫子是一回事 他可不敢明目张胆地不做客业 马皇后馆较言 可不是说说的 朝中正因朱是焦头烂额 劝你别去吕父皇虎须 朱刚恶趣味地 看了看朱弟的屁股 免得又挨父皇一顿揍 倒是朱素想了想 感觉颇有兴趣 站起身道 四哥 我陪你去 老五 朱刚愣住了 老四胡闹 你也跟着做啥 朱弟则是大喜 老五 好兄弟 方才确实没过瘾 朱素朝朱弟一笑 然后扭头对朱刚解释道 再说了 不就是挨打吗 挨着挨着就习惯了 哈哈 此话不假 朱弟一揽朱素的脖子 罢了 真是胡闹 朱刚一皱眉头 不再去看两位弟弟 自己小心些 走了 朱弟大笑 二哥 我会给你捎带回来的 多捎一些 正在奋笔集书的朱爽头也不抬 从他奔放的动作来看 黄曹版的争冠纪略 应该很快就能出炉了 玉膳房是大内 玉出徐心祖的领地 不过此时 正是朱元璋用膳的时辰 徐心祖该亲自带着武膳 去呈给老朱了 故而 玉膳房正处于空城状态 朱弟和朱素两兄弟 在窗外窥探 确认里边没有声息之后 朱弟立刻一个药子 翻身钻了进去 然后伸手拽朱素进来 不愧是官犯 朱素向十三岁的永乐大帝 投去了敬佩的目光 两兄弟一阵搜罗 立刻找到了一只 白花花的掏袭好的整鸡 甚至已经用姜片等东西腌制好了 应该是要给老朱晚上炖鸡汤用 好东西啊 两人对视一眼 确认过眼神后 朱素立刻找了个盆装起了鸡 朱弟则跑到大造前 拾了几块木炭都在一百里 也不翻窗户了 从大门撒鸭子就跑 在御花园烤鸡 很大几率会被发现的 与其鬼鬼祟祟 不如速战速决 老朱还能下指让他们吐出来不成 运气好些 手脚在利落些 说不定还能赶在有人经过之前 彻底掩埋痕迹呢 老五 真有你的 朱弟开心地看着朱素 似乎十分兴奋 有人和他一起享受这份刺激 以前我只当你是个孟狐狼 没想到 你和我一样 也是个有胆量的好汉 哈哈 朱素只是笑笑 不答 自己已经向老朱摊牌了 自然也没必要委屈自己装边缘人了 倒不如放飞自我 想干啥干啥 反正老朱疼儿子 也不会拿自己怎么样 等北征的消息回来 他相信了自己是穿越者的事 自己的快乐穿越生活就来了 两人躲在一棵柳树下偷偷生活 突然间 朱弟手上动作一致 老五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声音 朱素也愣了 刺耳倾听了一会儿 没有啊 四个你听错了吧 不对 肯定有 朱弟站了起来 脸上满是笃定 可惜脸颊上一刀刀木炭的乌痕 让他看上去十分滑稽 在这里 朱弟一个剑步 拨开了一层花丛 只见花丛里 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 一脸的愕然 脸上还残留着 没来得及擦掉的眼泪 你是谁 为什么躲在这里 朱弟板着小脸 立声贺问 四哥 你吓到他了 朱素一把把朱弟拽到身后 一个小宫女而已 别把人给吓坏了 他蹲了下来 努力摆出温柔的表情 你是哪个宫的宫女 为什么躲在这里 他不是什么鬼怪 只是脸上被木炭污了 不必害怕的 对待女孩子 朱素还是很温柔的 只是 他自己没察觉到 他说话的样子 比朱弟更像居心叵测的恶人 活生生一个片小萝莉 看鲸鱼的怪鼠鼠 什么宫女 你看他身上 哪里是宫女的衣服 朱弟却是一把 把朱素护到了身后 朱素一愣 他这时才发现 女孩身上一袭水色丝绸长袄 那材质明显不是宫女所能穿得起的 说 你混进这御花园 异于何为 朱弟继续贺问 女孩又是一恶 但出乎意料的 竟然没有吓得失去了分寸 他赶紧擦了擦眼角的泪痕 站起身来脸刃一脸 年纪虽还小 仪态却竟显大家闺秀的风范 小女子徐妙云 见过阴王殿下 见过吴王殿下 徐妙云 朱弟反倒被这女孩子 落落大方的模样 弄震住了 朱素却已经反映了过来 他惊讶地看看这女孩子 又看了看身前的朱老四 自己莫不是 撞到了永乐大帝和徐皇后 这一对帝后的历史性相识现场 徐妙云 魏国公徐达长女 实在其天资聪颖 贞结贤静 有女诸生的美誉 后子为燕王朱弟正妃 二人夫妻恩爱 生有三子一女 朱弟进南成功之后 更是封徐氏为皇后 徐氏死后 朱弟哀痛不已 此生不再负立皇后 对于这对在历史上 有着深远影响的帝后 朱素理所当然地 对他们的爱情故事 十分感兴趣 他的眼神逐渐八卦起来 你认得我们 朱弟依然皱着眉头 不过语气已经不负刚才的敌意 徐妙云毫不心虚的样子 驱散了他的警戒 小女子是进宫陪侍皇后娘娘的 家父乃魏国公徐达 徐妙云毫不慌乱 不紧不慢地说道 话中条理清晰 啊 朱弟想起来了 母亲马皇后 确实经常幻京中贵女进宫 共同做些仿杀织布的活计 这习惯 还是之前朱元璋征战天下石流下的 那时 老朱与手下朱将四处征伐 唯有家中老小留在后方 马皇后便担当起了 照顾将士们家小的职责 安排朱将家中男孩 与朱元璋诸子共同上学 女孩则由他亲自带着 交起仿杀织布 勤俭持家 不止孩子 马皇后还悉心照顾 朱将遗留在家的家人 他能记得所有老者的生辰 一到了日子 必定亲自带着礼品前去探望 遇到家中有困难的 他往往省吃俭用 甚至变卖自家首饰 省下银钱来吉人所难 这份习惯如今依然存在 老朱的老班底们对马皇后 甚至比对朱元璋更加敬爱 因为徐叔叔征战在外 所以娘就把徐叔叔的女儿 接进了宫中 是这样的啊 朱素恍然大悟 史书上说 朱弟和徐皇后青梅竹马 原来根子是在马皇后的身上 徐叔叔的女儿 朱弟这才完全解除了戒备 他松开了护住朱素的手 那你不去陪着母后 偷偷躲在这里哭干吗 终究只是十岁左右的小女孩 徐妙云一正之后 脸上那层强装出来的优雅 慢慢剥落 大大的双眼 再度郁满了湿气 我 小女子 小女子心忧家父 一时无状 才在御花园里 惊扰了两位殿下 实在是 女孩年纪虽小 但这一哭 却大有梨花带雨之感 连经历过后世 无数性感女明星轰炸的朱素 都有惊艳的感觉 这小女孩 活脱脱一个美人披萨 小美人垂泪 朱素八卦的眼神 转向自己的四哥 朱老四 上啊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哦 原来是因为北征的事 那有什么好哭的 你放心吧 等我长大了 我一定领兵北上 亲手斩杀了那个王宝宝 给徐叔叔报仇 小朱弟单手握拳 遥望北方 未来追往朱北的永乐大帝 此刻霸气近路 啊 朱素单手扶 有你这么安慰人的吗 人家徐叔叔还没死好不好 徐妙云已经正住了 树西之后 小女孩双眼开始掘低 豆大的泪珠再也不受控制 顺着精致的小脸 一滴滴地滴在了花园的泥地上 我 我有些不是 先行 告退 女孩咬着下唇 明明难过的井 却还是在拼命地想忍住嘞 草草失了一礼 徐妙云立刻转过身 就想往御花园的出口跑去 等等 朱素开口叫住了徐妙云 他先是回头 嫌弃地瞪了朱老四一眼 把正在畅想自己未来 征战沙场英姿的 永乐大帝瞪得一脸猛逼 哎 朱老四还是太嫩了些 毕竟只是个十三岁的毛娃娃 毛还没长齐呢 还没开翘啊 算了 这里还是 让我经验丰富的朱五爷出手 为这个没用的朱老四 挽回局面吧 毕竟此生是兄弟 就勉强屈尊 当一当聊机 徐小姐误会了 我四哥想说的是 徐叔叔 不会有事的 哎 哎 一男一女两个声音响起 不止徐妙云 连朱弟也一脸疑惑 看向满脸笃定的朱素 武殿下是说 我爹没事 徐妙云仿如抓到了救命稻草 他直接忽略了朱素的前半句 可是有什么确切的消息 自徐达御夫战报传来 魏国公府一片愁云惨淡 母亲 二娘等皆都寻思觅活 家中书百长辈都大摇齐头 说大元倾国一击 国公爷在人家的地盘上 诱重了王宝宝计策 此番肯定是凶多吉少 他想进宫向皇后娘娘探听些消息 但皇后娘娘却只是好言安慰 并不愿意多说 他听人说 前些日子 陛下与皇后娘娘去了五皇子院里 出来后陛下便否了增兵长城的谏言 说不定 陛下和皇后娘娘在五皇子那讨论过什么 被五皇子听去了呢 确切的消息 倒也不算 朱素犹豫了一会 终究还是说道 总之你放心吧 徐叔叔绝对不会有事的 他和王宝宝是老对手了 怎么会完全没有防备 即使是有所损失 也断然不会全军覆没的 过一阵子 想必就会有报平安的消息传回来的 徐妙云面色一喜 他虽然素来聪颖 但观心则乱 难得有人断言 父亲不会有事 不自禁地就想相信 但此时朱老四却插嘴道 老五 你别在这胡吹大气 兵士我比你精通多了 徐叔叔 哪那么容易逃出生天呢 此话一出 两刀目光顿时转向了大花猫一般的朱弟 徐妙云的眼神中带着怨愤 哪怕他再温婉 也难以忍受 这个讨厌的四殿下 一而再地咒自己的父亲 朱素的眼神 则是生无可恋 朱老四 我这是在帮你补锅呢 有你这么拆台的吗 这是何等的钢铁直男 看我干嘛 我说的是事实 朱弟一脸理直气壮 他捡起一根树枝 在地上哗啦了起来 神色中带着一股 我最懂兵士的自傲 对朱素说道 蒙元王宝宝那边 所统领的都是骑兵 一意代劳攻其不备 哪里会给徐叔叔机会 自古骑兵突袭 从来都是摧枯拉朽 这回他们 还是伏击 只要一冲破了大军队列 绝对就无法重新站稳脚跟 场面只会是一面倒的屠杀 小朱弟说的有理有据 他指着地上画出的假想战局图 一脸认真地看向朱素 全然无视一旁 徐妙云渲然欲气的悲愤目光 朱素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这思 谁要和你推演这些战局了 没看见一边的徐妹妹心都要碎了吗 大胖胖瓦冠机 乃至宝宗 他们到底是怎么升到这个世界上的 哎 要是宝宗就这么被提前蒸发了 好像也还不错 眼见徐妹妹期盼的眼光转向了自己 似乎希望自己狠狠驳斥一番 这个一心咒徐达死于非命的憨憨 为了不让小女孩伤心 朱素叹了口气 悠悠地说道 四哥 你的所谓自古 是指以往历史中的战力吧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明军之中 装备了大量火枪 足以在蒙古骑兵的冲锋之中 稳住阵型 据史书记载 临北之战中 徐达就是倚靠着火器营 在蒙古骑兵的冲击之中 勉强稳住了阵线 虽然损伤了近万民军 但还是带着大部队步步为营 安全撤回了长城 火枪 朱老四眉头一皱 他确实忘记了火枪的存在 确实 火枪能在一定程度上 克制骑兵突击 但是火枪的装填速度很慢 王宝宝又是伏击 一眨眼就会突进阵中的 徐叔叔他们 肯定招架不过来 朱蒂继续思索着 他幼年时就喜欢在军营里混击 经常缠着表兄李文中问东问西 火枪的优劣倒也十分清楚 眼看着丝还在固执击剑 朱素下意识到 火枪射速不够 可以用三段机呀 三段机 朱蒂一脸疑惑 就是火枪手前中后排成三列 朱素解释道 三人为一个小组 先由最前面的火枪手射击 然后退至队伍后方 专心装填弹药 由第二名士兵上前开火 而后 再由第三人 等到第三人开火完毕 第一人也装填好了 三人交替装弹 开火 弹丸倾泻而出 密集如雨 片刻不停 这样一来 蒙元骑兵即使再快 也无法突破阵型 冲过来多少 就要死多少 便是骤然中了骑兵伏击 想要重整旗鼓 也不是难事了 其实在史书之中 并没有记载 徐达在临北之战中 使用了三段机战法 朱素只是情急之下 说出来驳斥朱蒂的而已 最早的三段机 其实来自于朱元璋的义子穆英 在平定云南时 指挥火枪兵 使用了三段机 而穆英平定云南 是在红武十四年 现如今 才是红武五年呢 不过 朱素这一番三段机的理论拿出来 顿时震得朱蒂目瞪口呆 他在脑海中不断模拟三段机火枪阵 对阵蒙古骑兵的战况 结果不得不承认 运用这一战法 确实能彻底压制铺天盖地袭来的蒙古骑兵 火枪战术居然如此厉害 朱蒂的眼中冒出金光 剑终于说服了朱老四 朱素也暗自松了口气 他伸出手 无比装逼地拍了拍永乐大帝的肩 老四啊 时代早就变了 你不要自觉的精通兵士 就老是沾沾自喜 且多学这些吧 这么说 我爹虽然中了埋伏 但也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安全回京 徐妹妹脸上泪痕犹在 但表情已经变得惊喜 不是可能 而是一定 朱素笑着说道 我都能想到的法子 徐叔叔天下名将 全身而退的法子 肯定比我多多了 我想现在 徐叔叔定然已经成功 撤入长城了 只是战报还没送回来而已 真的 徐妙云开心地蹦了起来 朱素不禁失笑 这小女孩 刚刚伤心的时候 也是举止得体 一副小淑女模样 现在终于流露出一些小女儿之态了 或许是注意到了自己的失态 徐妙云脸上红了一红 他微微下蹲 再度对着朱素脸任意里 谢谢武殿下开导 无妨无妨 朱素挥挥手 他用余光去看一旁的朱棣 只见朱队低着头 嘴里念念有词 还在沉思着三段鸡的事 已经完全把其他人当成了空气 朱老四啊 你不对你未来老婆说点什么吗 武殿下 还请容小女子告辞 家母日夜担心父亲 我想去和皇后娘娘告假 回家将这番话告知家母 徐妙云说道 看向朱素的一双大眼睛 已经恢复了神采 朱素有理有据地说明 以及话里的那份自信 让他不自觉地相信 这个少年的判断 他已经走出了 父亲可能马格果式的阴霾 迫不及待地 想要去安慰府中的母亲 啊 哦 好 那 再见 朱素朝他挥了挥手 徐妹妹又行了一礼 他对朱素奄然一笑 然后提着小裙子 迈着轻快的步伐 小跑着离去了 终究还是小女孩啊 心态变得真快 朱素再度失笑 这小女孩才刚转身 就顾不上要扮演小淑女的事了 至于这另一个小屁孩 朱素转头 朱弟还在那沉思着 甚至还蹲在了地上 用树枝在地上滑拉着什么 喂 回魂了 他拍了拍朱弟 去 别打断我 朱老四拍掉了朱素的手 既然可以三人一组 那么四个 五个 不是也行 朱素看着魔正了的朱老四 无语地摇摇头 这丝 老婆都跑了 还在这纠结什么三个四个的 徐皇后对永乐大帝的第一印象 肯定烂透了 不理会依然在自言自语的朱老四 朱素看了看天色 已经是正午了 是时候回大本堂 承受下午份的摧残了 话说 自己为啥要和朱老四 跑到这御花园来的 啊 一股子交味 终于让埋头推演的朱的 回过了神 朱素也突然想起了什么 两兄弟骇然对视眼 我的姬 事实证明 徐皇后可能无法让沉迷 推演战争的永乐大帝回神 但是考姬可以 由此可以判断 考姬对于永乐皇帝的诱惑力 要大于徐皇后 对永乐大帝的吸引力 故而 烤鸡的魅力 徐皇后精炼如上推导过程 得出答案 鸡实在是太美 闲话少许 总之 朱素朱弟两兄弟 终究还是没吃到美味的烤鸡 回到大本堂之后 他们还遭到了二哥朱爽 优越目光的洗礼 说好的 给我带些的 鸡呢 不幸中的万幸是 玉厨徐心祖 并没有因为丢鸡而大动耽搁 想必也是知道了 溜进玉膳房的小贼 究竟是何人后 哭笑不得地选择了西式宁人 想来也是 两个小屁孩子 怎么可能真的能神不知鬼不觉 摸进玉膳房这种宫中重点 不过是侍卫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大本堂的日子 一如既往的无趣 朱素这几天也好好地上课 也没再整些类似论语的幺蛾子 他沉下心来 静静等着北边战暴如京 只要战暴一来 自己的穿越者身份 老朱也该信了吧 穿越者身份一曝光 还怕不能拿捏老朱 让他乖乖准 自己退学 只是 朱素实在低估了这个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 都几周过去了 老朱那边依旧杳无音信 大哥朱彪所说的祭天斋戒 倒是准时到来了 一连几天的斋饭吃得朱素嘴里吃饭干 百无聊赖到了一日傍晚 朱素正听着台上宋老夫子讲的论语 昏昏欲睡 二虎突然从外头进来 宋大人 陛下口谕 宣武殿下前亲宫见驾 正摇头晃脑的宋老夫子闻言一呆 朱素则是大喜 来了 终于来了 吱压一声 前亲宫的宫门被关上了 黄昏的阳光透过窗帘 不均匀地洒在了前亲宫内的地砖上 昏暗的室内 让朱素不自禁地眯了眯眼睛 内侍们应该都事先退下了 偌大的前亲宫里 连一点声息也没有 爹 朱素看到窗前 有一道如山岳般的背影 老五 朱元璋转过身 他面色复杂地 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 过来 来这坐下 爹你这是 朱素有些毛骨悚然 老朱这什么情况 不会是把自己当成妖孽 准备大意灭亲吧 他有些心虚地 看了看两边的围账 莫非 里面藏着三百刀斧手 就等着摔杯为号 偷偷摸摸地张望什么呢 给咱过来 见朱素一脸心虚地瞄来瞄去 老朱一股无名邪火 又冒上来了 啊 好 这才是正常形态啊 朱素放心了 不对儿子凶巴巴的老朱 算什么老朱 朱元璋也坐了下来 他指了指桌上的两封战报 这两份分别是北征西陆军中陆军的前线战报 西陆军赴有德连下树阵 已攻下了大半个甘肃了 中陆天德虽中了服 但他反应很快 已靠着火枪和步步为营的战术挡下了王宝宝突袭的大军 在那种局面里 竟然硬生生保住了保住了大半主力 安全退回了长城 一切都和你说的一点不差 朱素看着那两封战报 没有说话 他知道老朱一定还有下文 老五啊 咱问你 这北征的战局发展 你是怎么料到的 是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又或是有高人指点的你 这是国家大事 你如实对爹说 不准说谎 看着老朱严肃的脸 朱素心里暗叹口气 这位便宜老爹 事到如今 还是不愿意相信穿越者的存在吗 爹 朱素也坐直了身体 无比严肃地再次宣言 北征的战局 不是我想出来的 也不是有什么高人指点我的 是我前世的时候 在历史书上看到的 我真的是跨越了六百五十年时光 从未来穿越而来的 一名穿越者 这一次 朱素没有抖鸡灵 也没有吊铃铛 他无比严肃地和朱严章对视着 前清宫中的空气 再次陷入了沉寂 两久 朱严章才叹了一口气 不可思议 天下间 竟然还有这等歧视 咱还想着 是不是你拜了什么方式为师 或者得了什么称伟邪书 不过也是 那些称伟之言 多是似是而非 那可能如你这般 预料得这么详尽的 您这是信吗 朱素喜道 那两封战报 摆在咱的面前 咱又如何能够不信 朱严章不在正经危坐 他靠在椅背上 拿起桌上的白玉如意 在手中拍打起来 这么说 你真是从六百五十年后的未来 穿回来给咱当儿子的 嘿 倒是有趣 啊 什么叫穿回来给你当儿子 说的和我上赶着似的 朱素黑黑一笑 上前个老朱垂起肩膀来 您红武大帝的名头 在后世 那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给您当儿子 那是咱的福分呀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为了当逍遥王爷 当然要上赶着了 真的 老朱眼睛一亮 那你说说 后世人都是怎么评价咱的 那自然是极尽赞美 朱素狗腿的拍着马屁 您的工业 那是妥妥的标饼史册 驱逐葫芦 恢复中华 立刚沉济 旧记思明 光是这一条 便是秦皇汉无所不及之伟业 更别提 您等怀佑不一 却能崛起于乱世 便是开大汉四百年基业的汉高祖 也不能急 他好歹还是个亭长呢 后世有谁人不知 我大名开局一只碗 结局一根绳 针针铁骨 光耀千秋 朱元璋本来正拍着白玉如意 脸上浮现出一抹自得 朱素所说的 都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事 听到这些 果然为后世所传送 他大有不须此生之感 哪有不得意的 但听到开局一只碗 结局一根绳那儿 却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劲 开局一只碗 他猜得到 毕竟自己画过圆 那也不是什么隐秘 但结局一根绳 细细一想 顿时脸上一黑 老五 老朱也当了几年皇帝了 早已练到了 七情不上脸的境界 但他单是收起面上得色 室内温度就陡然降了七八度 细说结局一根绳的事 啊 朱素一呆 脸上不自禁地划过一滴冷汗 完了 说顺嘴了 本来还想着 先只说好话 把老朱哄高兴了 答应了自己 从大本堂退学的事再说呢 把一根绳的事告诉老朱 老朱还不得暴跳如雷 自己还怎么开口退学的事 见朱素你也懦着嘴就是不说 朱元璋眼神微微一鸣 老五啊 那你给咱说说 六百五十年后 那时的我大明朝 是一副怎样的盛况 哎哟 我的好父皇 还盛况呢 那时候 你的大明都量了快四百年了 见朱素依然面有难色 朱元璋的心开始 往下沉 他一拍桌案 说 给咱说 是哪个不孝子孙 当了这亡国之君 我大明 究竟是怎么亡的 父皇息怒 朱素被唬了一跳 条件反射的就跪了下来 您 您先别生气 大明亡国 距如今还有二百七十余年呢 盛唐享国不过二百八十九年 两宋加起来才三百一十九年 强盛无比的大汉前汉才二百一十年 后汉也才一百九十五年 算起来 我大明想过 其实还算长得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老朱对自己动真怒 那股铺天盖地而来的皇者龙威 是真真切切吓到他了 心里不禁也有些庆幸 幸好老朱虎独不四子 要是换了其他穿越者 敢在老朱面前说大明亡了这种话 只怕现场就要被暴怒的老朱拔剑斩了 二百 二百七十余年 朱元璋目光正正 他仿佛被抽空了力气 颓然靠在了那张黄花离太师椅的椅背上 他向来自视甚高 又以不一之身平了天下 自觉远胜立朝皇帝 至少 在知晓民间疾苦这一方面 他是有绝对自信的 朝堂上任何的盈盈狗狗 都瞒不过他洞悉一切的眼光 出身的不同 以及这一路走来的经历 让他比其他皇帝更多了一份名物 得明星者得天下 想要天下长治久安 就必须要惩治贪官污吏 只要手握明星 天下就能万事不易 他甚至已经开始实行一个计划 制定一个万事不易的法则 让这个天下的万事万物 都依照这个法则去运转 如户籍 如鹿影 如海境 只要按照这一框架 江山 将万古不变地 永远掌握在诸姓皇帝的手中 但是 现在诸素告诉他 大明朝只存在了270余年 他满怀信心地认为 自己打下的基业 即使不能万事长存 也该能能存续个千年 万年 结果 却只仅仅区区数百年 那么 咱的大明和那些汉唐两宋 又有何区别 大明 大明是怎么亡的 见诸素一脸犹豫 朱元璋一拍桌案 说 全都说 彻彻底底地说 我大明 究竟是怎么亡的 大明之王 后世有很多说法 诸素耸拉着脑袋 开始娓娓道来 从明面上看 大明王于内外交困 内有李自成 张献忠等举气作乱 外有 哼 果然是乱民作乱吗 还没等诸素说完 老朱就冷哼一声 这一套剧情 老朱可太熟悉了 李自成 张献忠 咱记住了 你继续说 百姓作乱 必是由于朝政荒废 这是国家出了婚居 是哪个不孝的龟孙 不学他勤政的祖宗 偏偏学那元顺帝荒废朝政 最后弄烂了我大明的大好江山 老朱气场全开 咬牙切齿 倒也不能全怪崇祯 朱素张口 忍不住给大明最后一任皇帝 说了句好话 崇祯二字一出 朱元璋就猜到了 这是一个年号 所谓崇尚真详 这个年号 必定就是大明王国之前最后的一个年号了 他的心里又是一锦 崇祯帝虽然能力不济 但也有崇祯大明之心 只是大明那时已经病入膏肓 先是天灾不断 崇祯元年 全闪天赤如血 崇祯五年 粮食颗粒无收 崇祯六年 大水漫地 飘梅如涩 崇祯七年 秋黄漫天 百姓易子而食 崇祯八年 朱素如鼠家珍 细数崇祯年间的各种灾害 竟是年年都有大灾 听得朱元璋面范铁青 那时正值小兵和时期 八月都能飘雪 百姓光冻死饿死 就有无数 又有疫病泛滥 异常鼠疫 甚至导致精英将士 还未等敌军来袭 便已死得实不存一 如此乱局 崇祯空有崇整河山之心 但手中无钱无粮无兵 又如何挡得住 明末的这份败局 哼 朱元璋闷闷地哼了一声 无疑 朱素这种无力回天的论断 让他彻底破了房 便是如此 朝中若是有忠臣良将 亦不至于走到亡国这一步 那么多领兵的将军 莫非全都做了乱臣贼子 对了 勋贵呢 咱开国 封了那么多与国同妻的勋贵 为何没人站出来扶宝江山 莫非他们都断子绝孙了不成 朱素抬眼看了老朱一眼 心说 他们倒不是断子绝孙了 只是再过个几年 就要被您亲手霍霍的差不多了 没几个香火 能撑到明末的 不过 此时老朱正在暴走 朱素也不敢提这一茬 便毕重就卿说道 那时的大明 已经没有多少堪用的良将了 那时 文官早已长了重权 不断打压武将地位 大明文贵武剑 小而皆知 武卿文重的风气 愈演愈烈 以至于我大明后期 一个六品的武将守备 见到一个七品的支县 都要打工做一 而支县却趾高气扬 不屑还礼 武将领兵出征 必受到文官重重制肘 不知兵的文人监军 越过主将胡乱指挥 将领分毫不敢违抗 可若因此招致战败 却由身为武官的将领受过 监军则最多被身吃一番 板子高高抬起 轻轻放下 到了崇祯年间 甚至找不出几员能统领大军的武将了 大军主帅往往由文官担任 即便如此 朝中大员们也是极尽忌惮 文官们为排除一己 罔顾朝廷大势 随意颠倒黑白 党同伐异 不择手段 朱元璋目瞪口呆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大明在两百多年之后 会变成诸宿口中的这副模样 卫所呢 咱设立卫所 划定军户 能为大明世世代代 养出百万兵马 便是连年灾年 军户死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 派一只猪当统帅 都足以将那什么李自成 张献忠之流 彻底覆灭了吧 朱肃摇了摇头 哼 为所君治 李自成 可就是一所军户出身 一所军户 老朱怒目元征 军户有田有业 只要我大明在一天 他们世世代代 都有铁饭碗 又为何要反 自明太祖 也就是您那个 之后 为所军纪废池 事官肆无忌惮 兼并军户土地 建成地主 失去土地的军户 陷于户籍身份 只能世世代代为军户 无法令谋生路 渐渐沦为事官奴仆 永世无出头之日 也因此 越来越多的军户 宁愿淘旧成为流民 也不愿世代为奴 为所缺缘严重 实不存一 再者 到那时候 军户们早不赴先祖之勇武了 他们世代勿农 又训练废池 哪里懂得行军打仗 其战力之低迷 往往几时流寇 就能击溃数千位所军 更兼连年天灾 为所军户实不果腹 对朝廷一时怨念深重 李自成 张献忠等反贼登高一呼 流民 军户竟无不隐从 这一番话 说得朱元璋瞳孔俱阵 他倒退两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为所之必 静置于私 这可是他最为得意的 一项国策呀 他曾满心欢喜地以为 只要实行为所制 大明便永无兵源之患 足以保大明江山永固 却没想到 军户出身的李自成 竟成了童死大明的一把尖刀 想起自己曾在朝会上放出豪言 言道阵养兵百万 不费百姓一厘米 老朱就觉得自己造得慌 养兵百万 却是帮反贼养的 所以 那个军户李自成 就是领着我 大明无数的军户流民 埋葬了我大明的基业 夺走了我朱家的江山市 老朱的声音 掩盖不住的疲惫 自己最得意的国策 竟然是错的 这深深地打击了他的自信心 是 也不是 朱素摇了摇头 亡了大明的 确实是李自成 但最后坐江山的 却不是他 不是他 朱元璋又震惊了 今日所听到的东西 实在是太过离奇 他撑着扶手 探出身来 你不是说 大明王与内外交困 内有李 张等人 说到这 朱元璋眼中凶光暴涨 这么说 夺得这江山的 是亡于外敌 莫非 是蒙元 老朱双手轻轻抱起 心里的杀意 已经压制不住了 蒙元 蒙元 莫非 咱有生之年 没有跟出蒙元这个祸胎 又让他卷土重来了 不是蒙元 却见朱素又摇了摇头 是剑州女真 剑州女真 老朱猛了 这又是什么老十字玩意儿 剑州女真 是居于辽东的一个少数民族 以渔猎为生 朱素达道 其本不过 是一个小部落 我大明还得其多有恩惠 但其崛起之后 却数次袭扰我大明北方边境 最后更是趁着我华夏乱局 来了个黄雀在后 窃具神器 夺了我汉人江山 老朱精的眼睛都快掉了 他急急问道 那李自成呢 张献忠呢 他们击败了我大明 却被一个小部落摘了桃子 李自成一行 终究只是流寇罢了 他们攻下京城之后 自觉大局已定 便大肆享乐 向官民讨想 得赢七千万两 然不过四十二日之后 他们便丢了京城 仓皇逃窜 废物 废物 老朱痛心疾首 倒是对李自成 恨铁不成钢起来 马上他又想到了什么 恨恨到 区区如此废物 大明朝廷上下 竟束手无策 朱元璋狠狠地喘了几口气 朱素担心地看着他 害怕他因太过生气 直接气死在这前清宫里 幸好老朱此时还是壮年 暂且还受得住 他捂着胸口 抬起眼看向朱素 所以 那见周女真 便入主了咱的江山 是 朱素点点头 想起那扬州十日 家定三徒 神州自此板当 华夏再也跟不上世界的步伐 女真皇帝 却在百姓的血肉上 吹嘘着康乾盛世十全老人 直到西方的尖传力炮 轰开了国门 老妖婆依旧想把所有 华夏人民踩在脚下 恬不知耻地宣称 宁与友邦 不予加奴量中华之物力 劫与国之欢心 想到这些 朱素也不禁握紧了拳 前清宫陷入了寂静 夕阳已然落山 屋里一片漆黑 父子二人却都默默无言 两人都没心思换工人 那时来点起蜡烛 只是游着夜的黑暗 将自己吞噬 两久 心情激荡的朱素才 悠悠开口 可怜崇祯若是生在了太平年月 或许也是一个守城之君 天起七年 崇祯那个躲在宫中 做了七年木匠活的皇兄驾崩 将这个残破的天下 交在了年仅十六的崇祯的手上 当年十一月 崇祯朱沙拳燕魏忠贤 将燕党连根拔起 任用以忠正贤德闻名的东陵党人 颓丧了数十年的大明朝 竟因应有了一丝忠心的气象 那时的金钟百姓 无人不拍手称快 个个都欢庆大明朝 终于迎来了一位少年明君 一位新的忠心之主 哪长想 朱肃的声音极尽嘲讽 什么忠正 贤德 不过是另一群无用无耻之徒 平日束手谈心性 临危一死报君王 他们倒是有了后世名 但这大明江山 却在所谓的忠正营朝中 彻底沉沦了下去 说 老朱的声音毫无起伏 给咱 继续说下去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夜 作为大明最后一任皇帝的崇祯 以自治无力回天 他安排三位皇子逃出京城 后返回后宫 命皇后与贵妃自艾 并拔剑 斩杀了自己的妃嫔 连他最爱的两个女儿 都被他忍痛 他们一个才十五岁 另一个才六岁啊 朱肃扭过头 说不下去了 老朱在黑暗中的身躯一阵 竟有两行量晶晶的泪 从洪武大帝的虎木中躺了下来 那是自己的子孙啊 说 继续说 他死死盯着黑暗中的朱肃 朱肃吐出一口浊气 继续道 次日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宫中诸人已坐鸟寿散 崇祯亲往前殿明忠 坐于殿上等候百官入朝 然而 等了一日 却无一人进宫面圣 老朱眼睛凝了凝 皇帝亲自明忠 却无人入朝 这是朝中上下 连一个忠良也没有了呀 你继续说 他冷声道 声音里已经抑制不住地带着煞气 那时 李自成已经攻入皇城了 崇祯皇帝带着太监王承恩 于眉山 字翼 结局一根绳 结局一根绳 老朱终于明白了 结局一根绳的意思 他咬着牙 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地狱 临死前 崇祯皇帝留下了最后的一招 朱肃继续说道 朕良德秒功 上干天就 然皆诸臣勿震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 自去冠冕 以发覆面 人贼分裂阵师 无伤百姓 一人 朱肃缓缓说道 大明帝国最后一任皇帝的遗诏 如轰雷一般 在明太祖朱元璋的耳边乍响 朱元璋情不自禁地站起身 眼睛里满是痛惜 他 他是这么说的 是 朱肃点头 好孩子 这是个好孩子啊 朱元璋的泪水 终于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他似乎 已看到了一个穿着龙袍的青年 在一片废墟之中 满面残然 跪着祈求他这个祖宗的原谅 他甚至在死前还在担心贼寇会不会迁怒百姓 咱 咱不怪你 你必是已尽了力 要怪 就怪那些奸臣 贪官 反贼 打卢 老朱咬着牙 焦躁地在乾清宫中夺来夺去 那些个乱臣贼子 竟敢如此欺辱咱的子孙 让他连死了都满怀怨愿 可不 朱肃也是恨得咬牙 西时国库贫乏 朝廷发不出军饷 崇祯无奈之下 只得落下脸向朝中大臣酬赢 费尽心思才酬到了白银十二万两 可李自称进京之后 竟在京中搜刮出了七千万两白银 其中 多数来自朝中官员 什么 老朱简直不敢相信 贼人能考出七千万两 皇帝拉下脸来 竟然只愁了十二万两 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 这些朝中大臣 哪个不是独胜贤淑 满口的人意道德 竟然如此 如此 无耻 无耻至极 老朱怒吼出声 还有更无耻的呢 朱肃哼了一声 东陵党有一领袖 名唤前千亿的 听闻国破君死的消息 他的小妾卑不自胜 劝他一起投水殉国 这撕到了江边 竟然怕了 脱成水太凉 不敢赴死 等到了剑州女真入寇中原 发布剃发令 要所有汉民将头发剃成鼠尾 并宣称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 这丝禁带头响应 直接将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的圣人训事 抛到了脑后 把头发剃成了丑陋无比的老鼠尾巴 他那小妾子问他 他竟恬不知耻 说自己剃头 是因为头皮痒 身为朝廷大员 东陵党领袖 平日自诩道德君子 都无耻到这个地步 这四日后 甚至在达鲁的朝廷里 做到了礼部侍郎 诸素恨声道 呵呵 水太凉 头皮痒 好啊 好啊 老猪怒急返笑 他额前轻轻暴跳 甚至已经血贯同仁 前千亿的这份无耻 成了压垮老猪理智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他亮亮呛呛 走到了剑架前 忽然呛狼一声 拔出了那柄 跟着自己征战天下 斩杀过无数贼寇达鲁的宝剑 无耻逆贼 给咱死 寒光闪过 那张坚硬厚重的 金丝南木玉制珠案 竟被直接一批两断 陛下 前轻宫大门 被猛然推开 二虎与一众假释 腰胯长刀 手指火把 急匆匆地冲进了进来 待看见了宫中并无他人 只有依旧愚怒未消的 陛下和五皇子 以及那张被一批两半的 珠案之后 二虎愣住了 陛下方才 明明大喊逆贼 逆贼呢 退下 老猪游字盯着 被劈成两半的珠案 那珠案 终究不是钱千亿 他手握着宝剑 只觉得那口气欲结不去 胸口堵得厉害 陛下 二虎担心地看着他 咱说 退下 老猪怒吼 二虎下的一个机灵 赶紧带着侍卫们 灰溜溜地退了下去 老五 过了两久 老猪才 勉强平复了些思绪 天色晚了 你先退下吧 咱累了 要好好歇一歇 定顶江山 气吞万里如虎的明太祖 此时却仿佛老了数十岁一般 是 珠素担心地看了便宜老爹一眼 躬身殷实 他不禁有些后悔 一说到明末乱局 难免激动了些 似乎刺激到老猪了 见老猪一就在那里出神 珠素行了一礼 轻声往宫门退去 老五 老猪再度开口了 嗯 我在 记住 今日和咱说的这番话 不许在外头说 老猪说道 是 珠素点点头 他还是知道轻重的 自然不会在外面乱说 去吧 把门带上 咱休息一会 老猪挥了挥手 也不管地上一片的狼藉 踢着宝剑缓缓转身 坐在了正中的那把太师椅上 珠素再度点了点头 他倒退着走到门口 将大门轻轻关上 透过门缝最后看到的 是洪武大帝 那欲责人而逝的眼神 中八 你怎么了 深夜 昆宁宫 马皇后被辗转反侧的丈夫饶醒 发觉丈夫正望着围杖出神 忍不住担心道 妹子 咱吵醒你了 见自己不小心吵醒了妻子 老猪语气中有些抱歉 自乾清宫谈话之后 他便陷入了负面的情绪当中 珠素走后 他又拿起宝剑 将乾清宫的那张 越岸砍得七零八落 他恨不得 将那些胆敢欺辱他子孙的婚冠 反贼 统统砍死 好烧解自己心中之恨 然而 那些都是两百七十多年后的人物 纵使 他朱元璋能开天辟地 白手创出大明朝制等大基业 却也无法穿越时空 将那些两百年后的家伙们 斩尽杀绝 他疯狂地以宝剑砍着书案 却无法消解 丝毫胸中的狂怒 最后还是马皇后闻讯赶来 拦住了壮弱风魔的朱元璋 看到马皇后 朱元璋终于不再暴怒了 只是颓然地坐倒在椅上 一句话也不说 马皇后也不问 他回退了工人 如同当年还微末时那般 亲手为丈夫更衣洗漱 为他脱靴 抚慰他上榻歇息 然后 待在丈夫的身边 静静地陪着他 乾清宫已经一片狼藉 自然是住不得了 事已 今晚夫妻两住的是昆宁公 然而不再狂怒的朱元璋 却依旧无法入眠 他不敢闭上双眼 只要一闭上眼睛 他就仿佛看到了 他的江山遍地风火 他的百姓为异族践踏 他的后人吊死在枯树上 如同噩梦 众八 马皇后担忧地看着老朱 是不是方才 索尔对你说了什么 果然瞒不过咱妹子 老朱看了结发妻子一眼 苦笑一声 左右也睡不着了 他干脆站起身 坐在了屋角的圆桌旁 他伸手给自己 争一碗冷茶 一仰波 一饮而尽 更深露重 怎还喝起了冷茶 肩头微微一暖 是马皇后拿了件长袍 给丈夫披上 他顺势在老朱的对面 坐了下来 说说吧 苏尔他都说了什么 他 老朱有些犹豫 他不想让妻子承担这份沉重 众八 我是你的妻 马皇后的面容 无比严肃 无论何事 你我都该共同担着才是 莫非 你是觉得我小门小户 配不上你朱皇帝了不成 妹子 这 这话又怎么说 此话用在老朱 这可谓无往不利 老朱立刻就怂了 这 哎 咱就告诉你吧 老五他 告诉了我 大明最后一任皇帝的死状 大明最后一任皇帝 马皇后一愣 心中骤然一紧 他的大儿子是太子 大明最后一任皇帝 也是他的未来子孙 是 是什么模样 哎 老朱叹了一口气 随后便就这屋里的月光 将朱素所说的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马皇后 他 他竟然 是吊死的 说完崇祯吊死眉山 马皇后已是红了眼眶 让自己的儿子逃命 自己却宁死不逃 杀妻 杀女 而后自尽 死前还在愧疚 自己对不起祖宗 如此刚烈的皇帝 却肯向贼子恳求 误伤百姓一人 甚至宁愿自己死无全尸 这是一个好孩子啊 马皇后已与戴乌烟 之前见老朱这般愤怒 他满心以为 定然是王国之君种种的不孝之举 气坏了他 却没想到 竟是这样一个宁折不安 一心未鸣的孩子 历朝历代 何曾见到如此刚毅涌烈的王国之君 而且这个孩子 竟是死得这般的悲怆 马皇后正正地看着地上一抹如霜的月光 在那抹月光里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 长相酷似太子珠标的青年 一脸悲戚地朝自己叩头 然后毅然决然地 将脖子伸进了挂在枯树上的绳结之中 他是含恨死的 老朱恨的咬牙 几乎是从牙缝里蹦出的这几个字 燃接诸臣物证 他是被那些杀千刀的官们 给唬了去了 奶奶的 这些贪官贼官 该杀 统统该杀 重疤 别冲动 马皇后忙拉住他 生怕他一时冲动 那如今 朝堂上那些官开刀 崇祯那孩子是两百多年以后 那时的官 和现在朝廷上的百官可没关系 还不是一样 老朱两眼一瞪 你看看那些官 咱的儿孙拉下脸 向他们酬赢 十几万两就打发了 贼一军杀进城来 直接刮出了七千万两 七千万 这些读书人满口的仁义道德 脸都不要了 一咱看 咱这一大宝剑 往朝堂上劈下去 十个有八个 都不算无辜 那也不能乱杀呀 马皇后柳梅一树 丝毫不虚暴怒中的 红武大帝 现在天下刚定 你因为未来两百多年 还没眼儿的事 就想大杀朝臣 以后谁还给你当差 你还当什么皇上 那 那怎么办 老朱愤愤道 知道了儿孙日后 要被这样欺辱 咱们当祖宗的 就只能这么干看着 那也不是 却见马皇后 擦了擦眼里的泪花 拉过老朱的双手 让老朱面向自己 种吧 我是妇道人家 本来不该干预朝廷政事的 但是崇祯也是我的子孙 这事儿我必须得说 两百七十年后的局面 咱们管不了 也拦不住 但是 咱可以管好现在 妹子 你是说 朱元璋也猜到了些什么 种吧 上天让苏尔穿越到现在 就是我们的机会 马皇后肃然道 你是大明开国的皇帝 苏尔则知晓 大明未来的进展 不 只怕不止如此 大明未来的灾难将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皇帝未来施政的弊端 乃至于什么政策是救国良策 什么政策会唱歪了惊 苏尔必定都门而清 有了苏尔在 你大可以帮子孙提前不好窟窿 避免那场惨剧的发生 嗯 老朱神情一阵 其实 他未必没有想到这一截 只是方才听到自己后人的惨状 加上对前千亿等人无耻行径的愤怒 彻底蒙蔽了他的理智 他本就是个易怒的人 再加上得知自己引以为傲的君户制度 在日后彻底崩溃 成为了大明江山的掘墓者 这种挫败感 让一向自信的他 变得开始自我怀疑了起来 他甚至想过 这莫不是上天在冥冥之中 操纵着这一切 他让一个皇朝永远逃脱不了三百年的轮回 大明的灭亡 莫非也是宿命 但现在马皇后的这一番话 如同波云见日一般 让他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 他胸中的机遇 化作了熊熊燃烧的壮志 那个气吞万里的洪武大的 又回来了 妹子说得对 不错 两百七十年又如何 即便是上天 划定了咱大明的寿数 只有两百七十年 现在 既然咱知道了这事 咱就和特奶奶的上天掰一掰手腕 补上窟窿还不够 咱 要创造一个真正的 万事不宜的大明 在这个深夜里 洪武大帝朱元璋的这一声嘀吼 终将在那只幼龙的帮助下 响彻整个历史长河 据老五说的那些 咱的大明亡了 是因为这些窟窿 转换了思路的老朱 立刻开始回忆朱素所说的话 他站起身 在月光中躲起不来 灾害 官员 军队 打紫 天灾不断 百姓少了吃的 官员贪腐 没有可用之人 军队孱弱 竟然连流寇都打不过 打紫席边 朝廷里头外头两边救火 要是朱素在这里 一定会惊叹于 老朱这份惊人的总结能力 要知道 在前清宫的那番谈话 完全是想到哪说道 十分笼统不说 话语既不系统 也无条理 老朱竟然能在这一堆 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中 无比准确地找到重心所在 将明末的局面 撂出个七八分 这份功力 不愧是建了国的 中八 你有主意了 马皇后问他 哪那么容易 老朱烦躁地摇了摇头 刚刚气昏了头 没细细问老五 何况那是两百多年后的事 咱就算留下了政策 也防不住某些不孝子孙 给咱唱歪了惊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肯定是一代又一代 慢慢演变成那样的 唉 这窟窿可不太好补 那怎么办 马皇后道 咱们知道了这事 可就得尽力才是 以后的大明有哪些后患 最好都给后世子孙 一个一个根除了 即使慢慢又有了新窟窿 只要咱们这代根基打得好 后世等江山 交到了崇祯那样的好孩子手里 他也不至于无力回天 妹子这话说得在理 老朱点了点头 还是要和老五好好谈谈 说不定 能在他那儿得到些好办法 不过 倒是有一个窟窿 咱现在 就能为后世子孙彻底堵上 顺便 帮咱那个好孙崇祯 好好地出一口气 朱元璋说着 眼中已经放出了凶光 中八 你是说 马皇后也反应了过来 没错 正是妹子想的那个 老朱冷冷一笑 这一回 妹子不会劝咱 莫要大开杀戒吧 马皇后一猜到了 但她只是愣了愣 然后对老朱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 她可不是 那些只知妇人之人的寻常女流啊 陛下 圣功万福 依旧是天还未亮 景深殿却已是烛火通明 见皇帝身穿明皇龙袍踏步而至 百官忙俯身行礼 同声问候 起来吧 老朱一阵衣袖 面上一片肃然 明明彻夜未眠 却丝毫没有倦态 周身却散发出阵阵皇者威严 陛下这是怎么了 丹毕之下 有臣子偷偷抬眼观察朱元璋 揣测着老朱的意思 自前些日子北征之事 这是第二次突然挤召诸臣入宫了 而且 这次非但仅有中书省官员 连礼部 兵部诸官 以及在京的勋贵 大将也都被换进了宫 甚至 太子朱镖也列席其中 至于最反常的 还是 众臣惊讶地发现 自建国之后 便极少在诸臣下面前露面的马皇后 此时也穿着极为正式的华贵袍服 郑金威坐在皇帝朱元璋的左侧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事 竟要整出这么大的阵仗 钟丽 在群臣一片坠坠之中 老朱开口了 朕问你 礼部先前入供的名单之中 可有建州女真这个名字 钟丽是礼部尚书陶凯的字 陶凯盲应声出列 听了老朱的话后 却是一愣 建州女真 没错 就是这个破名 老朱的声音 仿如来自九幽地狱 谁能告诉朕 这个建州女真现在 多在何处聚居 共有多少不忠 不止陶凯 满殿文武都被老朱给问猛了 建州女真 什么玩意儿 没听说过啊 纵然是在女真人建立的经朝 建州女真这一步 也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部落 更何况 此时的建州女真 还没和大明建立联系 甚至这名字也还没正式确立呢 建州女真 原为元亭五万户府中的卧夺连万户府 元朝败亡之后 建州女真分为三部 胡理改部 托文部 卧夺礼部 失去了元亭大腿的他们 实力越发衰弱 被野人女真追在屁股后面咬 一路逃到了图门江南岸的阿牧河地区 惶惶不可终日 直到红武21年 老朱与建州女真三部建立了联系 意图拉拢他们共同抗击元亭 建州女真三部才得以严松花江和牡丹江 迁居到图门江流域安居 随后的永乐元年 永乐大帝朱棣设立建州位 后又接连设立了建州左位和右位 才有了建州女真这个统称 之后 大明几代皇帝 更是数度加恩 对于这些女真人 明朝政府采取了极其宽大的方式 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宽厚人和 接纳安置了他们 明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 甚至远远高于对汉族百姓的待遇 近代清史学家孟森曾感慨道 明知会与属仪者 以建州女真 所备为最后 然而 却是养活了一只白眼狼 朱肃虽然也算懂些历史 但建州女真的演化迁移 他却是不知情的 自然也不知道 建州女真 现在连个官方点的名字都没有 是一老朱建州女真四字一出 满朝文武相顾猛然 竟然没有一个知道的 朱肃还没有答清这个名字呢 其实 就算他们听过这名字 估计也会很快遗忘 毕竟建州女真实在是太弱小了 相对于大明来说 他们就像是一只蚂蚁 一个毫不值得在意的丧家之犬 若非那时的大明四处寻找 可以帮自己牵制盟员的势力 若是没有大明未来的家恩 他们早就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又怎么会被现今的大明诸臣所注意 臣遍司礼部诸方国部落的名单 回陛下 并无建州女真之名 礼部陶凯 在心中确认了三遍 这才跪下对朱元璋禀道 陛下 兵部亦无相关讯息 兵部尚书也禀道 想来 此部女真或许并不存在 亦或只是个极其无名的小部落 因此 我等才无所闻 你们都不知道吗 老朱的脸黑了下去 百官相顾无言 老朱怒不可遏 莫非 这剑州女真 陷下真的 还不存在吗 连这个小小窟窿 咱都没法给子孙补上吗 如等快下 今日 必须给咱将这剑州女真找出来 老朱开始不讲理了 若有找到剑州女真的 咱寄她一个大功 场面依旧沉默 群臣只得冥思苦想 却依然想不出个所以然 毕 陛下 奴婢 奴婢想来 知道那剑州女真 一片可怕的寂静中 竟是角落的一个小太监跪了下来 她尖着嗓子 战战兢兢的跪伏在地上 你 看着那个不起眼的小太监 店中众人都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老朱更是虎目微秘 说 那个老石子剑州女真 究竟在何处 回 回陛下 小太监答话道 剑州附近 本无女真人居住 但近年 有三部女真因战事 迁移到剑州附近 想来 这就是陛下您所说的剑州女真 这三部女真 是狐狸改部 托温部 沃夺礼部 哦 刘伯温似乎想到了什么 出版禀道 陛下 此三部女真本受圆庭庇护 但如今圆庭示弱 其余野人女真首领 物敌哈达以麻痴 乃是世仇 确实很有可能受到野人女真的惊喜 被迫沿江 迁徙至剑州附近 若说诸部女真之中 谁最有可能是剑州女真 确实是这三部无疑 他心中有些疑惑 朝廷上下并无相关消息 陛下是怎么料到 女真三部沿江 迁徙至剑州附近 还说出剑州女真这个名字来的 此三部女真 部署在三到五万人之间 只是女真中的小部族 兵部尚书也出版禀道 有了确切的名字 那就不是两眼一抹黑了 听到剑州女真人数只有三到五万 如今遭了兵灾 只怕人数更少 朱元璋登时便冷哼一声 嘿 三到五万 来啊 给咱你指 命北征大军不必开回应天了 让天德在北平府修整 等候文中回返 等中路东路两路大军会失了 直接给咱开去剑州女真呢 咱要将剑州女真离亭扫穴 一个不留 此话一出 殿中官员无不哗然 这 怎么回事 刚刚还弄不清剑州女真是什么老实子 怎么话锋一转 就要对剑州女真动兵了 那个小太监更是惊呼一声 坐倒在了地上 陛下 底下的韩国公李善长顿势急眼了 出版道 陛下 妄动兵士 恐损及我大明名声啊 胡卫庸也出版奏道 陛下 北征兴拜 再度贸然动兵 恐制国家动荡 就连太子朱镖也大惊出炼 父皇 此乃不义之兵 而臣请父皇收回成命 咱收个屁的成命 看到太子出炼 老朱更生气了 咱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 你这归儿子的子孙后人 你指 咱此番 必定要凭了剑州女真 父皇 朱镖一脸惊诧 父皇看自己的那一眼 怎么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但宋夫子教授的儒家的仁义道德 此刻在他脑中占了上风 见自己劝不动父亲 他赶紧转身 向一旁的马皇后求助 母后 还请您劝赴皇三思啊 朱镇眼睛也是一亮 是啊 这不是还有皇后娘娘在这吗 皇后娘娘仁德贤淑 若说 谁能劝得动陛下 那必定非皇后 娘娘莫属了 于是 朱镇纷纷道 请皇后劝戒陛下 莫动此无妄之刀兵 陛下 马皇后果然开口了 他一开口 本来暴怒的朱元璋 顿时止住了 要训斥群臣的嘴 转过脸来看着他 李善长等人也松了口气 陛下最听皇后娘娘的 有皇后娘娘开口 陛下也该些菜了吧 还没等老李高兴多久 只听马皇后悠悠地道 北征回来的那些兵 只怕不够 不如 把大宁和辽东的兵 也拉过去吧 对 对对对 老朱大喜 还是咱妹子想得周到 奶奶的 兵要是太少 万一留了活口可咋办 你指 给咱你指 他拍着桌子 大声命道 命天得领大军出征 彻底 给咱评了那老十字剑州女真 一个活口都不许留 做好了这事 北征的事 既往不救 咱还给他们寄功 这话一出 群臣们再度震惊 不过区区几个女真小部落 在陛下的心里 竟然比北征还重要 评了他们 北征失败 既往不救不说 还要寄功 这底下的武将们 可就坐不住了 陛下 刘京的魏国公邓玉 反应最快 老徐做事不稳妥 让俺老邓去 咱保证 那老十字部落里 见了只狗 咱都给他凌迟了 既然陛下如此重视 这老十字剑州女真 那还管他是为什么 上就是了 这特娘是白捡的战功啊 陛下 别听老邓的 让咱去 陛下 俺去 俺保证 一只苍蝇 我都不给他留 放着俺来 鸡蛋黄俺都给他摇散了 俺来 见了蚂蚁窝 俺都给他掏了 武将们群情汹涌 都想抢这一轮白捡的战功 嗯 老朱却陷入了沉思 老邓说得有理 万一天德 做事不稳妥 给留了活口 不行 还是咱御驾清征 这话一出 文官们也坐不住了 陛下 李善长等人 直接给老朱跪了 御驾清征 劳民伤财 户部已无太多余粮 去特娘的劳民伤财 老朱怒吼 老子就算把国库熬干了 也非要凭了那狗屁 剑州女真不可 一群人都震惊了 陛下的怨念 竟如此深重 这剑州女真 是刨了老朱家的祖坟了 老哥哥 却是老朱的老兄弟汤和初恋了 小小剑州女真 不值得劳动哥哥 便让我老汤去吧 我必定和老徐一起 平面剑州女真 绝对让他们死光死绝 行吧 背着手犹豫了两久 老朱终于松口了 老汤你做事谨慎 你和天德搭伙 应该没啥问题 那你和天德 务必将那剑州女真 清扫干净 嗯 老邓 长生 想了想 还是有些不放心 他的守王武将勋贵群里一划拉 你们几个 也一并去 务必给天德查好缺 不好漏 一个也别放跑了 是 得嘞 陛下放心 您就瞧好着吧 那些以为自己没捞着 出征资格的武将们 见老朱改口 个个惊喜莫名 纷纷狠狠的一抱拳 又是赌咒 又是发誓 然后跟着汤和邓宇去了 眼睛里都冒着兴奋的凶光 剑州女真是吧 你的亲亲爷爷们来了 李善长 刘伯温等人都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灭个三五万人的小部落 居然出动了大明 几乎所有叫得上名号的大将 这等级的天团一出 天下间谁顶得住 比盟员的牌面还大 剑州女真 笼共才几万人 哪够这些杀批份的 谨慎殿 挥退了一脸猛逼的文官和侍卫们 殿里只剩下老朱夫妻 和太子一家三口 父皇 太子朱镖 依然一脸猛逼 那剑州女真 究竟是做了什么 竟惹得您这般龙年大怒 甚至不惜代价 派出那么多大将药 将其离亭扫学 我大明乃华夏大国 对待此等藩帮部落 正该以礼相待 以德服人 方显我大国气量 又何必 以德服人 以德服人个屁 老朱狠狠地呸了一口 那就是个白眼狼 老朱看着这个儿子 以往觉得这儿子温文尔雅 是个上家的守城之君 今天却觉得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对那种白眼狼 你要是还想以德服人 等哪一天你病了 虚弱了 他们就会跳起来 咬下你的一块肉 甚至取你而代之 对付这种白眼狼 最好的方式就是揍他 揍疼他 让他世世代代地怕你 他才会变成一只乖巧的狗 要是有能力 懒得麻烦 那就弄死他 只有死狼 才不会咬人 老朱狠狠一握拳 朱镖被他说得面色一白 脸上神色却不是太认同的样子 马皇后静静在旁边看着 脑海中突然想起 小五诸素对他说过的话 大哥是太子 他去学做臣子才该学的学问 这样真的好吗 之前觉得小五 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 他的话并没往心里去 但现在 知道了他是穿越者 马皇后就不得不重视起来了 莫非 跟着那些大儒 学不成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 眼见太子还想追问 马皇后忙拉住了儿子 彪 这事儿你父皇做得对 你且听娘说 说着 将朱肃自曝自己是穿越者 准确预料北征战况的事 以及昨夜告知朱元璋明末惨状的事 统统告诉了朱彪 这是老朱夫妻俩 一早就商量好了的 彪是大明的太子 这事儿即使要瞒着 也不能瞒着彪 这 这 怎么可能 朱彪惊得后退两步 五弟他 来自于六百多年后的未来 我大明朝 被剑州女真夺了江山 有什么不可能的 老朱一挥龙袍 全然忘了 一开始 他也完全不信 你是他的亲哥哥 五年前老五病好之后 有哪些异状 你莫非一点也不知道 被老朱这么一说 朱彪顿时想起一桩事来 他曾经无意间 在屋外 听到老五给妹妹灵安公主说书 说的是汉末三国时 诸葛亮六出奇山的故事 当时他听老五说的精彩 便静静听了一回 后来才进屋 问老五是哪听来的这好话本 老五当时说 这话本 是一个叫罗冠忠的人所著 叫三国演义 因为内容实在有趣 朱彪变上了心 还特地问过旁人 认不认识罗冠忠这位大才 后来才得知 这位罗冠忠员 先是张世成 仗下幕僚 张世成败亡之后 罗冠忠便归隐山林 再不出事了 而罗冠忠 确实写了一本叫做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 只是 据他所知 那本书 至今才写了十二卷 而五弟诸素 已经能说出 后面六出奇山的内容了 想到这个 朱彪顿时瞪大了双眼 这么说 老五他 真的是来自未来 彪 马皇后见朱彪面色正然 温生问道 你可是想起了什么 朱彪回过神 赶紧将这事 告知了老朱和马皇后 夫妻二人对视一眼 老朱哈哈笑道 看来 老五果然是穿越者无疑了 这更坚定了他 昨晚发誓要建立 万事不宜之大明的决心 他大步向前 走 去寻老五 关于这大明 咱还有好多事 要彻彻底底地问问他 朱素一大早还在奢望着 老朱会不会言而有信 记起了和他的约定 找人来传旨 让他不用去大本堂了 然而 拖拖拉拉摩摩蹭了许久 始终没见到传旨的太监 这让他心中大失所望 可又不敢无辜旷客 毕竟老朱家的家法 那可狠着呢 这时候就真把自己当王爷 摆起了王爷的谱 老朱的厚底金丝 龙靴纷纷终叫你做人 不由得又有些丧气 自己混得这么惨 已经是穿越者之耻了 其他哪个穿越者穿越之后 不是拿着系统打天下 一路装逼到结局 自己没系统不说 摊派穿越者身份 老朱还不太信 丢人啊 正在大本堂 听着宋老夫子的论语 昏昏欲睡 忽然眼角一道期盼已久的人影 瞬间让朱素精神了起来 二虎 虎哥 你可算是来了 宋大人 陛下有旨 命母殿下 即可往前亲宫必见 二虎难听的嗓音 此刻在朱素的耳朵里 却犹如天籁 我这就去 朱素立刻站起身 还没等宋老夫子反应过来 一溜烟地就跑了出去 留下宋连 以及朱老二朱老三 朱老四他们面面相去 这老五是犯了什么事了 怎么接连两天 被父皇抓到了前亲宫去 而且他还一副高兴的样子 莫非是父皇偷偷给他开小灶了 脑捕着老朱和老五在前亲宫 躲着斋戒的工人 偷偷烤肉吃的模样 朱老二瞬间流出了口水 不不不 要是和父皇一起烤肉 那还不如不吃 在他们这些皇子的眼中 老爹朱元璋可不是什么慈父 反而是极为可怕的洪荒凶兽呢 来前亲宫是马皇后的意思 本来老朱是打算直接去朱素的小院里等他的 但马皇后考虑得更深些 他觉得皇子们的院子也住着贴身的内室 人多眼杂的 不如到皇帝的请殿前亲宫去 前亲宫恭敬森严 隔音也好 说这些密室不怕被人听了去 是以他们一家三口便来到了前亲宫候着朱素 等朱素来时 便看到昨日被老朱砍烂的那张暗机已经不见 空荡荡的店里摆了一张大圆桌 老朱 马皇后 朱镖三人正坐在桌前等他 见他近来 大哥朱镖连忙招手 示意他坐到给他留的那张空椅子上 收拾得还挺快的 朱素不由在内心赞叹宫女太监们的工作速度 只是 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坐在桌前 总有种坐不下去的感觉 他们这些皇子们都知道 在老朱心里 只有太子朱镖 那才是最亲最亲的亲亲儿子 老朱马皇后还有太子 这三个人 才是老朱心里最珍贵的老婆孩子热扛头 其他孩子始终是隔了一层 愣着干嘛 朱镖站起身 拉着自己的五弟坐下 莫要浪费了时间 哥哥心里一肚子的疑问 想要细细问你 是 见过父皇 见过母后 朱素一言坐下 单独面对老朱时 他还能半开玩笑着叫他爹 现在他的老婆孩子都在 朱素反而有些叫不出口了 昨晚的事 咱已经和你母后 还有你大哥说过了 老朱没有关注我儿子的异常 反而是马皇后 眉头微微皱了皱 你大哥想亲自问问你 你告诉他 崇祯 是不是就是咱大明最后的亡国之君 是 朱素点了点头 其实后面还有南明小朝听来的 不过天子守着的国门都丢了 说崇祯亡了国也没毛病 三人神色都是一案 老朱叹道 可惜了这个好孩子 好孩子 朱素微微撇了撇嘴 崇祯虽然刚烈 但可称不上这个好字 他要是算是好皇帝 那么卢相生 孙传廷 孙承宗等人表示有话说 应该是自己昨天说的太感性 以及那一封悲壮的遗诏 再加上老朱对这个孝子贤孙的子孙滤镜 故而在老朱眼中 崇祯这才变成了一个好孩子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适合宝宗 家境 天启这几个人才比 崇祯确实算是好孩子了 毕竟 他只是缺少了相应的教育 又被人给蒙惨了而已 出发点还是好的 五弟 朱标再次开口了 那么 最后夺了我大明江山的 真是那个什么剑州女阵 是 朱素再次点点头 虽然大明京城 是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的 但是最后捡了便宜的 确实是剑州女阵那伙人 他们入寇中原后 便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不止将汉民视为自家奴才 逼他们替发一服 还一手造就了许多屠城惨案 扬州十日 家定三徒 更是令我华夏文明倒退百年 从此沦为猎强鱼肉 说起来 他们还是被我们大明的恩泽为大的呢 碰 年轻气盛的朱镖一拳砸在了桌上 怒声道 区区蛮夷 竟奔将仇报 方才 我竟还觉得 父皇无故新兵 太过了些 现在 我只恨我没有亲自请战 亲手将此辽灭族 以血腥头之恨 这话 老朱听着可就欲贴了 看来自己选上的大儿子 还没有太过渔府 咱就和你说 那些蛮夷都是白眼狼吧 那些渔夫子 以德福人那一头 没用 要是有用 大宋朝那些夫子们 早就把盟员给说退兵了 老朱这话说得在脸 朱肃暗暗给老朱竖了的大拇指 论到以德福人 谁能急得过大宋朝啊 连皇帝都送给人家当过提武郎了 也没见人大惊蒙古 痛哭流涕 痛改前非 父皇今早 已经新兵去贫灭建州女真了 老朱这行动够快的呀 北征刚输呢 这就再度新兵了 盟员那边 不会借机南下吧 要是因为自己说了几句话 导致历史轨迹发生改变 北边元明局势恶化 那朱肃可担不起这责任 想躺平 就得先保证 大明蒸蒸日上啊 无妨 借他两个胆 朱元璋哼了一声 那王宝宝 也没在天的手里讨到好 而且据你所说 他们对文中那一路的围剿 也没成功 此时正是他们士气低下的时候 听到咱大明再度出兵 元朝皇帝召集残兵自保都来不及 还敢来咱大明聊虎须 说着 老朱恶趣味地笑了两声 正好 也能顺便吓唬吓唬原庭那个娃娃皇帝 让他安分几年 朱肃看着便宜老爹 总觉得老朱粗毫外表下 藏着一颗老奸巨滑的心 是怎么回事 不过他说没问题 估计就真没问题了 毕竟 论到战略眼光 红武皇帝是当之无愧的当事之罪 比徐达 王宝宝等一流名将 还强上三分 朱元璋朱标 又细细向朱肃打听了剑州女真的事 得知剑州女真的前身确实是狐狸改 托温 握夺里三步之后 父子二人皆松了口气 没图错人就行 虽然图错了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再来一遍就是了 老五 确认了剑州女真的问题 老朱自觉给后人补上了一个窟窿 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 他看着朱肃 道 昨儿咱俩俩聊的时候 咱气怒宫心 也没往戏里去问 今天 你就给咱和你大哥细细说说 这好好一个大明朝 究竟是为什么会亡了的 一条条一桩桩 有哪些地方出了毛病 都给咱说出来 说着 期盼地看着朱肃 朱标也是神情一阵 对啊 现在有了五帝这个穿越者 只要知道 大明日后出了什么毛病 爹和我事先补上 不就行了吗 照方抓药 还不容易 总能将大明打造的固若金汤 呃 朱肃有些为难 大明的毛病 那可多了去了 展开来说 那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想了想 朱肃开口道 父皇 您是想 把那些毛病都堵上 创造一个万事不义的大明朝吗 那可不 说到这 老朱果断来劲了 咱也不瞒你们 其实 咱从建国那天开始就在思考 到底用什么样万全的法子 才能保证 我大明万事不义 咱觉得 就得百姓安分了 大明才能万事不义 老朱站起身来 拿着白玉如意 开始边说边走 荀子有云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爹这话说得对 朱镖赞道 唉 咱那时候也不知道唐太宗说的啥 老朱面有得色的一挥手 只是咱和其他皇帝都不一样 咱老朱家 是从百姓起来的 咱深切地知道 百姓不安分 那就要改天换地 远的不说 要是咱在凤阳还有口饭吃 有个老婆孩子热扛头 谁特奶奶的愿意 把脑袋别哭腰带上打天下 朱镖 朱镖纷纷点头 朱镖暗道 老朱这话说得在里 能躺平了过日子 给个皇帝当也不换啊 当然 后宫三千加厉 也很香就是了 不过那一堆奏折公文 还有天天盯着你私生活的白胡子文官 就尽些不明 咱和刘先生 李先生讨论了许多回 最后啊 就想着给大明定一个万事不义的制度 老朱神情有些骄傲 咱制定户籍 将百姓分为民户 军户 将户 又想着让百姓各安其业 各居其户 莫要四处流窜 惹是生非 又这人丈量田母 制定于林策 然后 咱惩治贪官 让官员不敢欺凌百姓 这样 足以保证我大明百姓安居乐业 令我大明永远昌盛 这就是老朱的理想化做法了 他希望通过限制百姓的行动 制定户籍制度 让大明永永远远维持现状 村人永远是村人 江户世代是江户 还用录影制度 限定了百姓的行动范围 百姓永远无法离开家乡 想要离乡 必须向府衙说明情况 并开具录影 限期返回 这样 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一种 近似于停滞的状态 世世代代 都是一般的模样 但是这种做法 毫无疑问是错的 江户的儿子 不一定适合做木工活 村人也可能失去土地 被迫背井离乡 军户的后人 不一定会愿意打仗 华夏大帝更不可能 一直维持这种死气沉沉的模样 父皇 朱素忍不住开口了 您可听说过 皇朝的三百年魔咒吗 三百年魔咒 老朱一代 那是什么 看来这个时代 还没人总结出类似的东西 朱素正色道 所谓的三百年魔咒 就是我华夏皇朝 无论如何 都无法传承超过三百年之久 这个魔咒 几乎是所有王朝 都无法破除的一道阴云 你说 无法破除 想到一老五所说 自己的大明也只有两百七十多年 老朱脸色一白 五弟 不对吧 到底是太子朱标读的书多写 上古之时 夏朝曾存在五百年 商朝亦有六百年 周朝更是绵延了八百年之久 便说汉朝 亦存续了四百零七年 为何说 这三百年是个魔咒 夏商周那是上古时代的事了 朱素摇了摇头 那时候的君王 说白了就是个部落首领 靠着底下的小弟们给面子 才能勉强维持地位这样 和现在的皇帝不是一回事 周朝倒是有八百年了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 那么多诸侯国 听他周王的话吗 朱标新说也是 可大汉朝 大汉朝中间可是断过的 朱素道 西汉和东汉 那可不是一回事 说白了 只是后面那个汉的皇帝 恰巧姓了刘而已 这也没毛病 照这么一想 确实没一个皇朝 能超过三百年的 朱标不禁毛骨悚然 莫非 这是上天的旨意不成 他问朱素 是上天 不遇这世间皇朝 超过这三百年之数 什么上天不上天的 哥你想太多了 朱素无语地摆了摆手 这最多就是某种历史规律 哪那么玄乎 哦 朱元璋听出了重点 这么说 你知道这规律是什么了 皇朝灭亡的规律 若知晓了这规律 再反推之 那岂不是说 只要破出了这规律 就能走出这三百年 一轮回的魔咒 我确实知道一点 不过也只能参详参详 朱素道 新说知乎起点 各路大神保佑 我要用你们在网络上 灌水的那些知识 来忽悠鼎鼎大名的 洪武大帝了 在后世 一般认为有两种原因 朱素伸出两根手指头 朱镖 朱元璋 连带着马皇后 都面色肃然 一脸认真地听着 这个年方十余岁的五儿子 吹牛搏移 第一种原因 土地兼并论 土地兼并 老朱皱了皱眉头 嗯 朱素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朱元璋 父皇 您刚刚也说了 要是有一口饭吃 您也不会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 那么 咱又是为什么 没有饭吃的呢 那还能是为什么 说到这 老朱就咬牙切齿 还不是原庭那些狗冠 逼得我们老百姓没活路 你大祖 大祖母 都是被那些狗冠逼捐逼睡 给逼死了的 嗯 这个剧本不太对啊 朱素啊啊汗了一个 继续引导道 那么爹 咱家为什么之前还扛得下去 到了大祖那时候 却被逼得扛不住了呢 之前咱家多少还有点田产 卖给了留地主 支应了些时日 老朱反应了过来 你是说 田 对 朱素点点头 因为田 全部到了地主的手中 正是因为老百姓没了田 活不下去了 所以才只能拼命 大明后来的那些农民军 也大多是这种情况 可是 爹也划定了榆林册 朱标却依然还猛着 那玩意儿没用 老朱烦躁得摆摆手 继军户制度之后 他再度发现自己 又一个制度的缺陷 那些士绅 有的是办法 让百姓卖田卖产 可不是 自己家里在前缘的时候 不就是因为天灾人祸 主动将田卖给了留的主应急 自己还给留地主 放过牛呢 现在想来 那些地主和税吏 可不就是狼狈为奸 税吏逼税 地主这才好趁人之威 将那些田母 统统低价 买到自己的手中 所以这种观点认为 朱素继续说道 所谓的王朝轮回 其实就是土地分配的一次次兼并 与再分配 地主或能免税 或有权势让税吏不敢征税 而国家的粮税 只能有少部分自由农承担 若有天灾人祸 自由农则入不敷出 只能将土地卖给地主 以求有个活路 于是地主手中土地更多 农民则沦为店户 如此慢慢恶性循环 直到国家土地大部分被地主占据 百姓没有希望 此时再有人登高一呼 这番话一出 老朱猛然打了一个寒战 这场景 说的不就是袁末的时候吗 他和马皇后对视一眼 这对经历过袁末局势的夫妻俩 不由暗暗惊心 说白了 就是土地分配不均的问题 朱素总结 那王朝初期 为何又总能国泰民安 朱标问道 土地统共就那么多 为什么到了王朝初 就又构分 他压了一声 已经反应了过来 朱素叹了一口气 还能为什么 天下户口 挤王进拜 类似这种描述 在史书中不少见吧 现在咱们的大明 不也是这样吗 老朱心里一沉 按这样的说法 这几年 自己洋洋自得的国泰民安 只是因为战乱死的人 实在太多了 但他也没办法反驳 因为他心里知道 老五的这个论断 是对的 人心思定 史书虽有寥寥数语 但背后昭示的是 这片华夏大地上 死了实在太多的人 想起自己死去的父母 兄弟 此刻已经成为皇帝的朱仲八 竟然觉得鼻头微酸 咱记下了 老朱赶忙说道 生怕被自家老婆孩子 看到自己哭鼻子的糗样 老大 你回头去查查史书 看一看 历朝历代王国的原因里 是不是都有这一条 回头 咱也两想想办法 用两代人的力量 彻底杜绝 这老实子土地兼并 是 朱镖高声应试 其实也不必查了 他已在脑海里过了一遍 确实 历朝历代王国之前 都能找到类似 富者田连千墨 凭者无力追之地的记载 只是之前 从未将这些 与王朝轮回联系在一起 有钱人吗 什么年代没有 还有另一个原因 是什么 老朱问朱素道 一并说 咱想法子一并料理了 另一个吗 朱素心说 这个可比土地兼并论复杂多了 另一个原因 大明在未来 可是深受其害 那就是 天 道 轮 回 天道轮回 老朱夫妻家太子朱镖 顿时都被震住了 朱镖年纪毕竟轻些 还没到喜怒 不形于色的境界 听到这么有 薄一格的四个字 脸色甚至都白了白 天道 五弟你不是说 没有什么上天不上天的吗 天道这种字眼 听上去就感觉无可为逆啊 这个嘛 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这样 见自己一语经四座 朱素暗想皮一下 果然很开心 怪不得古代那些说客一张口 往往就要先大笑三声 然后来一句将军死到临头 尚不自知云云 吓唬人果然会有快感啊 不过 干货还是要给的 朱老五端起茶水润了润喉 这才悠悠的道 大哥 你跟着李先生学识 可曾注意过 这天下有历史记载的千年以来 气候如何 气候 朱镖一愣 随后眉头微皱 五帝莫飞 是想搬出汗如天人感应之说 一为兄看 天灾实乃天数 又与朝代更迭和爱 唐太宗何等雄主 贞观年间亦有蝗灾现世 父皇宫业前五古人 燃中都亦有冰雹 若是国家强盛 纵使国有大灾 亦可调度得当 安稳度过 听了大儿子的话 朱元璋默默点头 心说 镖儿还是小得轻重的 没给那些先生忽悠瘸了去 臣子可以信什么天人感应 但皇帝 是万万不能信这一套的 大哥此言甚适 朱素也点了点头 随后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但是 要是连续十年大灾 二十年大灾 乃至数百年大灾呢 数百年 朱镖猛了 不信道 怎么可能 老五 你是说 老朱却是眉头一皱 他想到了之前朱素说的 崇祯年前的种种天灾 咱大明将来 会有持续数百年的大灾 嗯 朱素对老朱点了点头 随后自顾自道 大明朝末期 正好撞上了后世鼎鼎大明的小冰河时期 连续百年 气温持续降低 气温降低 也算大灾 也能称得上天道 老朱一脸的不信 他刚才还以为 是连续数百年干旱洪涝这种大灾害呢 但只是降降温 算什么大事 气温降低 只是其中一个容易发现的特征而已 朱素无法向古人解释 什么是板块运动 什么是气候变迁 与封建王朝的盛衰 当然 主要是懒 于是 他选择了最浅显易懂的方式 对老朱道 您别小看了气温 我问您 若是我大明北边的气候越来越冷 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冷 对我大明北方千千万万的农民来说 会怎样 农民 老朱一愣 随后马上反应了过来 你是说 粮会减产 不是减产 是绝兽 朱素摇摇头 这么严重 朱标震惊道 恐怕 比大哥你想的还更严重 朱素道 大明景太五年 扬州五月飞雪 冻死树木花草无数 当年七月 又下了一场大雪 地面雪厚 足有三尺 扬州都是如此 更别提北方了 你说 这样的天气 凉田能不绝收吗 朱标说不出话了 老朱也震惊地和马皇后对视一眼 他也没想到 气温竟然会降低到了这个地步 扬州是什么地方 那是四季如春的江南水乡啊 飘雪就够惊人的了 竟然还雪厚三尺 冻死树木花草无数 他开始正色起来 再也不觉得这所谓的小冰河时期 只是天见衣服就能解决的小事 大明末期 北方良田几乎实不存一 南方田拢 又多为世家大族所把持 朱素继续道 北方百姓衣食无浊 只得沦为流明 南方百姓无田无产 一遇冰灾 只有被裹挟的份 朝廷也被天灾等因素拖垮 财政紧缺 上层再屡出昏招 崇祯年间 就是因为崇祯向早已走投无路的良民百姓 三争了想 彻底败坏了大明最后一丝国运 李自成这才趁势而起 成为了统向大明心脏的那一把尖刀 什么 老朱站了起来 像已经遭灾的百姓 家争了想 还争了三回 他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他自己就是被圆庭这样逼反的 又岂会不知 这样做的结果会是如何 不给百姓录走 百姓就会和朝廷拼命 崇祯那孩子 竟然做了这种事 老朱瞪大了眼睛 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他无视了气候变化 所引起的灾情 朱素喝了一声 他虽然有崇祯河山之心 但毕竟长于深宫 不知民间疾苦 眼高手低 也是正常 老朱颓丧地坐了下来 他也没想到 后世的大明皇帝 竟昏庸到了这等地步 他这个朱家老祖宗 就是这么被人害得没路走的 不想两百余年之后 他朱元璋的后人 竟然成了老朱昔日 最为痛恨的加害者 还因此丢掉了江山 我们还是继续说小冰河吧 朱素扯开话题到 气温降低 其实只是最显著的特征 因为种种原因 小冰河时期 还会半生各种各样的天灾 如红烙 干旱 黄亥 都会在小冰河时期频发 而且 这一时期 还会发生一项极为重要的兵货 你是说 老朱眼里金光闪动 北方 对 朱素忍不住在心里 给老朱伸了的大拇指 不愧是洪武大帝 自己才说初一 他便知道了十五了 兵货 朱标有些疑惑 转头问老朱道 父皇 为何 吃儿 老朱面色严肃 你说 咱们大明都冷成这样了 那北方的那些家伙 他们会变成什么样 啊 朱标也明白了 江南都飘雪了 北方的游牧民族那些地儿 恐怕更是 冷成了冰窟窿 那样冷的天气 莫说他们的牛羊草场 便使人 只怕也得冷死无数 北边活不下去了 游牧民族会做什么 南清 南清 只有南清 只怕小冰河时期的那些游牧民族 比现在让大明如临大敌的盟员 还要更可怕一千倍 一万倍 因为 只有疯狂的往南 冲进大明朝 抢了大明朝的江山设计 他们才有活路 北边 果然是咱大明的心腹大患 老朱眼里 再次流露出 如同猛虎一般的凶光 上天啊 我大明究竟是犯了什么错 一向温文尔雅的朱标 此时竟忍不住咬牙切齿起来 父皇与各位书败含辛如苦 驱逐盟员 这才重振了我汉家河山 为何要送来这小冰河 让我大明蒙受此等苦楚 大哥何必怨愤 朱素道 先贤有言天行有偿 不畏遥存 不畏劫亡 上天又哪里是针对我大明朝一个 我刚刚说了 天道轮回 这不过是上天运转的一种规律罢了 后世曾有学者总结出了一个规律 气候的变化 往往是以百年甚至千年为单位 周期性变动的 往往温度适宜多长时间 之后就会冷多长时间 如此周而复始 而且 这个周期 和我们中原王朝的变迁 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朱素放低了声音 明明还只是十来岁的孩童 此刻给朱元璋他们的感觉 却仿如一个深沉的智者 便由辽东来说 随莫天下大乱之时 辽东尚属苦寒之地 但等到唐朝开源盛世之时 辽东已有了万寝良田 老朱眼神看向了朱镖 朱镖意思是 是否有此记载 朱镖看着他征询的眼光 十分艰难地点了点头 昔日先生们交到此节时 只说是达鲁不是生产 浪费了好地方 等到唐时具有了辽东 这才将这些良田开垮了出来 他也便这么信了 哪里又曾想过 这是气候的缘故 真当那些辽民都是懒汉 宁愿饿死 也不懂得开荒种地吗 还不是因为天气寒冷 根本种不活 苏儿 你的意思是说 盛世往往是在气候温润之时 而乱世则多有气温骤降 一直默默听着的马皇后 突然总结道 是 就是这样的道理 诸素道 也正是因此 所谓三百年魔咒 其实就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周期 往往就是三百年 不幸的话 大可以去查阅史书 但凡神舟有难 大都是气温骤降之时 气候引起灾难 灾难引发饥荒 同时也导致了外敌的入侵 很少有王朝能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存续下来 怪不得每逢盛世 史书上总有风调雨顺之说 朱镖摇头自嘲道 可笑我以往从未在意 以为只是套词 却未曾想过 这四字 竟是与王朝兴衰息息相关 听五弟一席话 却是更胜读十年书 朱镖突然一阵衣袖 竟起身毕恭毕敬地对诸素拘了一躬 五弟 还请受为兄一拜 大哥 你这是干什么 诸素赶紧躲开 这大哥 可是老朱的心尖尖 自己受了他的礼 老朱又要打自己屁股可咋办 老五 你就受着吧 却是老朱在一旁发话了 莫说 是你大哥 咱做皇上这么多年 也从没想过 区区天后 填土 竟然有如此大的学问 听完诸素所说的这两个论断 他感觉一刻都坐不住了 心直接飞到了东阁 恨不得立刻拟出办法 破了这两个在未来束缚大明的魔咒 他素来是个急性子 心里这么想 身体便也站了起来 咱这就去东阁 寻大臣们一一一 看看能不能想出个妥善的法子 老五 老规矩 今儿的在这谈话 除了咱们这四个 谁都不许说 妹子 咱先去了 中午的午膳 就不回来吃了 说着 风风火火就往外走 爹 等等我 我同你一道去 朱镖芒也站起身 跟在老朱的身后 啊 等等 朱素也站了起来 父皇 大本堂 说了快一早上 嘴都说得干了 刚要提点要求的时候 怎么就走了 小爷 我不想再去大本堂受罪了 素儿 先默去饶你爹爹 马皇后拉住了他 他就是这样 想到什么 就要做什么 一刻也不能等 更何况 昨晚他情绪不佳 折子尚没劈完 今儿只怕锦身店的折子 更堆成衫了 先让他把事做完吧 可是 母后 什么母后 马皇后 马皇后起身拍了拍他的脑袋 叫娘 都是自家人 不心这些繁文入节 他早发现了 在彪面前 自己的这些孩子 都是叫自己和重八父皇 母后的 虽说理不可费 但这样 总让他觉得隔音 他又何尝没发现 方才朱素刚进店时 眼角的那一份不自在 重八什么都好 就是对彪 确实是偏心了些 虽然 对其他儿子 他也并非全部关心 但面上也确实比对大儿子朱镖 更严厉了数倍 这是取货之道啊 马皇后眼中闪过几分忧虑 日后 确认了自己在意的那件事之后 还当找机会 问问自己 这些孩子们的事 老朱刚出前亲宫 便大声换来了二虎 要他亲往韩国宫 乘一不二人府上 将李善长 刘伯温喊来 然后便带着太子 父子两风风火火地奔往东阁 陛下 很快 李善长和刘伯温两人便到了 可怜这两老兄弟 一大早被老朱叫起来进了宫 气喘吁吁地回到家 刚吃了顿饭 还没来得及躺下补话叫 就又被二虎火鸡火料给请了来 他梁可是文官啊 可不像老朱这种粗汉 身体又强又猛 火力还大 一宿不睡 也不带困的 他们老胳膊老腿的 哪经得起这样折腾 但人家现在是皇帝 且这些年来 越发深不可测了 两人自然也不敢怠慢 见二虎亲自来招 勉强按耐住一颗惶恐的心 紧赶慢赶就进攻来了 生怕是因为自己犯了什么事 被老朱抓住了辫子 幸好 老朱的态度倒挺和善 见了二人 便向二人招手 哦 两位先生来了呀 快来 咱这里 正有东西要给你俩看 此时的东阁狱案 已经密密麻麻 摆满了书籍点册 书册之多 几乎把老朱和太子父子俩 埋在了点击里 要不是太子起身 向他们俩行礼 他们俩都没发现 太子也在这里呢 太子殿下也在啊 听老朱用私底下的称呼叫自己 两人知道 这算私下会晤 不属于正式朝见 便也放松了些 李擅长疑惑道 不知尚未呼唤老臣前来 是有什么吩咐吗 话先莫说 两位先生 快来 这些是宫里存着的 从大唐神宫年间 到我洪武年间各地的地方制 以及其他各种史料 你们来帮着查查 从唐室到现在 这天下的气温 是否真的降低了 气温 李擅长和刘伯温对视一眼 都有些猛逼 咱们的皇帝陛下 早上的时候 刚整出个什么剑州女真 这才过去几个时辰 就又关心起天下气温变化的问题了 是生活太安逸了 还是下面地上来的奏折太少了 父皇 我这有一些发现 却是朱镖开了口 您瞧 这是我在 有阳杂组中找到的记载 说着 朱镖将一本书捧到了朱元璋面前 用手指着上面的一个段落 其上说 大唐天宝年间 唐宫之中尚有甘菊丰收 天宝年间 唐玄宗以洛阳为都 彼时的洛阳还能种出甘菊 而今日之洛阳早就产不出甘菊了 嗯 老朱的面容严峻了几分 还有 朱镖继续道 拿出了另一本书籍 儿臣查阅了唐石太史局的记录 您看 玄宗在位时 长安至少有十九年冬日无雪 而我大名如今 长安城那是年年飘雪 若是哪年没雪 反倒算是稀奇了 老朱的脸色更难看了 李擅长一脸猛逼 刘伯温若有所思 上位 这长安飘不飘雪 又能如何啊 李擅长开口问道 李先生还没发现吗 朱元璋的语气有些不耐 这天下 是越来越冷了 嗯 李擅长依旧不明白 朱元璋为何对区区天气如此在意 但老朱语气不善 他便也没有追问 只是宽慰老朱道 依老臣看 这天后时冷时暖 也是寻常 唐石长安比如今暖 那也不过只是一阵而已 我大名得天之诱 今后天气 必定会比唐石更加风调雨顺 上位大可不必戒怀 这可未必 却是沉思着的刘伯温 打断了李擅长的话 他抬起头 向朱元璋拱了拱手 上位 这天下天气越加寒冷 只怕确有其事 臣记得 玄宗时蜀中盛产荔枝 诗人杜牧有言 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之事荔枝来 所言的 便是唐玄宗从蜀中运来荔枝的场景 而过了几年 蜀中荔枝竟无法生长 到我大名如今 荔枝早已退至了更南边的岭南生产 五代时 郭燕威起兵取刘之远天下 时至八月 黄河为冰雪所动 刘士义为天险的大河 竟成为坦途 无独有偶 宋时金国之乱 金物竹领大军北陵黄河 那时一时八月 突然天降大雪 黄河再动 金物竖大军安然渡过黄河 方有了靖康之变 刘伯温如数家珍 这桩桩渐渐 竟比直接翻找史书还要清楚 朱元璋不自禁地上前两步 朱镖更是放下了手中书本 咬住了下唇 李善长还是疑惑 他看向刘伯温 只觉得满脑袋都是问号 上尉在这查气后不务正业 你刘伯温搁着填什么乱 怎么还在这给上尉找起了论据 陪着一起胡闹起来了 韩国公还没看明白吗 刘伯温叹了一口气 这气温 自唐石玄宗年间大降 而后五代之时又降 即至靖康之时再降 而这三次降温 分别对应着安时之乱 五代乱世 靖康之变 啊 李善长这才如梦初醒 整张脸睛地煞白起来 刘伯温虽猜出了朱家父子查气温的用意 但此时 他的心中也是暗暗心惊 没想到 此前无人注意过的这气温 竟然昭示着天下的心率 朱元璋虽不喜称伟之学 但刘伯温 其实是精通风水像术 称伟之学的 他曾以毕生所学 推演大明国运 然而 称伟始终是逆天之学 并不能真正地知晓过去未来 他竭尽所能 也只能推断出一个似是而非而已 但这时他方意识到 这天下国运的流转 竟是和气候的变化 息息相关 气温低则紫微暗 气温高则国运胜 自己穷尽一生 所学的风水像术 竟还抵不过 陛下今日偶然一眼 他又想到 前些日子 自己敬言陛下增兵长城 陛下出事异动 但不过一夜之后 似乎便笃定了 北征大军主力仍存一般 否决了增兵长城的提案 今早 又急哄哄地召集百官 要平面那个 听都没听说过的剑州女真 这些异常联系到一起 刘伯温煞食一惊 莫非 陛下这几日 发现了一个学究天人 通晓阴阳 能知过去未来的高人 这个高人 指点了陛下北征大军 虽败 却主力尚载 剑州女真日后 为大明心腹之患 然后现在 又以天后算出了 这大明的国运 即将重现五代之乱局 陛下 想到这 刘伯温急忙问道 陛下查阅点击 莫非 是想验证这气温 与天下乱世是否相关 我大明 气温即将大降吗 可不是 老朱烦躁地把手上的书一丢 刘伯温学府五车 他都已经佐证了 这气候与天下大乱有联系 那这些史书 自然也不必看了 老五所说的 竟然是真的 咱得知 这天下的气温 将大大降低 届时 这天下 只怕要连续遭好几年的灾 想起朱素所形容的明末惨剧 朱元璋狠狠地握一握拳 果然是有高人指点 刘伯温心下暗道 若是没有高人 陛下又是从何处突然得知 他心中微微振奋 想不到 这世间 竟还有此等高人大才存世 当想方设法 求教于此人 这 李善长也是惊讶无比 皇上竟有了此等能耐 能遇知灾情 刚刚已经在老朱面前施了一程 是以他现在盲表态道 尚未勿忧 竟然已知道了这天下即将遭灾 咱们早做准备也就是了 繁育大灾 所重没不过粮草 只需粮草齐备 以我大明之圣 天下必能安如泰山 还请尚未告知 这天下即将受灾几年 我等也好预先筹谋 建起仓库 按年被好救灾粮草 自然可把我大明百姓无余 必不会让五代之乱等惨剧 发生于我大明 老朱瞥了他一眼 想到朱素方才说的 一股无力感顿时吸上他的肩头 三百年 低沉的声音从龙椅上传出 什么 李擅长呆住了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禁测了测身子 尚未能否再说一遍 陈年老体衰 听得不甚清楚 三百年 咱说 三百年 老朱恨恨地站起身 气温会连续下降三百年 而咱的大明 也将要持续受灾三百年 三百年 这回听得清楚无比 但李擅长却整个人都听傻了 三百年 谁家粮仓 能吞上足够吃三百年的粮食 李擅长嫩嫩无言 刘伯温与朱元璋父子 也分别想着心底的事 东阁的气氛顿时沉默下来 两久才传来老朱斩钉截铁的声音 改 咱非得想尽办法 让大明安然度过这百年大灾 传诸千秋万达不可 今日 让你二人来 是想请你二人给帮着参详参详 有没有什么法子 能多多生产粮食 给日后先备着的 还有 刘先生 咱们在红武初年拟定的那军户制 只怕是不成 还需商议商议 争取改出个万全的办法 才成 刘伯温文言一愣 那军户制 不是被你盛赞养兵百万 不费百姓以令你的善政吗 怎么现在又要改了 但马上又恍然了 只怕 又是那高人指点 说出了军户制日后的不足 好厉害的高人 刘伯温心底惊叹 那军户制呈上去之前 自己和一群官员 那是意了又意 改了又改 自以为是能传出万事的良法 却不想 那高人几日之间 就让陛下决定了 更改军户制的决心 这必是其看出了军户制之害 对陛下分说了军户制的弊端 甚至是先行算出了 军户制在日后所引起的乱局 这才让本无比自负的陛下招令西改 下定决心要未雨绸缪 刘伯温对那高人越来越感兴趣了 他偷偷查看朱元璋脸色 看出了朱元璋没有主动说明的意思 便也勉强压下了好奇心 陛下心绪不佳 此时不宜发问 等到日后 慢慢旁敲侧击 也就是了 话分两头 不说君臣四人在东阁 就大明朝的未来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先说朱肃这边 被马皇后留住之后 马皇后破天荒地亲自下厨 给朱肃弄了些吃的 这几天宫里百计 朱老五的嘴里本就快淡出鸟来了 自然是大喜过望 蹲在马皇后身边 眼巴巴等着吃得出锅 慢点 你这孩子 见朱肃火急火燎地 从蒸笼里抢出一个包子 又为太烫拿不住 而左右抛来抛去 马皇后失笑道 你这皮猴 早晚都是你的 急着坐身 包子又不会跑了 朱肃无暇回答 用指尖捏住包子两边 飞快地咬一口 一张俊脸 煞食被烫得胀红 好一会才呼出 一口热气 笑道 许久没吃娘做的包子 嘿嘿 这不是心急想尝尝吗 你呀 马皇后此时不宜惊差 在这满不争气的厨房里 俨然一个寻常的民间妇人 见朱肃吃得欢 她面上不禁露出一抹怀念的微笑 说道 不知 你还记不记得 那年 你才六岁 你爹 领着大军出征 把全城能当粮草的吃食都带去了 你二哥和四哥晚上喊饿 娘带着你们爬起来 大晚上给你们蒸包子吃 那时娘一边抱着你 一边去蒸笼里 给你二哥拿包子 谁想你这贪吃鬼 竟然伸手去抢 被那包子烫得哇哇之酷 似乎想起了朱肃哭鼻子的模样 马皇后点了点朱肃的额头 又笑了起来 如何不记得 朱肃有些脸红 那时我都六岁了 竟还天天哭鼻子 要娘你整日抱着 我还记得那天 二哥见包子 被我不慎掉到了地上 哭得比我还大声 怎么哄都哄不好 你们兄弟俩 都不是好相遇的料 马皇后笑道 那你可还记得 你七岁那年 你四哥非要带着你爬树 结果我一不小心 从树上滑了下来 四哥被娘您一阵好打 朱肃也笑 我还记得那时 四哥被您撵到了床底下 您够不着他 那天晚上气得 不给他饭吃 还有上元节那次 那次我和您上街 突然冲出来一伙人 要给您叩头 竟把我吓哭了 厨房里 朱肃一边就着炉鞭 吃着热腾腾的包子 一边和马皇后 回忆新年往事 场面其乐融融 后来 渐渐的 马皇后声音黯淡下来 后来 你便病了 连续病了半个月 人事不知 总不见好 娘求神拜佛 总算神佛保佑 你最终 还是安然醒了过来 嗯 朱肃点点头 那时 我只觉昏昏沉沉 浑浑噩噩 但脑子却又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光景 仿佛有什么尘封着的东西 渐渐觉醒了过来 后来 我便慢慢想起了前世的事 想起了自己是个穿越者 来自于六百五十多年以后 原来是那时 马皇后恍然 他捋一捋被水汽打湿的头发 素儿 那你前世之时 是一个怎样的人 前世啊 朱肃的表情变得怀念 前世时 我只是个平凡人 昏昏沉沉 浑昏噩噩地学了十多年 然 后出了学堂 随波逐流地 开始给人务工 真的好累啊 没日没夜 没白没黑 辛辛苦苦 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然后有一天 突然就死了 像是做了一场梦 梦醒来 我便躺在了您的怀里 只是脑袋里 突然多出来了那些事 朱肃笑道 那语气 仿佛在说 与自己不相关的事一般 说不相关 倒也不犯错 今日被问起前世 他才猛然发现 前世的那些记忆 竟然如此的模糊 若是具体到某件事上的话 纵使他聚精会神 也想不起来 应该是生活太过枯燥 日复一日 毫无变化 所以才记忆模糊了吧 朱肃心道 只是现在自己在明朝 前世因为爱好学习过的那些知识 日后正有用武之地 这些东西 可万万不能忘了 朱肃暗暗思索 自己是不是该找些时间 把能记起来的东西 先行记录下来 免得他们如同前世的经历般 被自己慢慢忘却 哦 马皇后答了一句 他目光正正望着朱肃的脸 似乎若有所思 但朱肃正想着 将知识记录下来的是 并没发现 直到朱肃打了个喝歉 他才从自己的心绪中清醒过来 素儿困了 现在已经是五十了 便去娘的昆宁宫那昆教吧 娘一会叫醒你 不了 朱肃笑着摆摆手 儿子绝浅 一会吵着您了 我还是回自己的院子里 吃饱了饭困 娘别笑我 不笑不笑 马皇后慈祥地看着她 既然你不愿去娘那里 那便回自己那去吧 过些时候 娘再喊你来吃饭 说着换过一名内侍 要他这人护送吴王殿下回怨云云 看着我儿子远远回过头 向着自己招手 马皇后抱以温柔一笑 挥手让他快去 等朱肃转过了身 他才露出面上游移的情绪来 这孩子上级的小时候的事儿 纵是细节 也说得分毫不差 且平日里 他对自己的孝顺 对兄弟的关心 亦无丝毫作为 如此看来 并非是被什么邪碎附了体 反而更像是过奈何乔食 没喝足孟婆汤 自己该放心了吗 另一边 朱肃辞别了马皇后 脸色也渐渐沉了下来 马皇后一直挑起话头 要他说小时候的事 他毕竟两世为人 又如何猜不到 母亲这是在怀疑自己 是不是邪碎妖人 趁着病夺射了他孩儿的身子 唉 朱肃默默地叹了口气 这一点 倒是自己疏忽了 是夺射 还是记忆苏醒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两世记忆 在他脑海中 本就交织不清 难分主次 有时他也分不清 究竟是现在的自己 正在梦中 还是那充斥着 钢筋水泥的未来世界 才是难刻一梦 庄周梦蝶 蝶梦庄周 究竟庄周是蝶 还是蝶是庄周 罢了 人生在世 由心便是 摇摇头 朱肃不再去想这些 这几年的局势发展 已经证明了 自己脑海里的那些东西 大体没有错漏之处 这就够了 自己大可以拿那些知识 换一个比前世更自在 更逍遥的人生 顺便 让自己今世在意的这些家人 一生顺遂 也要让这个充满遗憾的大明 傲视于天下常和 数日后 奉天殿 今日正值望日 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定下的 朔望长朝的日子 随着陈中想 文武百官接着功福 分裂两班 暗刺而进 朱元璋身着皮便服 坐于北面高高的龙椅之上 大臣们于接下诞池就位后 由影班影向北而立 而后齐齐功身畅礼 陛下 圣功万福 平身 自有宦官替皇帝高唱答复 于是 百官在齐齐拜谢上恩 而后再转身 文武分裂 两班对立 场面井然而又肃穆 老朱其实十分疲惫 这些日子 于里 留两位先生合计了数日 两位先生都是天下顶尖的智者 他自负也是一代雄主 可是 偏偏面对那两百余年后的乱局 竟是想不出 什么能立竿见影的办法 不过他倒也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老五所说的两个魔咒 一约土地兼并 二约天灾 说白了 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 缺粮 地主是身兼并土地 百姓失地 无法自给自足 缺粮天灾频发 气温下降 粮田减产 乃至绝收 缺粮只要粮足了 有百姓的一口饭吃 多大的乱世都压得下 老朱自己就是农民出身 太知道这片大地上的民众们 对粮的那一份执念 只要给他们一块地 能让他们种出粮食 他们就是最朴实的粮民 纵然日日日晒风吹 早出晚归 他们亦干之如頤 而不给他们地种 逼到他们没粮吃 那不好意思了 什么粮名 王侯将相您有种呼 因此 知道了自己的子孙 未来会缺粮 老农出身的朱元璋 第一反应就是囤粮 能囤多少囤多少 最好留给子孙一个一千年 一万年也吃不尽的大粮仓 然而 任凭他们想破了法子 却依然没有 想出能让这个天下 瞬间生出亿万粮田 瞬间长满粮食的办法 明初的土地政策 已经很完善了 早在数年前 刘、李二仁与朱元璋 结合了历朝历代的囤田法子 想出了切合时局的政策 建国之初 老朱便确立了 威曲田宅者归业主 那时 大量依附于园庭的地主被消灭 再加上许多的地主 因战乱而覆灭 迁徙 他们留下的土地 被农民已经耕肯的 都直接化归农民所有 老朱还以免除三年复役 甚至永不起刻为诱饵 鼓励农民大力开垮荒地 洪武三年 他又下令把北方郡县郊区荒地 拨给民耕种 护律十五亩 又给地良母与之种书 有余力者不限勤母 接免三年租税 在南方 也同样有类似的规定 如苏州府太仓建丁寿田一十六亩 实际上 这也改变了元朝后期 土地过分集中的情况 使土地所有制 被广大的自耕农的分散经营所代替 这些举措 大大的恢复了神州大地 因战乱而日间荒废的局面 为民庭增加了数之不尽的耕地 使得山野之中 建有人烟 与历史中其他朝代开国时比较 已经是做得极好的了 但是现在的老朱 又哪里会满足于此 气候将越来越冷 小冰河会持续近三百年 他的子民 会在未来揭竿而起 他的子孙未来 如他威末时那样低着头 向着大臣们化缘 却只得到了近乎羞辱的十二万 这让老朱如何不急 时不我待啊 可是无论他再急 也想不到其他能让这片大地 长出更多粮食的法子 至于限制土地兼并 现在的大明方金元末战乱 地多人少 别说土地兼并了 荒地还有那么多 何必去强苦哈喊农民的地 谁愿意费那劲儿 这让老朱颇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 土地兼并压根还没出现 让他上哪打击去 劳行劳力数日 只勉强你出了些不痛不痒的调臣 再加上平日里奏章依旧不断 他又不愿积压 唯恐错落了某些家国大事 因此 只能白日里协商调臣 夜里子熬夜批改折子 多操劳些了 正巧 今日世望日大潮 正好将那些心里的调臣功之于众 好传诸后世 虽然想来 只有隔靴搔痒之效 但做了总比不做好 也算聊胜于无了 见阶下诸臣 皆无要事丙奏 朱元璋先是柔了柔眉心 提振了一下精神 而后说道 朱成功既无事丙奏 咱这里倒有要事 要交由诸位好好一一 建国初时 咱遵循各前朝旧历 曾确立国朝官员 勋贵等 忧免其义 咱这些日子想了想 觉得不妥 一帝之意 稀有树烟 官患赞英之家 免去了一粮 则其势必摊派到平民百姓的头上 若是未官者日后滥用国朝会政 大肆收受湘民投现 湘民眼光短浅 不知其害 只为了免除眼前复役 便将土地投现大户 那那些未曾投现的实称百姓 岂不是凭空增加了谣逸 这话一出 接下百官之中 有些人神情便不自然了起来 这些人 多出自江南之地 江南本就多大族 荒地也比北方少一些 他们本就打算着 等那些空制的粮田啃得差不多了 再用这项特权为家族中多谋一些熟地回来呢 没想到今日 竟被皇帝一语道破 再有 老朱继续道 若有无耻之人 以此权谋私 谋得了百姓土地之后 过段时间翻脸不认人 那百姓岂不成了无田无产的流民 而收受投现者大可顾忌重施 吞并土地 日积月累之下 必成一大害民独流 因此 咱决定 废了这幽面 这话一出 百官之中顿时哗然 众成功不禁窃窃私语 不少人脸上发白 面带愁容 陛下 时任左城的汪广阳 立即出班奏道 臣以为不可 老朱目光一宁 为何 幽免其义 乃国朝一大善政 我大明初见 正是该善待世人 使其效力之实 且为官者 本多辛劳 又如何能够复义 由此正在 才能彰显读书人为官之贵 才能让我大明百姓 人人向往圣贤书 才能把我大明闻到昌盛 亦可使天下读书人 永远感恩于陛下 汪广阳顺带拍了一记马屁 然后便掌攻不起 只偷偷用余光 观察老朱的脸色 哦 老朱脸上却无喜无悲 丝毫没有变化 直嘴上问道 那么 又如何保证你们这些当官的 能不昧良心 不去贪占百姓的土地 臣以为 只需注重科举 临选出真正有才德的读书人 为官便可 汪广阳侃侃而谈 读书人久读诗书 自然知晓军军沉沉 礼义廉耻 便也不会去做辞损及大明之事 百官之中 有许多人不经汉手 不愧是汪相 真乃老成谋国之言 呵 朱元璋冷冷看了阶下重臣一眼 不禁冷笑一声 什么读书人 什么军军沉沉 礼义廉耻 与其信这些读书人 全都知道礼义廉耻 还不如去信朱家的某位子孙 未来会帮 达鲁教开边塞关门 他可没忘了诸素说过的 崇祯朝的那些敲钟不至 贪赃七千万的百官 还有那个水太凉 头皮痒的钱千亿 那钱千亿 还是以忠正 贤德而闻名的东陵党党魁 燃接诸臣物阵 崇祯临死前 饱含怨念的悲音 且在他这个祖宗的脑子里回荡着呢 后世子孙写的教训 他朱元璋如何能忘 他也绝不会把国朝生死 寄托在这群读书人的身上 科教是科教 免疫是免疫 别在这混成一团 朱元张赤道 你们读书人不是各个调子 都高得很吗 什么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后头 没多出一句为家族谋田地吧 咱就那了闷了 你们读书人读书 难道是 专为了占我大名的便宜不成 这话可就太重了 汪广阳张口欲变 老朱却直接一挥大袖 行了 不必再多言 你自退下就是 当官的若当真难以服役 大可折成钱粮 至于具体怎么个折法 这几日 中书省就这件事 给咱你个切实可行的调陈步骤出来 这下可好 直接被老朱师家沉没了 汪广阳指得擦擦额上冷汗 嫩嫩退下 心里却想着 回头以中书省宰相的名义 将这道圣旨暂且搁置 再煽动科道给陛下敬言 务必要让陛下收回成命 将此事消解无形才行 读书人何等金贵 也能和那些泥腿子一样 收以复役 这种天经地义的事 还要折以钱粮 真是华天下之大击 还有什么事没有 速速报来 老朱不耐烦道 这些当官的 咱不过是要他们一体那粮服役 便在底下窃窃私语 个个都是奸人 老朱现在是怎么看文武百官 就又怎么不顺眼 启奏陛下 护部尚书海渊出班奏道 陛下前日 命朱将军领兵前往北平府 会同魏国公剿灭建州女真 燃年前未供应北征大军 护部已无太多余粮 如今又要出征 君资粮草恐怕无法支应 该从何处削减开支 还请陛下试下 说完便供下身去 看不到其面上神情 无法供应 老朱直勾勾地盯着他 怎么方才不说 陈方才 上报有一丝奢望 或许我互不节省一些 便能省出这笔钱粮来 到了现在 这才堪堪算出 这缺口 是省不下来了 不瞒陛下 陈迟到现在 脑子里依然满是算盘声吗 海渊道 哼 你倒是尽忠职守 都到了朝会上 还在满脑子算盘 朱元璋嘲讽道 他如何猜不到 这些清流文官 是在给他出难题 以隐晦的表达 对收回忧免政策的不满 通知下去 暂停中都皇城迎舰 挪用迎舰款项 指引军费 咱老家的房子 可以先不建 但是剑州女真 必须得死绝 如此 可够了吗 他俯视着海渊 是 陛下圣明 海渊拱手道 如此一来 臣无事了 既然无事 那便退朝吧 老朱烦躁地挥了挥手 百官躬身退下 朱元璋亦在二虎的陪同下 出了奉天殿 方走没多远 身后朱镖便追了上来 父皇 是彪啊 老朱停下了步子下来 怎么 有事 父皇 取消忧免的事 能成吗 朱镖的话里流露出担忧 方才 他也参加了朝会 百官们对于取消忧免的抵触 他看在心里 虽然这事 是自己父皇亲自定的 但是若百官抵触 恐怕也难以推行 若是强行施行下去 说不定还会引起大乱子 若真如此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叫什么父皇 叫爹 老朱故作责怪的 瞪了大儿子一眼 随后挥了挥手 侍卫宦官们攻身会议 刻意地放慢脚步 留他们父子俩在前头并肩而行 取消忧免 自是不能成的 你没见咱一挥退汪广阳 那海渊就出班给咱上眼药吗 嘿 他们这群清流读书人 倒是会抱团取暖 可是 朱镖疑惑道 海大人所说的 不是军费的事吗 你还年轻 不懂他们读书人肚子里的弯弯绕绕 朱元璋不屑地哼了一声 咱不让汪广阳说话 汪广阳反对不得 用眼神让海渊出班劝咱 海渊也不敢直言 就寻了个口子 找找咱的岔 好让咱心里有个底 知道他们这些当官的 对咱这次的命令有所不满 本来过上几日 奏请听见凤阳皇城 挪用钱款支印军费的折子 也该由中书省递上来了 这事儿本不用在大潮上说 今儿非让咱自己说出来了 这是故意给咱不痛快 这 朱镖终究还是年轻 不明白这两件八杆子打不着的事 是怎么扯到了一起的 不过他还是担心到 既然如此 若是成功们都反对 那又该如何 又不能直言 我大明日后将有祸患 否则 定然会引起波澜 也恐有狼子野心者暗中绸缪 咱还能不知道 这群文官的尿性 老朱哼了一声 咱早就算准了他们的反应 一开始便没想着 能把优缅全取消了 让中书省先议着 等他们开始推三组四了 咱再故作让步 给优缅一额划定一个范畴就是了 给这群官身先带个孤 而后再慢慢收紧 把这范畴越缩越小就是 见咱让了步 他们自然也就没话说了 原来父皇一开始 便是打着限定优缅额度的主意 而不是要一刀欠 朱镖恍然大悟 那不然呢 老朱答道 咱可没心思 在这小事上和这群官打嘞 这法子终究不能治本 剑州女真的事更大 这时候 还是要他们好好出力 稳定了国内才是 日后真有治本的法子 那时才该我们爷俩 出大力气的 是 孩儿明白了 朱镖点点头 不过今儿朝会 咱也算看出来了 老朱继续道 这中书省 终究是太过是大了些 都敢和咱在朝会上别苗头 在日后 这中书省的左右成像 恐怕便是那些文人 欺辱咱也俩后人的急先锋 前朝历代 也多有奸相乱政的事 咱大明往后出了那么些 不忠不孝的官 只怕 就是这全是 熏天的中书省 给他们当的保护伞 还是得早早解决了此事 老朱摸了摸 河下短须 爹 朱镖却是一惊 自家老爹 不会是想要废相吧 这可是个大动作 无故而废相位 会给国家带来大动荡的 老大 你竟个什么 咱还没说怎么做呢 线下 还是要以安稳为主 不过 汪广阳和海渊是不能留了 他俩属于清流 难说会不会在 剑州女贞的事上 给淮西朱将使绊子 老朱冷哼道 这些清流 都以为他不知道 朝中的派系之争 其实他都门儿清 海渊就先放去福建部政吧 至于汪广阳 这老学究 不好好去做他的学问 非要和淮西 帮别苗头 左向的位置先让胡为雍顶上 抑或是再度启用李先生 对了 老五今日在何处 正在脑中盘算着 老朱突然自己扯开了话题 五弟 想来是在大本堂吧 朱标答道 今日 该是先生们考教朱王学业的日子 前些日子 儿子前往拜会先生时得知 宋先生极为重视这次月中考教 他以为朱王拟定了不同的题目 甚至还欲带上自己最得意的几名少年弟子 好给朱王做个榜样 记起来了 是有这么一回事 老朱别了别嘴 咱是准过这事 那老匹夫 什么叫给朱王输个榜样 咱的儿子很差吗 要他的弟子来做榜样 太子朱标很明智地选择了不搭话 自他这个好学生 从大本堂毕业以后 剩下的朱王里 也就静王朱刚勉强能看 其他几个嘛 还真就一言难尽得很 老朱想了想 停下了本来要去景深殿的脚步 走 过去看看 老大 跟咱来 他突然起了去一窥这月中考教的兴趣 左右也是要找老五问点事的 自己亲自过去一趟 就当散散心了 啊 朱标愣了愣 见老爹已经迈开了步子 也只好扇上跟了上去 弟弟们啊 不是兄长不义气 实在是事发突然 通风报信已经来不及了呀 自求多福吧 月中考教 和后世高中生的月考类似 一般于每月硕日开考 正好和朝廷的大潮 是同一天时间 由于朱王的年龄不一 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月中考教采用的是 现场提问的方式 由先生根据诸位学生的学业进度 现场出题 学生们现场回答 答对了五奖 打错了吗 赏戒指若干 一般到了这一天 除了太子和晋王 其他皇子守心都是要种的 老朱和朱标到了大本堂 门口的内侍刚要下跪 老朱赶紧摆摆手 示意他不要发出声响 然后便微猫着腰 朝着书斋 轻手轻脚地探了过去 见平日里威武霸气的老爹 此刻却一副做贼模样 朱标之觉的一阵好笑 不过这样 他倒也不好故意发出声响 提醒弟弟们了 见老爹还朝他招手 他也只得学着老爹的样子 悄悄过去 父子二人猫着腰 隔着书斋的窗缝 探头探脑 里头正是秦王朱爽在背书 只听他磕磕巴巴背道 子曰 诗 三百 一言一 以避之 死邪无 死无邪 无邪 一旁 靖王朱刚悄悄提醒 啊 死无邪 朱爽连忙改口 然后一副过关了的样子 喜滋滋地坐下 三殿下 不得提醒 讲台上 宋连速声道 然后又点了点朱爽 二殿下 请示其意 啊 还得示意啊 朱爽不轻不愿站了起来 嗯 那个 孔子说 这老货也推能说了 这回是说啥来着 能背下来 已经要了亲命了 他哪还懂什么事业 唉 宋连失望地摇了摇头 西直 你来 是 宋连身后 一位势力者的如山少年 闻声向前一步 他先朝朱王居了一躬 而后道 子曰 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 思无邪 其意便是 孔圣人认为 诗经三百篇 以一言概括 便是无有邪念 嗯 宋连满意的吕虚汉手 那位少年向宋连失了一礼 然后后退一步 脸上依旧谦逊 无分毫的色 二殿下 宋连走到朱爽面前 您这道题 已是极简单的了 日后 还当多加温习论语 右手 宋老夫子地位尊崇 朱爽也不敢违抗 文言畏畏缩缩地伸出右手 啪 啪 两声戒齿拍肉声 分外清脆 嘿 这老匹夫 外头偷窥着的老猪 不开心了 当场就想捋袖子 他怎么又打老子儿子了 爹 爹 朱标盲拉住了老猪 教书 哪有不打的 这老匹夫 老猪也知道是这个道理 不过终究还是心疼 只得恨恨骂了一句 三殿下 宋连点了朱刚 格物置之 拘禁存养 是为何意 朱刚这题 比朱爽难了一些 朱刚起身答完 宋连道 殿下所言无措 不过亦有些许缺漏 惜直 是 那个势力的如山少年 再度向前一步 势力后侃侃言道 晋王殿下所言 深得朱子真传 不过朱子亦曾说过 盖人心之灵 莫不有之 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 唯有理有未穷 顾其之有不敬言 说明人只有明白 穷尽事物之理 才能置之 才能自觉 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一点浅见 唯一见笑耳 说完 退了回去 宋连点头微笑 朱刚脸上有些难看 不过还是口称受教 坐了下去 倒也没挨戒齿 不过后面的朱棣 可就逃不过了 宋连一时问了一道论语题 朱棣站起身来 磕磕绊背了 事宜用的却是朱素的论语 这可把宋老头气得暴跳如雷 啪啪啪打了朱老四三大板子 这才让那个叫西直的少年 如生初恋 外头的朱元张脸也黑了 转头对朱镖道 你这些弟弟怎么回事 风头都被那个小酸钉出了 咱的脸都快丢光了 啊 朱镖只能露出 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接下来轮到朱武了 宋连坐在椅子上喘了一会 自觉顺过了气 这才到 武殿下 书斋的空气陷入安静 无人应答 朱老五的桌上书本高高地堆着 只能看到露出的发际 看不到脸 宋连有些奇怪 提高了声音再次开口 武殿下 老五 老五 朱爽敲声道 别睡了 叫你呢 他自以为是巧声 可他这副大嗓门 连门口的老朱都听得一清二楚 书斋里响起大火的窃笑声 武殿下 宋连气得一敲戒指 直接把戒指当金塘木了 啊 朱素这才猛地惊醒过来 擦擦脸颊的口水 咋了 夏宇收衣服了 哈哈哈哈 窃笑变成了大笑 宋连老脸一黑 正要发作 门却猛地被推了开来 老朱的脸比他还黑 背着手气是十足的迈进书斋 朱标跟在他后头 给弟弟们使了个要小心的眼神 陛下 宋连一惊 连忙从椅子上起身 与学生王爷们一起攻身行礼 陛下 父皇 圣功万福 起来吧 老朱一副凶巴巴的态度 老五 跟咱过来 啊 好嘞 朱素一喜 便宜老爹 这事又有事要问我了 他好了 又能快乐地逃学 呸 快乐地为大明朝 未来出谋划策了 今天再怎么 也得把不再去大本堂的事 给敲定下来 咱一个穿越者 天天把时间丢在这知乎折野的 破事里做生 咱是要给大明朝当纸路明灯的 老朱气呼呼地往外走 刚起来的朱素脑子还蒙着 压根没发现 还一脸开心地跟着 倒是朱镖一脸纠结 有心想提醒他几句 又不好直言 只得带着一脸便秘的表情跟了上去 父子三人来到一个僻静处 朱素快走几步 来到老朱身边 父皇 朝堂又出什么事了 朝堂 老朱声音一致 险些被这丝带骗了 什么朝堂 现在先说你的事 大本堂是宫里的学堂 是让你睡觉的吗 我 我还不是为了父皇你 朱素发动倒打一耙技能 这几天 我不是在忙着 把一些东西 可能用得上的东西写下来吗 宋先生天天知乎折野 而陈人都快听成书呆子了 这不得在变呆之前 把上能记得的 关乎我大明未来国运的东西 都抄录下来 万一要是忘了 对我大明 那可是莫大的损失啊 朱老五很不要脸地拔高自己的价值 哦 老朱果然起了兴趣 你这几天 都在抄录这些 那可不 朱素赶紧顺势上纲上线 父皇啊 儿臣可辛苦了 大本堂这里早科又早 下学又晚 到了院里 天都黑了 咱身边就一个降灯服饰 那老货又目不时钉的 儿臣都是 没完挑灯夜战 眼睛都熬瞎了 你看 你看 这还且红着呢 说着 把自己的眼睛 拉开点老朱看 哎呀 还真有点红 老朱果然有些心疼 身后的朱镖 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你那是熬夜熬红的吗 分明是刚睡醒睡红的 然后呢 你抄录的那些东西在哪 老朱期待地问道 他一筹莫展了数日 可太需要一些行之有效 又立竿见影的法子了 下朝的时候 可不就是想问问老五吗 别急啊 父皇 朱素却打断了老朱的期待 父皇 先前答应我的事 是不是也该兑现了 是 老朱眉头一皱 没想到朱素居然敢和他讲条件 什么事 不用来大本堂的事啊 朱素道 天天来大本堂 儿臣哪有时间去回忆前世时的那些大事 再过一段日子 只怕都要忘光了 您不是答应我了吗 只要证明了 我是穿越者 就可以准我不必来大本堂 咱什么时候说过 老朱眼睛一瞪 刚刚的怒意也找回来了 咱还忘了说你 上学的时候 居然睡觉 你是想不学无术吗 我还不学无术啊 朱素叫起了撞天驱 父皇 我前世的时候 读书上学都上了近二十年了 更何况 他那都是什么破学问 专把人网于了教 我受的是后世的义务教育 天生和他们这些老夫子八字不合 哪可能听得进去啊 五弟 莫要口出狂言 却是朱标不乐意了 宋连义是他的老师 他一贯尊师重道 亦以儒家门生自居的 自然听不得朱素这样诽谤自己的先生 朱素没理他 现在正是自己迎接未来 躺平生活的关键时刻 他用期盼的眼神 注视着怒气冲冲的老朱 英切道 爹啊 那些理学的学问 就不该用来交给皇子 瞧那朱希都说了什么啊 什么存天理 灭人欲 什么君为成刚 说白了 这是交给臣子的学问 是用来禁锢人的思想的 适合给咱朱家的人听吗 再说了 这东西也交不出什么真如来 只是一张高高悬着的道学大饼 他朱夫子自己 爬回的破事 还传了百年呢 五弟 朱标是真不高兴了 自己的老师是理学大儒 老五的这几句话 几乎是把理学的遮羞不扒了个底儿掉 老朱却是莫名一惊 他看向朱标 心里想的是 马皇后也说过 老五对他说过 宋父子的学问太淤了 不适合交给彪云云 老五这事 在隐晦地提醒自己 莫非 彪在登基之后 因为太淤了些 做了某些昏庸之事 这么一想 思绪可就忍不住飘荡了 大明后期贪官 昏官遍地 莫非 正是因为彪亲信了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文人 开了这么一个好头 老朱的脸 煞事去黑 爹 爹 间谍突然瞪了自己一眼 朱标一脸猛逼 我咋了 我不过就是说了老五两句 难道爱 是会消失的吗 你先莫打岔 虽然在意朱标的事 但老朱焰能看不出朱老五的打算 这是想生东击西 祸水东瘾 咱现在说的 是你不好好上课 读书这事 咱不管 一会回去 你必须把那个小白脸 给咱料理了 要不咱这张老脸 都被你们兄弟几个丢尽了 小白脸 轮到朱素猛逼了 他刚刚都在补教 哪里知道什么小白脸 谁啊 就是宋先生的弟子 朱标终究还是人后 怕老爹又发脾气 赶紧出演点播 今日带来的那位 哦 他呀 好像是听说 宋夫子会带个和他们年纪 差不多的弟子来 说是让他们看看 外头就学的孩童 出来的时候 也确实看到 宋老头背后跪着个少年来的 只要比过了他 父皇你就准我不用来大本堂是吧 朱素摩拳擦掌 不就是为老爹正面子吗 小爷我整点科学小问题 小实验 还怕不能把那个明朝土著少年整趴下 人家穿越者穿过来 都是随随便便就能开宗立派的 对付一个小年轻 那属于杀鸡用了宰牛刀 用不用来 看你表现 老朱冷哼道 总之 你要是料理不下 就别提不读书的事了 五弟 宋先生那弟子 是经理有名的神童 朱镖忍不住提醒 神童咋了 朱素信心十足 我这穿越者 专刻神童 这一世 小爷也才十多岁 还能有比我更神的不成 敢问五殿下 赋予贵人之所欲也 作何解释 宋连问道 地点是大本堂书斋 老朱黑着脸端坐上手 宋连坐在侧座 底下一群皇子们 在老朱的逼世下 就像见了老鼠的猫 个个都战战兢兢 听宋夫子问了这个问题 坐在朱素前头的朱刚 忍不住啊的一声 这一句 乍一听之下 似乎比问朱爽的问题 还要简单 无非是答复和贵 是人人都想追求的 看着字面意思就能示意 然而 其中其实暗藏着一个陷阱 若是单案这句翻译 是不符合成朱理学的 道德准则的 这个题目 出自论语 李人篇 子曰 富与贵世 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 不除也 凭与见世 人之所悟也 不以其道德之 不去也 简单翻译 就是每个人都想得到富贵 但如果 不能通过正当途径得来 君子是不会安详的 每个人都想摆脱贫鉴 但不能以正道脱贫的话 君子不会追求的 其真正的意思 是在后半句 不以其道德之 不除也 只说前半句的话 就是为贪婪做辩护 是大逆不道 耳听身后 朱素站了起来 果然是按字面作答 这有何难 这句的意思是 富和贵 是人人都想追求的 朱刚大吉 在老朱的注视下 他本不敢开口 却又实在担心 弟弟惹父皇大怒 不对 不对 下面 朱老三顶着压力 巧声提醒 下面 什么下面 朱素一愣 低声回应道 他低了低头 下面没问题啊 拉链没开 话说这衣服也没拉链啊 老朱如何看不到他俩的互动 脸更黑了 不悦地哼了一声 宋连义摇头道 五皇子虽言中其表 却未见其理 西直 你来答 是 那如山少年千功上前 先朝皇帝诸元张义礼 而后在团团一级 年纪虽轻 却是无可挑剔 此文出自李人篇 虽讲富贵 实际却是在言德 圣人的本意 在后半的不以其道德之不除也 此语 一语成字 朱子的存天理 灭人欲相合 唯有保存心中本具的天理 消灭人的私有欲望 方能得其所得 这才是圣人此言的真意 大善 宋连听得摇头晃脑 如饮唇酒 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 吴殿下 你以为如何 问我吗 朱素微微一笑 我以为 大善个屁 朱老五语不惊人 死不休 宋老头脸上一黑 连带着老朱和朱镖 都一副金木的模样 朱刚更是吓坏了 低声赤道 老五 别说胡话 没见老爹坐在上边吗 要是他气上头了 当众拖了靴子打你屁股 你还要不要做人了 朱爽更是震惊地看着朱素 叹服道 不愧是写出润语的男人 敢在爹面前说粗话 太勇了 你可少说两句吧 平白给老五招货 朱刚转头低吃二哥两句 见老朱虎目转盯着自己 忙惶恐地低下头 武殿下 如乃皇室贵胄 怎能说出此等粗鄙之余 宋夫子颤着手指着朱素 措辞可能是激进了些 意思表达到位就行 朱素说道 心里也有些懊悔 在网上喷杠惊喷多了 一不小心说顺嘴了 他忙继续开口 期望把老朱的注意力转移过去 孔圣人士说过 不以其道德之 不除也 但我便读全文 却并没有找到什么样灭人欲的地方 反而孔圣开头就说 赋予贵人之所欲也 说明孔夫子他也认为 这些欲望是正常的 人皆有欲望 若是无欲无求 还算什么人呢 又如何能从这句话中 扯到什么存天理 灭人欲上面去 不等宋连反应 朱素便将矛头对准了 那个少年如生 依我看 这位兄弟对于孔圣人这句话 也没什么高深的见解 不过是按照成珠的标准 照本宣科罢了 他所说尽是成珠所想 他所言亦尽是成珠旧言 如此一来 不过是学成了一个成珠的传声筒 一个成珠的尼友人罢了 这也叫学问吗 眼不看 脑不想 只用嘴照本宣科 这也叫读书人吗 没有脑子思考 真的就能懂得孔圣人的真意吗 朱素上来就占领了学术高地 居高临下的 对那个如山少年进行降维打击 看着那哥们煞白的小脸 朱素只能心说抱歉了 谁让他一开始没料到 这次考教居然还是提问制 他还以为适合那个小哥切磋学术 一分高下呢 那样的话 自己大可以用脑海中丰富的科学知识 彻底把这小哥弄到一脸猛逼 可依然还是问论语 自己可就抓瞎了 又不能继续再用论语来搪塞 要是这么干了 老朱不得把自己吃了 为了离开大本堂这个鬼地方 自己只能赢 不能输 那就只能委屈这位小哥 承受自己不讲武德的打击了 朱素不要脸的 使用了网络骂战的杠精法则 我不管你观点说的对不对 我不谈论观点 直接贬低你这个人就行 朱素面前 那位叫做西直的小哥 却是一脸震惊 朱素的话如同当头一棒 震得他耳边嗡嗡作响 对啊 读书数年 所学皆是成珠 所言皆是成珠 那些都是成珠所想 自己的想法呢 自己读书 便是如此浑浑噩噩 毫无自己的想法吗 自己真的只是个客满成珠的人偶吗 少年惊呆了 一时间 他竟开始自我怀疑起来 便连老珠和珠标 亦若有所思起来 唯有宋连乃礼学大家 他学了一辈子的成珠礼学 哪有那么容易被动摇的 吕虚斥道 武殿下所言 亦有所偏颇 成珠乃如学圣人 如何会不知孔圣所想 武殿下既这么说 莫非有自己的见解 当然有 朱素还真知道 于是他大声道 夫思者 人之心也 人必有思 而后其心乃见 若无思 则无心意 若无思 则无心意 那位叫西直的儒生听的此言 煞事竟又呆住了 不是存天理 灭人欲 而是人必有思 而后其心乃见 这是他第一次 听到这种角度 完全不同的回答 这两者 究竟哪一个 是孔圣此言的真意 这 宋连眉头微皱 正想驳斥 这不服成朱之言 不想那位 叫西直的弟子 已越过了他 常常向朱素做了一击 请受教 吴王殿下一言 如若醍醐灌顶 您是真正的读书人 在下锁不及眼 姿态光明磊落 丝毫没有恼羞成怒的模样 西直直起身 感觉自己脱去了 以往的浑浑噩噩 似乎正变得焕然一新 是啊 读书若没有自己的见解 与你有何意 不管朱子与武殿下的观点 谁对谁错 武殿下对圣人之言 却有独到的见解 而自己则只是沿用仙人之言 从这点来看 自己已然输了 承让 承让 朱武有些好然 这句副思者 人之心铁 其实出自后世新学 泰州学派大儒理智 理智作为对抗理学的极先锋 让无数人追捧得超级大儒 他的这句话 自然会在西直这种 涉世未深的儒生心中 引起震荡 自己其实和他一样 也只是用别人的话 照猫画虎 所不同的是 他用的是过去的 自己用的是未来的 穿越着福利 就在于此了 不过他脸皮厚 没意会就面色如常了 见自己弟子已经探服 宋连虽不快诸宿的见解 离经叛道 但在陛下面前 倒也不好施衣申斥 且武殿下说的 也有些道理 只是路子不符合成诸 自己多加督促 纠正过来 也就是了 不过是十来岁的孩子 能说出这番见解 遗属不易 自己又何必置气呢 已经比那论语好过太多了 哎 罢了 宋老夫子摇了摇头 便算武殿下通过了吧 谢过夫子 朱肃公身为理 而后抬起头 朝老朱和大哥那挑了挑眉 老朱原本好转些的脸又是一黑 大哥朱镖 则面带宠密 无奈地看着这个不着调的右顶 今日便到此吧 老朱一服袍服 站起身来 老五 跟咱来一趟 在众人的注目下 朱肃指得又跟着老朱出去了 朱镖犹豫了一下 也跟了上去 宋连摇摇头 心想有陛下亲自教育 自己倒也不必急着纠正了 武殿下年未若惯 还得且学三四年呢 来日方长 那句若无私 则无心以阵笼发聩 虽与朱子相悖 亦不失为思想深刻之言 让宋连对这位武殿下 起了爱财之心 若是自己勤家教导 再为其指明正道 说不定太子与武殿下 也能成就周武王 与周公但兄弟那样的千古佳话 那么 朱殿下且先休憩吧 想到自己能助太子兄弟成就佳话 宋老夫子顿绝斗志昂扬 仿佛年轻了数十岁 剩下的朱王 他也不考教了 左右他们年龄也小 本就没学些什么 他拿出了论语 开始翻找了起来 想要纠正武殿下的思想 就必须先彻底驳倒 他那句话才行 却说朱素朱镖跟着朱元璋 转出了书斋 三人来到一处僻静的长廊 朱镖忍不住开口问道 武帝 你方才说的那句话 也是出自后世的儒者吗 是 朱素点点头 那句话 是后世一位名为李治的大儒 所提出的观点 顺便说一句 他是大名人哦 是吗 朱镖满面惊喜 我大名日后 闻到如此长盛吗 竟然出了此等利言的大贤 前朝大宋出了朱圣人 足正闻到知昌 我大名亦有此等儒者 也可当之一二了 可惜莫能与之一会 真乃人生憾事啊 朱镖一脸神望 朱素呵呵一笑 心到朱熹算什么 大名日后 可是出了知行合一的真圣人的 真要论起来 比嘴炮朱八辉 朱更牛批了一万倍 那又有啥用吗 圣人也就不了大明朝 不过武帝 你贸任后人之言 以知驳斥宋先生的弟子 未免胜之不武 朱镖正色道 既然学业不如对方 也当坦荡的 自认不如才是 如此才不愧为君子风范 日后支持而厚勇 奋力追赶 也就是了 放屁 朱素还没答话 前头的老朱 就先不乐意了 咱的儿子 如何就不如那个小白脸狗屁神童了 宋老官找了个徒弟进宫羞辱咱儿子们 你武帝还不能对回去 反正那什么后人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呢 老朱里不知气也壮 朱素仿佛重新认识了老朱一般 心说妙啊 原来你是这样的老朱 挺儿子当文超宫廷的这么理智气壮 我喜欢 爹啊 什么羞辱 朱镖无奈道 先生那是一片好意 意图激起弟弟们的好胜之心 让他们支持而后涌呢 那咱不管 反正一看那什么什么神童 咱就不高兴 老朱耍起了无赖 他本来是觉得朱素出口成脏 失了皇子风范 要好好训斥一番的 现在见平日最疼的大儿子 胳膊肘往外拐 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之心 直接当着大儿子的面 拍了拍朱武的肩膀 做得好 没丢了咱的脸 嘿嘿 那必须的 朱素朝朱镖挑了挑眉 你们 朱镖只能失笑摇头 这两人 一个小土匪 一个老土匪 啊呸 我怎能如此想自己的清长兄弟 网读了圣贤书 不管正在脑内撕过的朱镖 老朱转过头对朱素道 老五 这考教爹 就算你过关了 也该谈谈正事 咱听了你说的那三百年魔咒 这几天是白天也思 晚上也想 可就是想不出一个能跟着好法子来 抽了个空子才来问问你 你们这些几百年后的人 有没有跟出这些问题的政策 说着 期待地看着朱素 解决三百年魔咒的政策 朱素一正 随即露出苦笑 那个 爹啊 三百年那也太远了些 你就是机关算尽 那也管不到三百年后啊 现在就算有好政策 过了几代 那也难免走偏了 再说了 政策什么的 那可不心乱说 我在六百年后 也就是个普通人 可没啥市政的经验 政策这东西 一个说的不对 害的可是千千万万的百姓啊 他倒是想掏出社会主义 可他也得敢啊 真把社会主义告诉了老朱 老朱不得活活削死他 三百年怎么算远 不算远了 你上辈子时 都是六百多年以后的人了 三百年那才区区一半 不远不远 后市有什么政策可供参详 你但说无妨 只要能有一二思路 话说到一半 他突然虎目一宁 猛地转头 朝脚落大喝道 谁 出来 朱素 朱镖都被吓了一跳 拐角里 一片酱色衣角 已被吓得一抖 然后 一个人影 从后头拐了出来 竟是老四朱店 老四 你怎么在这里 老朱面色极为不善 恶狠狠地盯着朱老四 你从哪开始听见的 儿臣 儿臣 朱老四哪受得住这龙威 话都说不利索了 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脸色却震惊地看着朱素 老五 你 方才爹说 一本薄薄的画本 从朱蒂的怀里滑落出来 朱镖一看 顿时就明白了 那画本 正是朱蒂从他这里顺走的 前二十余画的三国演义 父皇 四弟应该是来找我的 他忙转身向老朱请罪 他从我这里借走了此书 只是想过来 将此书还给我而已 老朱不理他 只向朱的逼近了一步 老四 说 你从哪开始听的 老五是穿越者的事 等闲不能被他人知道 否则一个不小心 就会引起大乱子 爹 我 十三岁的永乐大帝 都快吓尿了 我听 爹说 老五的上辈子是 六百多年后 老朱的脸越发黑了 确实 有二虎在外围警戒 闲杂人等 绝对靠近不了 他们父子三人 但是老四同样是皇子 别忘了老五才十一二岁呢 二虎他们当然不会认为 自己拉着老五 是在谈机密要事 只怕 还以为是在续父子亲情呢 既然是在续父子之情 那么 同为儿子的老四靠了过来 二虎自然也不会示警 场面陷入沉默 老朱柔柔发长的脑袋 不知道怎么封住 朱棣这熊孩子的口 朱镖左看看 又看看 对老朱道 爹 让我去和四弟解释吧 我定然劝服四弟 保守秘密 四弟也是我朱家人 断不会不知道轻重的 嗯 交给你了 老朱点点头 看着跪在地上的朱棣 心里终究一软 好好说 墨下坏了老四 是 朱镖点点头 走到跪在地上的朱棣身旁 伸手将他拉了起来 老四 跟大哥来 大哥和你好好分说明白 朱镖带着朱棣离开了 老朱缓了缓神 便也带着朱素 摆驾前亲公 毕竟 还是前亲公的戒备更森严险 这一次 他还特地严令二虎 除了皇后和太子 任何人都不许出入 朱素对着前亲公 也算是轻车熟路了 朱元璋依旧让侍卫们 在外头戒备 自己则带着朱素到了里间 父子两坐在正中的茶桌旁 老朱开口道 继续说刚刚的事儿吧 老五 真没什么政策 能应付三百年魔咒 真没 朱素的头摇的 像波浪鼓 你莫不是仍觉得 就算咱真颁布了好政策 也会走偏 朱元璋正色道 这点勿要担心 咱会给后世出一本祖训 要后世君臣 世世代代遵循 咱这个开国之君的法子 让百官 可道共同约束朝廷上下 万万不会出现 走偏这种事儿 我知道 黄明祖训是吧 朱素摆了摆手 那玩意儿没啥用处 该偏的还是会偏 什么 老朱一愣 以黄明祖训 来约束朝廷上下 是他这几天 思考军户制失败的事 痛定思痛才想出的法子 这名字 还是昨晚刚想出来的呢 他一心想要缔造一个完美的运转规律 在他想来 君护制最后走偏了道 其中固然可能是君护制自身的不完善 但一定 也有一部分原因 是由于后世没有忠实遵循 才会导致这项善政变成了恶政 自己现在已经知道了不足 那么 只要自己费些心力 将这制度改得尽善尽美 再以祖训约束之 必然能彻底弥补上这一窟窿 但老五居然张口就说出了黄明祖训的名字 老朱惊讶问道 莫非按原先的路子 咱本来也是要转这黄明祖训的 可不是吗 朱素贪了贪手 您前些年的时候就想着编这祖训了对吧 不错 老朱点头 红五两年的时候 咱就想着给咱们朱家留本祖训了 不过那时候 咱只想着传个好家风 名字也还没定 怎么 咱的这本黄明祖训 是没被当回事 她的声音不禁带着些怒意 您那祖训是挺鸡肋的 方方面面想的倒是齐全的很 但是时代在变动 有些东西或许切合开国之初时候的情况 但过上几年早就不适用了 朱素答道 本来嘛 政策这种东西就是要因时而变 您老想着一套政策用上万万年 哪有那么容易 一潭死水 烟能不臭 一样的道理 一潭死水 烟能不臭 老朱皱着眉头 似乎抓住了什么 还没来得及深思 朱素便接着道 要是完全用不上 也就罢了 偏偏他又派上了一点用场 只要皇帝有什么为了文官的意的 文官立刻就去翻您这本黄明祖训 然后指出 祖训里有利于他们的条文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 有您这本祖训在 后世皇帝 也只能屠乎奈何 偏偏 其中关于限制他们文官自己的条文 那些文官不是想了借口曲解 就是装作看不见 这祖训被文官们都玩出了花来了 朱素宇带嘲讽 可不是吗 明朝后来那些高呼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文官 没一个敢提包皮冲草这条祖宗之法的 什么 老朱胀红着脸站了起来 颇有些恼羞成怒的情绪在里头 咱就知道 咱就知道 竟敢拿咱的画 搪塞咱的后代子孙 这些官 果然是我大明的心腹大患 他想起了之前说过的那个水太凉 又想起了早朝时 给他上演要的汪丞相 心仇旧恨 顿时同时涌上心头 这些官 现在自己还在的时候 就敢爱手爱脚 也难怪敢那样拿捏自己的后世子孙 看来 想法子解决三百年魔咒之前 得先把这些当官的礼仪礼了 不然 有他们在后边拖后腿 自己怎么放开手脚 给后世子孙们 堵上这一个个的大窟窿 咱对那些文官 果然还是太人意了 老朱把牙咬得咯咯作响 他接过朱素给他倒的茶水 一仰泊喝干了 觉得气顺了一些 这才坐下愤愤道 老五 咱想先把丞相这位置废了 你觉得如何 他眼睛里闪烁着凶光 他也知道 若要废相 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波澜 很可能会导致朝廷的运转涨时间停滞 甚至出现其他不可预测的乱子 但是 现在是什么时候 咱大明 还有两百七十多年就要亡了 哪有心思去管那些 正是要上下一心 力往一处始的时候 多这么一个丞相 爱咱的手脚 如何成事 废相 朱素一愣 您现在 就已经有废相的心思了 咱老早就有了 要不是前些年咱忙着打圆亭 需要个人帮着治理 说到这 老朱一惊停了下来 听你的口气 知道咱想废相 咱后来 真这么干了 朱素点点头 不止这么干了 还顺带杀了满坑满谷的人呢 纵然到了后世 胡卫庸依然作为华夏最后一任 也是陪葬最多的丞相而闻名 足足三万余人因他而死 咱废了丞相 老朱瞪着眼睛看着朱素 你不是说 咱的后代 依然被文官欺负 文官依然把持着朝政吗 没了丞相这个把持重权的官位 文官杂成的祸患 他有点想不明白了 爹呀 您费丞相这个决定 还是武断了 朱素就正道 这种能说叫洪武大帝的机会 可不多见 朱素装逼的端起茶杯 闭上盐品了一口茶 你有没有想过 我大明何等辽阔 一日之中需要处理的政务 该有多少 丞相这个位置 虽然分走了皇帝的拳 但说白了 也分担了皇帝肩上的担子 史书记载 洪武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至二十一日这八天之内 您批阅内外诸丝奏书 共一千六百六十件 出离国事三千三百九十一件 平均起来 每天要批阅的奏书 多达二百多件 出离国事四百多件 而且每天睡不到两个时辰 朱素比了个二的手势 那又如何 老朱一百手 不过是多辛苦些 咱是皇帝 若这样就能给子孙 留下个铁打的江山 咱也甘愿 可是 您想过没有 您是足够勤政 但后世子孙 可未必如此啊 朱素道 怎么 老朱眼睛一眯 一股威势 瞬间蔓延开来 后面的皇帝里 还有敢荒废朝政的 那可太多了 朱素行道 不过 还是先救世论事 您是受过苦的皇帝 身板子也硬亡 这些活儿压在您肩上 您还算扛得了 受得住 甚至您还甘之如頤 绰绰有余 可是您受得住 后世的皇帝养尊处优 可不一定受得住啊 远的咱也不说 您刚一废相 嘿 等您儿子这一任上岗 转头就弄了的那个出来了 哦 老朱农没一条 朱素说 儿子 他下意识地 就把这个儿子 当成了大儿子朱标 毕竟在他心中 大儿子是毋庸置疑的 储君人选 其他的儿子 他都不太考虑的 朱标是他最满意的孩子 在他的心中几乎是无可挑剔 加满了各种滤镜 他此前 亦十分自信地认为 朱标一定会接好他的一波 好好听他的话 按照他所教育的 庄庄渐渐 传承好这大名的江山 这是问都不用问的事 这个内阁 又是个什么东西 老朱耐着性子问道 这个内阁 就是帮着皇帝处理政务 出谋划策的机构 朱素解释 内阁里 一般有三四名大臣 称之为阁臣 一开始其实也还好 内阁只是给皇帝出谋划策 帮着提一些意见 最后还是要皇帝亲自拍板的 但渐渐地 内阁的权柄越来越重 到了第三代 第四代 内阁也就渐渐把持了朝政 内阁的阁臣们 皆被以相呼之 他们之中的内阁首府 更是所有文官之罪 权力之大 和真正的丞相也差不离了 老朱太阳穴的血管 已经开始暴动了 朱素却丝毫没有察觉 依旧卖弄到 后来有一位内阁首府张居正 说过一句话特别贴切 爹 你猜他说了什么 哦 说了什么 老朱的声音完全没有起伏 我飞向 乃射也 碰 极为名贵的右里 红松竹眉文茶盏 被老朱猛地砸碎在地 狂呗 老朱愤怒地低吼 正巧这时 朱标推开门走了进来 他脸上带着温文尔雅的微笑 爹 我已处理好四弟的事 四弟也向我保证了 断然不会乱说 然而刚关上门 一抬眼 就见自己的亲爹红着眼睛 站在了自己面前 爹 您这是 你这不孝子 老朱抬起巴掌 呼的就扇在了朱标的脸上 朱标被扇得一脸不知所措 茫然地看着自家亲爹 整个人都猛住了 终究 终究坏在了 你这逆子的手上 老朱颤抖着手 指着朱标 这一巴掌 是打你忤逆不孝 不知道复死三年 不改旗帜 咱尸骨还没透呢 你就敢背着咱 给咱的江山捅了个大窟窿 好你个彪 平日里 看你浓眉大眼的 骨子里竟然是这种 忤逆不孝的东西 爹 朱标更加猛逼了 您老这 不还活蹦弯跳的吗 怎么就复死三年 不改旗帜了 有您这么 咒自己的吗 你问老五雀 老朱见朱标脸上 一个偌大的掌印 心里不禁也有些后悔 咬着牙扭过头 不去看朱标 五弟 朱标转头看向朱素 爹刚说什么了 他第一反应是 肯定自己听错了 啊 呃 这个 朱素也反应过来了 自己一时嘴顺 只说是您儿子 却被老朱张冠李戴 带到了大哥朱标的头上 但是已至此 他也不好纠正说 自己指的是朱老四 而且 他也有自己的考量 自己兄弟家人这些人的结局 那是万万不能说的 若是说了 不说 可能身体里有某种病根的马皇后 是否会因为受了刺激 提前病重 就是这个家能否维持现状 那都得另说 因此 他也只好露出尴尬的笑 将内格的事 对朱标又说了一遍 当然 他依然用的是爹的儿子 这种拗口的说法 并没有指名道姓 还好 心情激荡的朱元璋和朱标 都没有注意到 他这个略不自然的表达方式 当然 这也是因为父子两人都认为 下一任皇帝必定会是朱标 没有其他的选项 朱标听完之后 这才明白了起因经过 他扑通一声 就跪倒在朱元璋面前 叩手道 爹 父皇 是孩儿能力不足 孩儿如何能想到 孩儿日后弄出的内阁 竟会出了此等悖逆全臣 您放心 孩儿日后 一定亲力亲为 断不会偷懒 还会将您的训事传下去 若是后世有皇帝敢偷懒 开类似内阁这样 祸害我大明的口子 孩儿就算做鬼 也绝不放过他 朱标说的情真意切 他的身体 他自己知道 很可能真的 承受不住政务的重压 想出内阁这种法子 来给自己分担压力 虽然一开始也算好心 但终究是办了坏事 从他这里开出了这个口子 害了大明 所以 他这一贵贵的情真意切 丝毫没有怨愤的意思 反而充满了自责之心 他是真心认错的 好 好孩子 老朱将他拉了起来 爹 我以后一定向您请政 绝不会偷懒 朱标历史道 老朱拍了拍他的肩膀 只觉得十分欣慰 呃 朱素在一旁 看着这副慈慈笑的一幕 却觉得心里憋悶的慌 这不是你做的 你别认错认的 那么心甘情愿啊 但这还不是他朱素造的孽 他也没法直说 只能弱弱地插一句道 那傻 其实人张居正挺好的 没了人家老张 大明能不能撑到两百七十余年 还不好说呢 不过似乎声音太小 便宜老爹和大哥都没听到 老朱拉着朱镖坐了下来 他摸了摸河下的短须 纠结道 不过 老五说的也在理 咱们父子虽然可以勤政 但没了丞相 后世子孙若再懒些 朝廷岂不是要乱了套 你那套内阁的法子 想来也是深思熟虑过的 可依然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就没有什么万全的法子 能废了丞相 又不至于出现那些悖逆全臣 把持朝政的局面吗 老朱一边沉吟 一边用眼神看向一边的朱素 希望他能拿出后世 切实可行的法子出来 朱素也看到了老朱的眼神暗示 他轻咳一声 低头假装喝茶 给老朱来了个视而不见 老五 老朱脸上挂不住 干脆直说了 后世有了解决的法子 对不对 啊 嗨嗨 朱素险些被茶水呛到 他放下手中的茶杯 对着老朱黑黑一笑 爹 有室友 那还不快说 老朱面色一板 还要咱这个当爹的 求你不成 呃 爹啊 我告诉你的事 已经够多了 照理来说 你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 朱素提条件道 自己白给老朱提供了这么多信息 现在也已经证明自己穿越者身份了 凭啥你老朱问啥 我就得打啥 诚意呢 说好的 我不用去大本堂呢 见自家我儿子敢造反 老朱的脸沉了下来 怎么 你还想在咱这里讨好处 咱是不是该赏你这个吴王爷 黄金万两 好丑你这盖世之功啊 嘿嘿 黄金万两那也不错 朱素挠了挠头 不过爹 说好的答应我不必去大本堂呢 休想 老朱把脸一板 你才多大年纪 不在宫里读书 你想干什么 小屁孩子 就想就翻 不就翻 去凤阳高墙也行啊 朱素坚持道 大本堂那鬼地方 自己是一刻也不想待了 爹啊 别看我年纪小 我脑子里 满满当当 塞着上辈子学来的一堆知识呢 您死咬着 让我在大本堂里 学那老掉牙的知乎折野 我还不如再死一次 再穿越一次得了 五弟 胡说什么呢 朱镖赤道 老朱却有些异动 从刚刚在大本堂的考教来看 老五确实学过不少东西 否则也说不出 那番能折服那小神童的话来 只是 他的穿越者身份 是大明朝廷的一大助力 必须牢牢掌在自己手里 莫被其他人知晓了去 又怎么可能放他出弓剑府 留在宫里读书 无疑是最好的一种保护了 是以老朱依然摇头拒绝 只用手指着朱素 威胁道 你说不说 国家大事 又岂是让你拿来 和咱讨价还价的 不说 朱素也算豁出去了 不成功就成人 这次要是再耸了 大本堂的苦日子 就要没边了 您要是不答应 就是把我屁股打烂了 我也不说 你个小崽子 我 老朱抬起手来 朱镖赶紧将朱素护在了身后 老朱看了心一软 恨恨放下手去 哼 不说就不说 咱还就不信了 咱想不出个万全的法子来 说着 他气鼓鼓地背着手 在厅里转起圈子来 一边转 一边自言自语道 其实 内阁这个法子 还是不错的 起码 比留着宰相之有用 要不 用另一套班子限制内阁 哼哼 朱素在一旁故意拱火 这法子还不错呀 再过个几代 您的后人就这么干了 搬出了内厅的太监 整了个私礼间 来反制内阁 您后代的一位好大孙 玩这个 最是得心应手 他自己躲在后宫里 整整二十多年不上朝 炼丹修道过得快活无比 靠着这私礼间 愣是把内阁和朝臣玩得团团转 不过他 也就这点能耐了 他的年号叫嘉靖 当时由小儿传唱民谣曰 嘉靖嘉靖 家家接近 全倒是没丢 国纳可就一塌糊涂了 朱素在那自顾自地说 却没注意到 老朱的注意力 已经从所谓的私礼间 转移到了另一个关键词上 空气沉寂了一会儿 前倾宫里 陡然爆发出 红武大帝愤怒的咆哮声 什么 二十多年不上朝 还练丹修道 特娘的 喜欢修道滚去当道士去啊 赖在宫里是咋回事 操弄个拳术 还挺得意是吧 光弄拳有个屁用 把家败光了 是闹哪样 老朱不善的目光 又瞄向了朱标 看样子 很有把朱标当作那朱厚总 亲切教育一番的想法 爹 息怒 爹 朱标差点又给老朱跪了 这锅杂又落我头上了 他忧愿地看了朱老五一眼 再来这么几次 感觉亲爹的爱都要消失了 朱素满怀歉意地 向大哥拱了拱手 误伤 纯属误伤 你说 你生出来的 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老朱嫌弃的 只一指朱标 日后你有儿子 必须带进宫里来 咱和你娘亲自来教 咱算看出来了 你这小子性子太软 就不是叫儿子那块料 是 是 朱标擦了擦汗 跑上前帮老朱 拍打着后背顺气 事已至此 也只能出卖自己 未来儿子的抚养权了 老朱喘了一会 好不容易顺了气 这才向朱素道 老五 按这么说 这私礼间不是还成吗 至少大权没有旁落到内阁 只是那家境太不争气而已 啊 朱素顿了顿 先朝着朱标抱歉一笑 朱标顿绝后背一凉 只听朱素继续道 您想多了 该旁落的 一样会旁落 不止旁落给内阁 还旁落给司礼监呢 后来又出了个年号天启的 这位喜欢躲在宫里当木匠 他把朝廷大事 都交给了大太建位忠贤 皇帝称万岁 老位称九千岁 牛批吧 朱标已经开始默默后退了 老朱脸一黑 重重一拍桌子 奶奶的 先出了个道士 又出了个木匠 特娘的一大群孝子贤孙 老大 你推那么远坐山 来来来 靠近些来 咱保证不打死你 朱标面如土色 瞥了一眼在后头 看热闹的无良弟弟 赶紧板板正正的 又给亲爹跪了 爹 您别 我都答应 以后儿子给您教养了 有您亲自教 孩儿后代肯定出不了 不孝子孙 朱素在后边偷笑 嘿嘿 看平时风度翩翩的大哥 鸟归认怂 还挺好玩的 不过也不能玩过火了 而且 这锅本就不该由大哥来背 于是朱素也劝道 爹 你可别生气了 现在 您提前知道了这事 大可防范于未然不是 我保证 只要大哥继承了大位 嘉靖天启这种孝子贤孙 是断然不会再出现的 哼 老朱重重哼了一声 不过气也算消了些 谁知道呢 他决定 先不理朱标后代的事 转头问朱素道 既然私理间不成 那老五你说还有什么好法子 能顶用的 见朱素还想拿捏 老朱不耐烦道 行了 咱答应你的要求了 还不快说 爹 您答应了 朱素受宠落惊 皇帝惊口欲言出口呈现 您可不能反悔 要是反悔的话 我可就要学尽曹英的叙述 一辈子也不开口说话了 老五 你还啰嗦什么呢 朱标赶紧给他识眼色 生怕他又把老朱气着 最后殃及自己这条池鱼 有话就快说 爹还能骗你不成 嘿嘿 那我就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了 朱素默然一笑 抬起双腿 没形象地盘坐在茶凳子上 内阁虽然不成功 但思路 其实大体还是对的 其余那一点小毛病 稍微改了 就可以拿来用吗 后面雍正弄出来的军机处 就改得很不错 哦 军机处 老朱眼睛一亮 雍正这名 一听就知道 也是个年号啊 他心情好转了许多 便也抬起腿 同样没形象地盘在一面上 这雍正 也是咱的好孙儿吧 连续出了家境天启 这两个不孝子孙 终于要来一个 真正的孝子贤孙了吗 好 好 快说说 这雍正 他做了什么 呃 倒不是您的子孙 虽然和您 也多少有点关系 诸素汉言道 他是后来 达子朝廷的皇帝 啊 老朱脸上的期待僵住了 达子 那不就是灭了 咱大明的朝廷吗 感情和咱 是有这层关系 他觉得胸口 又开始憋门了 凭啥咱的儿孙 想的法子不顶用 关外那群蛮子改了改 就能用了 不善的眼光 又朝着朱镖斜了过去 朱镖才刚刚坐下 吓得浑身一抖 差点跌倒在地 幸好朱素把老朱的注意力 拉了回来 所谓的军机处 其实和内阁本质上 没啥差别 都是给皇帝打下手 帮着处理国政的 不过 和内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这个军机处 不是长设机构 而是一个临时组织 临时组织 老朱愣了愣 不解道 这临时的组织 不是更不顶用吗 怎么就比内阁更好了 就是不顶用 才好用啊 朱素故作高深地笑着 不过这表情 放在他那张十来岁的脸上 莫名显得有些滑稽 只听他继续道 这军机处的讲究 全在这临时二子 所谓的军机大臣 论品级 其实大多只是八九品 没什么实权的小官 不过是头上 多顶了一副军机处 行走的职务而已 他们明面上所做的事 全是因为皇帝让他们做的 他们的权利 只是皇帝分给他们的 而已 他们有权无职 唯一能依靠的 只有皇帝 纵然今日他权亲朝野 明日皇帝想换他 那也只续一句话的是 一个八九品的小官罢了 敢如何呢 即使把这军机处 全都取缔了 那也不是什么大事吗 毕竟 只是一个临时的组织不是 今日取缔了军机处 明日换个名头 立个政教处 积积处 什么处都行 换一批人 这朝廷一样的转 朱素的笑 很有些阴险 老朱却恍然大悟 派案叫绝道 那这些所谓的军机处大臣 不就和宫里的太监 一个模样了吗 太监只是主子的附庸 这么一来 这些帮着皇帝 掌理国政的大臣 也只能成为皇帝的附庸 对头 朱素赞同道 只给权 却不给相匹配的地位 收回来可不就简单了 娘的 还是这些打子够不要脸 这种损渣都能想出来 老朱一边骂 眼睛里却在闪着光 这样 岂非不太好 朱镖却有些犹疑 国士之才当理育之 岂能视之为宦官 咱看你是读书读回了脑子 却不想 老朱抬头就骂 把朱镖都骂猛了 心说 您刚刚不也说 打子这方法 不要脸吗 大哥 礼遇国士之才 和防范全臣乱政 那也不冲突 朱素也道 再说了 真有国士之才 想来也不会贪慕这虚荣名位 只要对大明好的政策 那他们必然是全心全意支持的 听听 还不如你弟弟小事 老朱对朱镖说道 随后猛灌下一杯茶 嘴里还自顾自盘算着 虽然文官也不靠谱 但总比太监有治国的能耐 有他们帮着 就算后边再来几个不孝子孙 也不至于完全荒废了朝政 咱就能放手 去废了丞相了 万一真有哪个军机大臣敢贪权 皇帝一句话 就能抄了他全家 万一皇帝做错了事 也能甩到军机大臣的头上 不至于损及皇权 哟 老爷子 你也够黑啊 朱素竖起大拇指赞道 不止如此 军机处还能养肥羊呢 达子朝廷有个全臣叫和珅的 能力那是没得说 帮前一任皇帝做了不少实事 也算是个能力了 可下一任皇帝刚继位 他自己压不住他 就直接把他家给抄了 用的理由也很简单 谁让他是军机大臣呢 他做的任何事 叫真了讲 那都是抄出了他的职权范围 没有法理依据的 前任皇帝做的破事 随便找一件安在他的头上 都够他名正言顺的 死上一万次了 新皇帝不费一点劲的料理了和珅 还顺手抄了他的万贯家财 充实了国库 自己却人光鲜的和朵白莲花一般 一点因果不沾 拿着和珅的抄家银子 继续做自己的明君圣君 这等不要脸的事 把老朱和朱镖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朱镖一副三观尽毁的模样 这不是谢莫杀驴吗 而且杀了一位全臣 还一点因果不沾 嘿 老朱却笑了 不服这群打子不成 还是咱老朱家太要脸了些 不错不错 君基处这法子 咱勉勉强强采用了 就是这名儿实在难听了些 君基处 君基君基 基什么基 低俗 还是咱大明朝取的那个 这名字好 回头 咱选掉一些有能耐的年轻官吏 让他们来参赞那个朱氏 只是宰相这位置仍然还在 倒是不太好处理 还是得先想到法子 先废了这老石子 宰相才好 直接废除丞相制度 用内阁取代不行吗 朱素有些不解 老朱看了他一眼 心到老五自称不懂政策制度 确实不是推托之词 竟然问出如此浅白的问题 看来君基处这法子 果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而是确确实实来自于后人 朱镖则是对朱素解释道 五帝 废丞相 又哪是那么容易的事 丞相乃百官之首 朝廷要是所系 贸然废相 定然引起朝野震动 更何况 汪相虽无剑术 可一无什么大错 只是触落了道也还好 可要是借此废相 朝中百官们 必然不会同意的 如今朝廷又正值多事之秋 看着大儿子侃侃而谈 老朱满意地点了点头 彪儿虽性子死板了些 但论到为君之能 确实是兄弟们之中最顶尖的 朱素则老脸一红 心说怪不得老朱废成相的时候 非得等胡威雍自己拉帮结派 弄到人尽皆知 握足了把柄才动手 就这样 还拔了萝卜带出泥 顺势处置了一大批官吏 才成功废相 要是现在 就替废相的事 百官不费反迎天才怪呢 确实是自己想得太天真了 朝堂上那么多弯弯绕绕 我弄得明白才奇怪呢 我说了 我不懂政策的吧 朱老五两手一摊 不过 若是能寻个借口 先把内阁的架子搭起来 再慢慢架空成相的实权的话 老朱摸着下巴 就以北方盟员的名义 搭建内阁吧 就说 咱需要一帮子人 随时咨询盟员的动向 老朱道 朱镖也点点头 如此甚妥 北方心拜 以防御盟员为名义 设立内阁 百官必无疑心 朱素却愣了 爹 你们不准备对付盟员了 还能咋对付 老朱白了他一眼 盟员毕竟家大业大 咱这次北征没打死他 让他喘了这口气 这局面就算是僵住了 所幸盟员也被逐出了长城 丢了四百余年的燕云十六周 也光复了 北人再也无法长驱直入 本就才刚 收服北边没几年 大明还穷得很呢 只能先僵持着 休养生息几年 过些日子 再想法子灭了盟员了 更何况 这里的都是自家人 倒也没什么顾忌 老朱的语气 带着满满的忧虑 和咱一起打天下的 这群老兄弟 也基本都赏无可赏 封无可封了 比如你们徐叔叔那几个国公 要是再有了灭员之功 那就该封王了 义姓王 此乃取货之道啊 正是因为这层顾虑 所以在北征之中 老朱才让徐大的中路军 做了诱饵 就是想让东路的李文忠 吞下这灭员的大功 李文忠毕竟是自家人 是自己的亲外生 爹宁的意思 是想压一压武勋 朱镖问道 嗯 老朱点点头 我大明建国之后 仗也打得差不多了 先积攒点国力 等兰玉那一批武将成长起来 让他们去拿灭员之功吧 暂时 还是先防守 更何况 那三百年魔咒 还在我大明头上悬着呢 不从地上弄出更多的粮食 就是现在灭了盟员 以后也是百大 嗯 朱镖沉重地点点头 确实 大明如今正是该发展内功的时候 未来 还要养活一大堆 在小兵河时期 流连失所的难民呢 他感叹道 凡大军出征 弥废必重 国虽大 好战必亡啊 可是 朱素却打断了沉重的老朱和大哥 不打仗 那去哪弄更多的粮食 自然是休养生息 鼓励农丧 老朱理所当然地说道 但马上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转过头来 老五 你有法子弄来粮食 弄粮食 说白了 不就是要更多的地吗 朱素一脸理所当然 不打仗 又要上哪区搞店 本以为他会说出什么高论 没想到竟然如此肤浅 老朱脸上的期待迅速退去 朱镖替老朱解释道 五弟啊 这华夏之外 多是蛮荒之地 取之无意 反弥废前良 且我大明地域广大 大明的田地都还没开肯完呢 又何须去搞外面的土地 屁得蛮荒之地 屁得地域广大 朱素激动道 他最讨厌的 就是这一套固步自封 夜狼自大的说法 娇指 仙罗 那地方够蛮荒了吧 他们的水稻 一年可以熟三次呢 噗 老朱本在喝着茶 闻言一口茶汤 直接喷在了朱素的脸上 他顾不上擦掉嘴角的茶字 越过茶桌探过了身来 什么 一年三熟 不应该啊 娇指 仙罗 不是在岭南更北面的地界吗 岭南都满地瘴气了 他们那里 又怎么会如此富饶 朱镖不幸道 大哥 你就是被那群先生们叫傻了 朱素翻了个白眼 那群先生都没出过中原 听人说岭南北墨蛮荒 便以为离中原越远 环境越是恶劣 其实这世界之大 又岂是那群俘虏所知道的 能种地的地方 那可多着呢 他转向老朱说道 孩儿这几天没睡 便是在凭着脑内记忆 为您做昆鱼万国图 那图昨晚才粗略化成 就在我屋里的书桌上了 昆鱼万国图 老朱振奋莫名 拉住朱素的手 去 马上将图取来 想了想 干脆自己也站起身 不 咱和你一起去 咱一刻也不想等了 必须要第一时间看到这昆鱼万国图 听到世上 竟然还有更胜中原的农耕之地 农民出身的老朱 眼睛煞时就红了 他现在本就因为三百年魔咒的事 想囤粮想到魔争 现在更是巴不得 将这天下间 所有能种出粮食的地方 全部都收入大明的囊中 老朱也顾不上影响了 左右都是在自己宫里 他闲隆于太慢 干脆拉着两个儿子大不留心 父子三人连带着一群侍卫宦宦 浩浩荡荡就来到了朱素的小院 殿下 这 哎呀 皇上 留守在院里的降灯 一见皇帝清灵 立刻跪在门前瑟瑟发抖 滚 老朱直接圆圆打发了降灯 让二虎接下了小院的房屋 给咱守好这院子 任何人不得出入 说着 带着朱镖和朱素走了进去 朱素的房里一片狼藉 因为害怕记忆变淡 他决定第一个 就先把自己还记得的世界地图给画下来 不过世界地图这名字太现代化了 还是昆虞万国图听上去比较霸气外露 因为不清楚 这个时代的国家分布 局势 估计有不少错漏之处 不过要用来唤起大明上下的对外征服之心 想来也够了 这 这便是 昆虞万国图 朱镖看着朱素摆出来的那张图 一时间竟有些震住了 与霸气的名字不同 朱素所画的昆虞万国图很有些寒酸 主体是由四张宣纸拼凑而成 因为朱素画工的原因 上面甚至还有些不小心滴上去的脏兮兮的墨迹 不过这些都无伤大局 朱素将四张宣纸在地面上拼凑起来之后 老朱 朱镖两人顿时都愣住了 朱镖一脸不敢置信 指着图上写着大明的区域 难以置信道 我大明 竟只有这么一丁点大 怎么可能 一丁点也太夸张了 大明还是很大的 朱素道 只是这个世界 比大哥你想象的更大就是了 这胶纸 鲜罗 不够大呀 老朱看着大明南方的两个国家 有些纠结的样子 虽说勉勉强强 倒也能种些粮食 为何胶纸之地能种粮 岭南却不行呢 朱镖依旧疑惑 大哥 气候什么的 可不是只按南北划分的 朱素解释道 这涉及地理等等学科 地理 内容为何 你且说说 朱镖更疑惑了 地理就是 呃 说了你也不懂 朱素想了想 三言两语 哪能概括一门高深的学科的 干脆直接放弃了 转从另一个方向 给朱镖解释起来 大哥 之前我们说过 小冰河时期 天后会有北到南 越来越冷 对吧 是 朱镖点点头 那和岭南又有什么关系 哥啊 你想过没有 越往南越热 而小冰河时期 气候又总体下降 那按这个趋势 这时候显得有些过热的岭南 到时候岂不是 啊 朱镖如梦初醒 老朱也一脸激动 老五 你是说 咱大明南边这些地界 都能变成江南那般 全部可以种上粮食 呃 差不多是这一次 朱素点点头 心说 反正要先打消老朱闭门自首的想法 就当是这么回事吧 这叫大跃的 能种田不 能 这什么什么博弈 也能种 能 那这阴 阴 都什么破名 还阴读 这地方咋样 老朱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问道 哦 这地方 就是书里说的天竹 汉 三哥的地界 一不小心 古今写混了 这地儿全年高温 光照充足 哪那么多屁话 你就说 能不能种地不就完了 能 而且种出来的菜 个头贼拉大 朱素比划了一个大的手势 好 好啊 老朱激动地搓着手 看着这图上大明之外的一大片土地 看来 还不到天得他们休息的时候 这一大片一大片的好地方 都得是咱大明的才成 就连刚刚还觉得好战必王的朱镖 也吞了吞口水 认真地开始思考 是不是要支持父皇穷兵独武的事了 爹 你别老看着南边啊 看看这边 朱素的声音 如同诱人堕落的恶魔 将老朱的视线 牵引到了东面的一个弯弯区区的岛国 这里 这地方盛产金银矿 贼拉有钱 爹你不考虑考虑吗 钱 老朱眼睛一亮 钱好啊 钱和粮一样好 手中有粮 心里不慌 手中有钱 别人就慌啊 当年自己之所以把张士诚当心腹大患 不就是因为他有钱吗 只不过 那地方不是渥国吗 蒙元曾经尝试着打了几次 却都杀鱼而归 毕竟隔着海 爹啊 朱素继续在老朱尔边加码 您想过没有 咱大明要是收了那么多地 一时半会种不过来啊 比如那天竹 他们的虽然肥 可人都懒得很 拿鞭子抽他们都不带动弹了 但是这窝果人好啊 他们唐朝时就与中原颇多往来 且祖祖辈辈也是种惯了地的 使唤他们给大明种地 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哦 老朱看着朱素 可他们毕竟隔着海 海上往来 多有不便 那就建立海军 大力发展海事啊 朱素露出了狐狸尾巴 大力发展海事 老朱一愣 想了想 还是摇了摇头 海上风浪平急 难以预料 昔日盟员出征 窝国就是被台风所组 大军还未交战 时程直接去了九城 南边那些国家倒也罢了 虽然也个牙 但细细筹谋 或许还有机会吞了 可隔海出征 若是有个闪失 咱大明发展海事的前梁 和出征的大军 可就要堕入蒙园那般 全打了水漂了 老朱这反应 本就在朱素的预料之中 朱元璋本来就看不上大海 如若不然 也不会留下 那则被诟病万事的海境所训了 见窝国引诱不了老朱 朱素果断抛出了杀手锏 爹啊 发展海事 可不只是为了一个窝国 您且看这里 嗯 这是何地 顺着朱素的手指 朱元璋的目光 看向了更为东边的方向 到了跨过重重海洋的另一面 嗯 这地方倒是颇大 比咱的大明还大一些 怎么 这地方也能重点 老朱问道 重是肯定能重的 不过最关键的是 这里有一种神种 朱素故意神秘兮兮地说道 神种 老朱眉头一眠 哼 能有多神 母产一千八 够神不 朱素道 什么 老朱猛地站了起来 把椅子都给带飞了 椅子正巧倒在地图上 每周的区域 本就不后的宣旨 被压得破了 你说什么 多少 一千八 只多不少 朱素黑黑笑道 土豆后市场的三五千斤 不在话下 就算品种还没后市那么优良 产个一千八 也应该是有的吧 而且 那这片地方的金子也不少 朱素继续道 最关键的是 这地方地广人稀 此时只有少数几个极为落后的部落存在 形同野人 几乎就是无主之地 此乃天自我华夏之地 天与不取 必遭其旧娃爹 见老朱脸色战红 似乎颇为异动 朱素又加了把火 这一大片土地 现在虽上无主 但再过几年 可就要被西方诸国 发现了 这神种为西方所得 又在我大明灭亡之后 辗转传到了那达子朝廷 正是靠着这神种 达子才在小兵和时期的余波中 站稳了脚跟 朱素急尽山峰点火之能是 啊 老朱惊呼一声 一脸震怒 你说 这神种最后被达子得了 那可不 朱素继续道 不止如此 西方诸国 更是从这片大陆上 取得了蜀之不尽的好处 日后 更有一大国在此地崛起 成为了我华夏子民之心腹大患 仅有此事 老朱不得不重视了 他连忙将椅子扶起 心疼地看着 被倒下的椅子压迫的地方 似乎生怕美洲 就因此飞了一般 西人能度 咱大明离得还近一些 大明自然也能 这样看来 咱大明整被海市远渡重阳 是刻不容缓了 老朱又问了朱素 关于神种所在大陆的细节 朱素对这个时代的美洲所知不多 很快就把所了解的知识 倾囊相授 同时告诉老朱 出海除了可得神种之外 亦可利用海上丝绸之路 将大明的丝绸 瓷器等物 倾销西方 谋取暴力 但老朱却对此兴趣缺缺 许是不相信 也可能是在他心里 龙氏远比区区伤势重要 只一门心思地思考起了组舰舰队 寻找神种事宜 朱素健壮 也就不多说了 反正 他的目的就是引导老朱 把目光转向大海 不要在你下那则片板 不得下海的祖训就行 只要日后有舰队出海归来 老朱迟早会知道 海貌的好处的 不知不觉 已到了用膳的时间 外头传来通病 沿道 马皇后崔朱镖和老朱 前去用武膳 老朱便知识朱镖 将那四张宣纸 拼成的昆鱼万国图 小心收好 便要离开朱素的小院 这次来此 他收获颇多 需要好好捋一缕脑中思绪 好确定接下来的朝廷大政 爹 您答应我的事 可千万别忘了 朱素忙嘱咐他 知道了知道了 老朱摆了摆手 临走还不忘吐槽朱素一句 不学无术 等老朱带着一群人 浩浩荡荡地离开之后 朱素不禁兴奋地一握拳 终于获得了老爹的首肯 不用再去大本堂了 自己的安逸生活 终于 终于要 降灯 降灯 他春风得意地推开门 大声喊道 哎 哎 殿下 咱在呢 想蹬他这妖镜来了 殿下有何吩咐 去 去玉膳房 给本殿下弄几个鸡翅膀来 本殿下下午不去大本堂了 就在这院子里 吃烤鸡 还是鸡味美啊 则则 当夜 皇帝朱元璋 与太子朱标彻夜密谈 朝臣议论纷纷 几日后 宫中传出皇帝圣旨 命左丞相汪广阳 左迁广东参政 海员左迁福建参政 胡维庸顶替汪广阳之位 任左丞相 朝野震动 议论纷纷 清流济阳线之后 再次遭受重大打击 无数言官上书直臣厉害 言道以胡维庸为相 怀西勋贵军政 接掌其手 恐再难压制 如今天下出定 正是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之时 实不宜过多仰赖怀西勋贵 便连成义伯刘伯温 一隐晦地劝解朱元璋 说 胡为雍小毒耳 将奋缘而破离 意思就是说 这是知心高气傲的小牛毒 让他耕地 恐怕里 都要被他弄坏 在这一片朝野大华中 老朱却始终不知一辞 所有劝他三思 缓力丞相的奏章 全数被刘忠不法 他朱元璋 不知道怀西勋贵是大 胡为雍是小毒吗 他可太知道了 之前或许他还要犹豫犹豫 汪广阳离任之后 任谁为相 但既然已经定了废相的方针 那自然要选胡为雍了 凭胡为雍的性子 做了丞相 必定欣喜若狂 将他捧得越高 他才会越发无状 日后 才好借着清理胡为雍的势头 一并废除宰相制 而且 在这一篇乱糟糟的讨论 胡为雍的声音中 几乎没有人注意 皇帝还下了另一道圣旨 于景深殿后脚门处 设立临时机构约内阁 捉六部及个衙门 选其紧密者入内阁当职 以备皇帝征询 且凡辽东军报 自今日后不必承送中书省 直入内阁承送皇帝 受入内阁者内阁行走之前 无品无职 吏部不必掌问 由皇帝亲涉 看上去 这只是一个因为辽东战士 而临时设立的咨询组织罢了 北征兴拜 辽东又哪有什么战士 无非就是皇帝之前的那次心血来潮 整出来的剿灭剑州女帧的行动罢了 不过是一个小小剑州女帧 又哪有朝中这诸多的大事重要 皇帝在意 便让他自己摆弄去吧 于是 内阁便在这一次幻象风波的掩护下 就这么低调的设立了 谁也不知道 这个内阁在日后 会变成怎么样的庞然大物 阴天 胡福 恩师 胡府门房处 胡威雍喜气洋洋 面上还带着三分醉意 对着自己的恩师礼 擅长鞠了一躬 他此番容声左向 无数朝臣勋跪前来道喝 欣喜之下 便也难免多喝了几杯 等到天色渐晚 贺客一息 竟然听到通传 说自己的恩师韩国宫礼擅长来了 于是胡威雍便用冷水敷了敷脸 急忙出来迎接 见胡威雍面露喜意 礼擅长不由地皱了皱眉 他四处看了看 只见这胡府门房处仍有不少来不及收入库房的礼品 几个管家正高声呼喝 指挥着下人们家境搬运 声音之中 已是带上了几分相辅豪奴遗址气势的风范 这里 还是泰国人多眼杂了 李擅长朝胡威雍使了个眼色 威雍啊 走 到你书房里去 胡威雍一愣 他还以为恩师也是来恭贺自己容生相位的呢 为何却是一脸凝重模样 他不敢怠慢 当即前头引路 带着李擅长来到了僻静的书房中 刚关上门 李擅长便转过身 不满地看向胡威雍 威雍啊 你方收到任命 怎能便立即大肆收礼 还面露喜色 尚未素来严厉 罪是不喜贪腐之事 你心生宰相 正该独善其身 怎能如此妄行 恩师荣禀 这些礼品 皆是我怀惜世交所赠 并非贪腐 我怀惜诸臣同气连之 爱于情面 唯雍也不好不收 糊涂 李擅长顿了顿手中的拐杖 汪广阳前车阴见不远 你怎能如此大意 王相 胡唯雍一愣 汪香不是因在朝会上顶撞尚位 惹了尚未不喜 这才被尚未左迁的吗 尚未也真是的 不过只一小小女真部落 也直当如此伤心 汪香与海大人 不过是说了一嘴 便要废香 此间乃密室 胡唯雍面对的 又是自己修妻与共的恩师 嘴巴上难免没个把门的 李擅长却是面色大变 住嘴 尚未思虑深远 又岂是 你能知道的 见胡唯雍被吼得呆住了 面上因饮酒而出现的些许狂辈之色 也因这一吼而消失无踪 李擅长这才收敛了怒态 深吸了一口气 悠悠道 尚未起于微末 我一路看着他走过来 我可太了解他了 尚未从不无敌放始 所作所为 皆有其目的所在 可他近日 却屡出奇招 便说北征 昔日战报还未送至之前 你敢笃定 北征大军主力仍在 甚至西路已攻破甘肃 大获全胜吗 胡唯雍浑身一震 木然摇了摇头 可尚未便笃定了 他事先给西路军富有得去信 又调拨军事运粮 于长城外接应中路军主力 他甚至笃定 东路军义无覆灭之忧 前日东路战报已至 李文忠将军虽损兵折将 但东路军 确实还是安全脱离包围了 这 胡唯雍愣住了 这岂非未不先知 尚未此前 虽也算难以捉摸 但 我从未感觉 有如此天威难测 李擅长摇头道 他此番铁了心 要灭剑州女真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他从某处得这剑州女真 日后会成为我大名心腹之患 但即便如此 也不必弄出个内阁 维雍 你可猜到尚未的心意吗 难道 难道不是因过于关心辽东战局 而临时 胡维雍想了好久 才想起了 和自己捕认左相一道下的 这道设立内阁的旨意 当时自己被好消息冲昏了头 也没多想这件小事 当场就以心相身份 命六部 诸牙们临选人选 糊涂 李擅长一拍太师以俯首 若只是关心战局 大可命战报不必通禀 准其先行植入中枢 又何必划舌天足 整出个内阁来 这封旨意的重点 在后半段的 受入内阁者内阁行走之前 无品无职 力部不必掌握 由皇帝亲舍 你明白吗 胡为庸绝非庸才 略微移过脑子 当场正在了原地 恩师 您的意思是 你我都知道 自成功北竹盟员以来 上位便一直有废相之心 不过是因为 丞相乃古智 废之孔朝也震荡 且国家事务繁多 虚于离部的丞相 但有了这内阁 内阁执臣皇帝 由皇帝亲任 这是真正的天子敬臣 前内阁之权 悉数来自皇帝 皇帝要利便利 要费便费 今日 他可权倾朝也 明日亦可不如一威莫小利 古往今来 宰相之所以能执朝廷之牛耳 得掌天下重权 正是因为 其代表的是百官 便是皇帝 亦要忌惮宰相三分 但有了内阁 皇帝还需忌惮宰相吗 皇帝之所以忌惮宰相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怕没了宰相 便无人帮自己治国 无人能帮着皇帝 决断这天下诛事 六部只是做事的 皇帝和宰相才是做决断的 没有宰相帮着 皇帝只一个人 如何管理得过来 这偌大的国家 但现在 内阁出现了 这是一套打破了 官员治国升迁的组织架构 内阁隔臣任命 西游皇帝心意 皇帝大可以拉拢一批 自己的隔臣 和城乡打擂台 再也不怕管理不过来的问题 而且顺带着 也解决了皇权与湘权之间的 矛盾与争执 彻底地将权力 收到了自己的手下 而这一切 竟然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做完的 朝中百官 没有一个人在意这道 设立内阁的旨意 甚至 这道旨意 还是胡维雍这个新宰相 命六部加紧配合的 只要内阁一例 那么 他的成长 必将势不可挡 直到 危急相权 一时间 胡维雍如芒在辈 书房中 陷入了久久的沉寂 两久 李善长才张开了嘴 对着一头冷汗的胡维雍感叹道 维雍啊 半君如半虎 尚未天为难测 你日后 可要小心啊 说着 勾搂着身子 离开了书房 留下胡维雍一人 正正地看着头上的天花板 陛下手腕 竟然如此神鬼莫测 不 不对 陛下此前虽也精明 却也不止于此 他是在近日 才突然 莫非 陛下的身后 另有高人 自觉看破了迷雾的胡维雍 越想 越发笃定自己的判断 他决定 必须要挖出 这位陛下身后的高人 却说宫中 朱素已几日不去大本堂了 今日一早 有一内事前来宣旨 让他几日之后 便搬至宫外太子府中 老朱对于他搞特殊 不用去大本堂一事 对外特地用了个借口 似乎 宣称的是他亵渎圣人之言 不禁师长 不学无术 又不服管教 因此被发落出宫 由身为包兄的太子朱镖 代替政务繁忙的老朱 来进行管教 现在朱素走在宫中 隐约也能感觉到 宫人的指指点点 都把他当作了失去地宠 前途堪忧的皇子 风言风语 不绝于耳 朱素自己倒是无所谓 反正只要能躺平就行 他当时写出那论语 为的就是达到 被老朱放弃的目的 可惜胡闹无效 最后只能铤而走险 摊牌穿越者身份了 明日出宫旨意 送到的当夜 他才刚刚躺下 便听到了窗外 传来奇怪的声响 随手先拿起一截竹台防身 推开窗 却见朱老四此时正蹲在窗下 向他做了个虚的手势 四哥你干嘛 我差点就要当一回润土了 朱素扬了扬手上尖锐的竹台 朱蒂这丝披着一身黑袍子 蜷缩在窗下 被月光一照 还真像一只鬼鬼祟祟偷瓜的茶 润土 那是什么 朱蒂站起身 从窗户外直接爬了进来 莫要啰嗦 先让我进去 天杀的礼夫子留了一堆客业 等做完宫礼都宵禁了 宫中自然也有宵禁 宵禁之后 便是皇子 也不许四下随意走动 不过他们几兄弟的小院子 是连成片的 只要翻得了墙 倒是不用怕被卫兵捉个正着 这丝镜屋就把黑袍一丢 毫不犹豫 就钻进了朱素方才暖好的被窝 还舒爽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暖和 明明该是入下的天气 可到了夜间 竟然会这么冷 找我有事 朱素翻了个白眼 一屁股将朱棣顶了进去 然后自己也钻进了被窝 兄弟俩就坐在被窝里 低声说着话 自然有事 明日你不要出宫了 可我还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想问你 十二岁朱棣的眼睛里 流露出大大的好奇 你真的是 是那个什么穿越者 还保留着前世 来自六百多年后的记忆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大哥没跟你说 这事爹让保密的吗 难道 你是想找我 问未来的事 朱素突然警惕起来 审视着身旁的朱棣 未来 我问那个做什么 没想到的是 朱棣居然一脸的莫名其妙 我的未来 不是早就定好了吗 过几年到北平就翻 帮爹和大哥 看着北边草原 要是盟员能多撑几年 等我长大了 或许还能捞得上打几仗 享受一下驰骋疆场的感觉 要是盟员不经用 我也就是 待在北平王府里 混吃等死过一辈子呗 对了 你说 我这辈子 能捞得上打仗吗 突然才想起 还能问这事 朱棣急急地转过脸 一脸期盼地问朱素 哦 呵呵 捞得上 有你的仗打的 朱素尴尬地回应着 也是 朱老四今年才多大 而且又没有朱允文那蠢侄子在 怎么可能现在就基于大卫 他只是个藩王 而藩王的未来 老朱早已都方方面面地安排妥当了 只要不发生太大的变数 人生轨迹一目了然 确实没什么值得问的 朱素再次在心里感慨了一番 世事无常 谁又能在此时就想到 最重亲情的老朱 费尽心力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儿子们 到了最后 竟然没剩几个友好下场 眼前的这个憨憨老四 将会在走投无路之下 起兵夺位 手上沾染了至亲的血 有仗打就行 也算有个指望 呃 你这么看着我作甚 见朱素眼神难明 朱棣有些疑惑地问道 没啥 你不是来问未来 那又来找我作甚 朱素扯开了话题 这不是来给你送行吗 你明天就出宫了 嘿嘿 顺便来找你问问 啊 三国 后边的情节是怎样 前半句朱素 还有点感动 到了后半句 他直接来了个白眼 一定是大哥 把自己知道 三国 下文的是告诉了他 这私材大半夜 跑过来催更的 朱素直接往被窝里一躺 这大晚上的 你要我跟你说书 你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三国每一回都好几万字呢 你等罗冠中写完再看 不就得了 那姓罗的都停笔两年了 朱棣不甘道 等我去北平就翻了 他都不一定能写得完 好老五 你都脱离苦海了 就当可怜可怜你四个 没想到 朱棣居然迷上了三国 朱棣无奈道 那也不行 讲到天明也讲不完 我把故事都告诉林安妹妹了 你寻他听去 两人正纠缠着 突然听见 窗户外又响起了 嘻嘻索索的声音 朱棣和朱棣赶紧近声 两人对视一眼 朱棣拿起竹台 朱棣抄着椅子 两兄弟小心翼翼 往窗户靠去 窗户外又是两只茶 就着月光看清脸后 朱棣颇感无趣地放下了椅子 二哥 老三 怎么是你吗 老四 你也在这里 朱爽一撑窗台 直接跳了进来 朱刚要矜持些 他跳了几下 没跳上去 朱棣和朱爽一人 拉着一只胳膊 把他拉了进来 嘿嘿 这不是老五名要出宫吗 我和老三商量着 给他送行 朱爽从怀里掏出一个石盒 打开一看 里面乱七八糟地 摆着不少吃石糕点 嘻 别出声 朱刚捂住了想要惊叹的朱棣的嘴 宫里规矩 要是被外托知道了 一准叫人来把我们押回去 兄弟几人轻手轻脚地 在朱棣房里的桌边坐下 朱棣一边往嘴里塞 一边朝还立在那的朱棣招了招手 老五 别愣着呀 快来 要不被老三都吃光了 休要污蔑我 明明你手上抓着的最多 老五快来 莫被老四吃光了 因为怕被发现 几人都刻意压低着声音 朱棣的房间陷入了寂静的热闹中 看着这三位年龄不过十来岁 无忧无虑的少年狼 眼中闪过一缕温暖 他们 是真心地想当的好哥哥 嗯 我来了 燕王殿下 你这什么吃相 有爱观瞻 给姑拿来吧你 哈哈 有吃的 还管什么观瞻 四日一早 朱棣来接朱棣 推开门 却发现自己的四个胞弟 都四仰八叉地 躺在朱棣的床上 幸亏朱棣的床是个拔布床 睡上这四个少年狼 倒是勉强能够睡下 朱棣一饿之后 倒也猜到了缘由 不由地轻摇了摇头 嘴角却不自觉地上巧 这几个没规矩的 五弟 三弟 起来了 他轻轻一个个摇醒自己的弟弟们 朱爽几人一开始还在迷糊 等清醒过来 剑居然是大哥朱镣 忙都清醒了过来 一个个赶紧坐起身 低着头准备挨训 掌胸如父 大哥朱镣是太子 对他们可是有管教之权的 他们彻夜玩闹 已经是违反了公规 大哥对他们虽好 可平日里也最重视规矩 现在天色还早 你们还不赶紧回去 再过一些时候 院里的内室 该换你们洗漱了 朱镣却并没有发怒 啊 都这个时辰了 再不回去 早课要赶不及了 朱爽看了看天色 面色一变 他们本来就是合一睡的 现在倒也省了工夫 三人赶紧跳下床 最沉稳的朱刚 轻轻拍了拍朱素的肩 老五 朱公好好听大哥的话 知道了 朱素点点头 突然想到了什么 对了 二哥 三哥 老四 我不在宫里 你们多帮我关照一下娘 千万莫 让她太过劳累了 知道了 朱刚点点头 朱爽朱蒂 也对着朱素点头示意 他们都知道 朱素平时最会管着娘的 但凡娘做了脏活累活 朱素必定生气 你倒是知道孝顺 朱镣摸了摸朱素的头 心里有一丝温暖 倒也没有往深了去向 接下来就要去大哥那住了 东西可都收拾好了 降灯都整理了 本也没什么东西 朱素耸耸肩 宫里馆的太炎 莫说私人物品 便是想自己整点 小发明小创造 改善一下生活条件 也会被老朱全部没收 要带的 也就是几件衣服 和撑场面的王袍 既然如此 那赶紧洗漱一下 跟大哥来吧 朱镣笑道 你嫂子一大早就在府里张罗早膳 有你这馋嘴盒吃的 真的 那感情好 朱素眼睛一亮 昨夜些许分离愁绪 顿时消失无踪 想到自己在宽人的大哥府上 必然能够腾开手脚 做一些穿越者必做的事 心情也不由地雀跃起来 那还洗漱什么 直接走吧 朱素迫不及待地 拉住了朱镣的袖子 出了小院 朱镣却没往宫外走 反而带着朱素往内庭走去 大哥 我们这是要去哪 朱素问 哦 呵呵 父皇虽让你到我府上 可终究不放心你 服侍你的那个太监 又是个老的 因而特地调了一对侍卫 一名手脚勤快的内奸宫里差事 侍卫们已在宫门口等着 内奸的话 让我两字形挑选 这样 朱素点头表示明白 心里却觉得有些不以为然 他自觉自己一个人就挺好 平日里有个杂杂乎乎的翔灯 他都觉得别扭的慌 没想到 还要再给他塞一个 选个老师本分不多嘴的 当他是个木头人 也就行了 朱素暗暗下定决心 太子殿下到 吴王殿下到 内庭之中 似乎早已做好了准备 刚跨过一道垂花门 便有一名中年太监间声通传 门后 整整齐齐排列着两排年轻太监 看年龄 都只比朱素大上一些 此时一个个都低着头 等着朱素珠标挑选 太子殿下 吴王殿下 老奴昨儿亲自把宫里和年龄的 手脚勤快的太监们 先筛了一遍 都在这里了 中年太监踏着腰 脸上带着讨好的笑 朝着朱标凑了过去 嗯 你且先下去 朱标面色不动 只挥了挥手 对太监 朱标的态度 与老朱类似 从来不假词色 而且身为太子 对外人时 他亦是十分有威势的 只有对待朱家人 他才会显出 那份特有的温情来 本想在表表宫的中年太监 文言一致 善善地退了开去 朱标领着朱素 走到太监们的队列中 五弟 去寻一个看得顺眼的 挑走就是 嗯 朱素点头 转头看那两队 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太监们 分明还是该留有童真的年纪 这一群小太监 却显得死气沉沉 偷眼看向朱素的眼神 多也带着与年龄不符的 讨好与谄媚 想来也是 这个年纪的小太监 正是在宫里地位最低的那一批 年轻人要多吃苦的借口 在哪一个职场都适用 想必他们也受到了 无数年长太监的欺凌 思想都已经变得极端了 童真什么的 更是早已被磨灭 要是能当上朱素 这个王爷的近视 那简直可算脱离苦海 再怎么难熬 也只需服侍王爷一个人 等王爷日后就翻了 更有可能年纪轻轻 便升任王府主管 在一片或谄媚 或祈求的目光中 朱素只觉一阵不适 他虽也同秦宫中太监的遭遇 但也不想和这些思想极端的人群 有过多的接触 皱着眉头扫过一张张脸 突然 一个熟悉的面孔映入眼帘 咦 你不是父皇身边的那个小太监吗 怎么会在这里 那张面孔 正是曾经奉了老朱的命 来看着自己去大本堂的小太监 奴婢见过乌王殿下 那小太监见朱素与自己说话 忙不迭跪了下来 啊 这个小太监 是老奴的疏忽 那中年太监赶紧跑了过来 一脚将跪在地上的小太监梯翻在地 这思 这思是前些日子 高历史团进贡进宫里来的 蒙陛下龙恩 准其伺候左右 他却不知天高地厚 触怒了陛下 这等没教养好的小子 不该拿来窝了殿下的眼 老奴该死 老奴该死 那中年太监一边请罪 一边朝后头骂道 好没眼力见的宰子 还不快滚 等等 你叫狗儿 朱素伸手拦住了中年太监 你怎么惹怒的父皇 叫做狗儿的太监 那可是大名鼎鼎 如雷贯耳 燕王朱弟手下的汉将 日后靖南的太监功臣 只是 眼前的这位狗儿细胳膊细腿 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 实在是没有未来汉将的样子 莫非只是同名 原来 你被发配到了这里 却是朱镖认出了狗儿 对朱素解释道 这小太监先前谨慎殿 告知了父皇 哪三步是剑州女真 父皇本许他立了一功 可他自己竟也是剑州女真出身 父皇大怒之下 以功抵命 便将他贬为宫中杂役 看来 也已是受了大苦了 这么一说 他道 确实是史书上那个狗儿了 实在狗儿生足年不详 意味记载是怎么到的朱弟麾下 但却曾明确提及 狗儿确实是剑州出身 朱素文言转头 只见那狗儿面上颇多青子 露出的手面上 亦有斑斑血痕 想来 平日里定然是被欺负的紧 不过 至少还算留了条命 若非他是不能生育的太监 以老朱斩草除根的性子 只怕拼着食言 也要将他杀了 倒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五爹 你莫不是要选他 朱镖劝道 这小太监乃剑州女真出身 过几日徐叔叔他们开始离听扫学 他便和我们有灭族之仇 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 让他做你的近视 岂非平天或换 不 就他了 朱素指着狗儿道 地上 本来低垂着脑袋的狗儿 一脸不敢置信地抬起头来 反正他也是太监 无法给剑州女真絮上香火 放任这么一个未来的人才不用 岂不可惜 只要收服了他 那就是如同曹操的典威徐楚般 能护卫自己安全的大将啊 若是真发现他对雇祖感情深厚 心怀不轨 那也不过是顺手处理而已 废不了什么事 朱素笑着对朱镖道 我大明之中 亦有原庭降降 王宝宝的妹妹关英奴 还和二哥成了亲呢 爹和二哥都不怕王宝宝的亲妹妹 我又何必拒怕一个剑州的小太监 有爹和大哥护佑 我若再因一个小太监出了事 那只能说明 我不过如此而已 我和他也算有缘 救他了 这罢了 就听你的 朱镖叹了一口气 不过心底 其实也是觉得没什么大事 他是未来要成为大明君王的人 这么典容人之量 自然是有的 他也自信 自己的弟弟压得服一个区区太监 谢 谢吾王殿下 谢太子殿下 狗儿激动得浑身颤抖 仍旧不敢相信般 他朝着朱素和朱镖二人三跪九寇 泪水和额上的血水瞬间如湿了地面 行了 日后尽心便可 不必如此 朱镖淡淡道 朱素也示意那个中年太监 送他去洗刷 洗干净了 再送来太子府见本王 脏兮兮的 成和体统 顺便把他的商业包扎下 记住 他已是本王的人 若还有人敢随意欺辱于他 本王定教他好看 说着 朱素冷眼一扫四周的太监们 朱家人天然的威势附体 顿时下的原先面带部分的其他太监们 面如土色 更有几个小太监 一屁股直接坐了下来 看来 狗平日里的那些伤 就是这些人的手笔了 在宫里 被贬斥 且又是帆帮进宫入宫的狗 无疑是底层中的底层 谢殿下 谢殿下 狗儿生带乌业 依旧不住地扣头 朱素微微皱了皱眉 拽了拽朱镖的衣袖 大哥 我饿了 我们赶紧走吧 好 朱镖点点头 兄弟两前呼后拥着 离开了此处 一群太监躬身目送 狗儿依旧朝着朱素离去的方向 不住地扣手着 就在朱素朱镖兄弟 拣选内侍的时候 景深殿 洪武大帝朱元璋 召集了中书省 六部 及大都督府朱关 正在商讨一件大事 陛下您 要编练一支精锐水军 清流一派的旗帜人物 成一伯留伯温一脸的恶然 恨不得揉揉自己的耳朵 检验一下 是否耳朵出了问题 他的身后 兵部 户部朱关 更是满脸哑然 面面相去 不错 咱斯来想去 这海疆 亦是我大明疆土 怎能随意弃之 虽有一二窝乱 让我大明堂堂天朝上国 岂能因为几个窝寇 而弃海疆而不过 还请 还请陛下三思啊 兵部尚书膝盖一挺 直接给老朱跪了 北征兴拜 云南未平 吐蕃西番 亦蠢蠢欲动 时不宜再惹战端 况我大明沿海地域极多 处处都是海岸 不似北方 多有地力可以依仗 近海自首 还勉强可以支应 若是聚兵一处 主动出击 大海茫茫无处 可寻敌寇不说 若是敌寇趁须而入 则虚余之间 急成大患 且我人不过一二亡命之徒 齐国孤险于茫茫海上 我等大军若是大举舟船争知 只需一二风暴 即有全军覆没之危 这是一个泥潭啊 陛下 兵部尚书生生气血 老朱犹豫着 他也不是不知道 大明如今兵威虽胜 但西边 南边尚有蛮夷未平 北面盟员依旧虎视眈眈 南面沿海不添乱 就算不错了 着实不是主动出击的时候 但诸素所说的神种 就如同一个 掉在老朱眼前的胡萝卜 刺挠得他心里痒痒的 咱不是要开战端 只是想编练一支海军 为咱探探海上的路径 老朱尝试 说服这些大臣 但又没法子把神种的事说出来 如果说了 那些大臣定然会认为 他想学秦始皇 去寻什么蓬莱仙山 再过上两天 只怕大明要二世 而王的衬言 都要开始在朝堂上流传了 故而也只好选择蛮不讲理 老朱大袖一挥 强势道 正义已决 清等不必多言 见皇帝都开始称正了 大臣们也算洞悉了他的决心 兵部尚书 一脸纠结地看了户部那边一眼 用眼神问他 陛下边练海军 你们出钱不 户部有个屁的钱 刚顶替海军上任 没几天的户部尚书 一脸无奈 苦着一张脸 走到兵部尚书旁边 啪的一声 也朝老朱跪了下去 两老头跪了个并排 那意思很明显 这活没法干 这还真不是 他们俩给皇帝上演要 这新任的户部尚书 好不容易熬走了海军 家里昨晚还在吹吹打打呢 又哪有勇气刚一上岗 就忤逆皇帝的意思 实在是 这活实在是超出了朝廷的能力范围 与其等着没干好事被杀头 还不如现在直接被老朱一撸 到底算了 老朱是陆地上的帅才 可却实在不懂水上的弯弯绕绕 陆地上的军队 顶多征召些穷苦人家 发点米面当军粮 东拼西凑点军械 派个粮将训练几天 也就算成军了 可水面上的军队 又哪有那么容易 那得造船 皇帝要的 还是能出海的那种船 那还必须 要造的高大厚石 才能顶得住风浪 天老爷 那哪里是用木头造 一条条船 都是用银子筑出来的呀 这倒也不能怪朱元璋不切实际 毕竟 如今的大名水师 实际上就是捡的现成的 昔日还在豪州时 潮湖水师来投靠老朱 老朱便直接捡便宜 得了一个现成的成编制的水师 直接拥有了这个时代 排行第二的水师舰队 也正是有了潮湖水师 老朱才有了跟陈有亮 在水面上一决胜负的资本 要不然 老朱手下连像样的船都没几条 还打个什么鄱阳湖水战 在鄱阳湖一少胜多击败陈有亮之后 老朱更是直接收编了 陈有亮水师的残部 一跃之间拥有了这个时代 最为强大的水师 而后老朱再次覆灭张世成 更是直接收编了张世成所部的 能够出海的拥有海船的水师 可以说 如今的大明水师 那是一条船也没自己造过 全靠打仗收编 老朱自己不知道 船这玩意儿多少钱 那也理所当然 直到后来建国时候 互不盘算朝廷资产 才知道 合着这水师里的每条船 竟然都贵得离谱 就这 大部分船只也就是在河里逛逛 现存的那些海船 也就稍稍出个近海 想要远洋 还得另造大船 老朱的目的是 美洲大陆 从地图上看 距离都令人心惊 因此 他吩咐兵部造的 是比现存海船 还要更为巨大的宝船 兵部户部刚刚凑在一起 粗略地估算一番 只一条船 至少要砸进去 白银八千两 就这 还只是单单一个船架子的钱 没算上各种补给 装备 武器 军缝等等大头的杂项 红武年间的白银 那可不是清末的时候 白银大规模输入 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的年代 这时候的白银 还是十分有购买力的 此时的朝廷赋税 尚以收粮为主 丝绸 布匹 瓷器等等 皆可赋税 白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但即便是把一年收上来的粮食 丝绸 布匹 瓷器等等 统统换算成白银 顶天了 也就三百多万两 完了 把钱都拿去造水师 这个朝廷还要不要赚了 听着户部和兵部珠关大道苦水 老朱头疼地揉了揉眉心 将信将疑地抬头问道 这只是造几条船 当真要这么贵 陛下呀 老陈有几个脑袋 敢拿这个骗您 户部尚书 就差当场剖心明智了 朝廷如今四处艰难 是万万掏不出这一笔银子来呀 陛下 嗯 老朱面沉弱水 他也没想到 只是想派几艘船远渡重阳 尝试着去验证一下 美洲与神种是否存在 竟然要花费如此之大的代价 之前他还觉得 大明帝大物博 永无钱贵之忧 只是缺粮而已 现在他顿时觉得 大明确实还是太小了 家底子 不够厚啊 还得多置办些家底才行 老农朱元璋头疼的想 其实大明现在账面上 尚有各式战舰近三千艘 若是只论规模 那么老朱捡来的这一支水军 绝对是这个时代排行第一的存在 奈何大明海岸线辖长 这些战舰大多分散在 北起登州 南至穷州沿河 沿海各地的各大水势位所 原本庞大的数量 分散开来顿时就有些捉襟见肘了 再加上其中 又有大量船只 其实只是平底的河船 无法离开海岸线太远 若是阳帆远航 无需什么风暴 只需挤到海上的小风浪 这些船自己就要轻浮散架 即便是抽调现有船只 有没有能够跨海远航 到达美洲的能力令说 就说水师开拔的各类军费 集养费 维护维修费 这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还需在沿海设立船厂 新增口岸 供应给洋水师运转所需 还需花费大量的时间开拓航线 这就更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也难怪老朱打起了退堂股 且 造船所需巨目 我大明举国方经战乱 时势所剩无几 若要去寻 唯有云南 安南等地所在的南边 仍有生长 然云南未平 陛下想要造宝船 弥费必然更拒 户部尚书加码道 云南 老朱沉吟着 云南这地方 平时肯定要平的 只是这批云南的事 竟然还和造船挂钩 敢问如大人 若是娶了云南 那么 造宝船的资费 是否会降低一些 此时 一位一直静静聆听的青年将军 骤然开口问道 啊 不错 是会低上一些 但那也有限 户部尚书一愣 还是老实答道 开口的青年将军 正是县人大都督府迁士 皇帝朱元璋的义子穆英 穆英向来谨言慎行 信奉万言万当 不如一墨 是如同前汉大树将军 冯义一般的人物 素来沉默的他 怎会突然开口 却听穆英继续道 墨将以为 我大明虎聚中原 又岂能攻不起一只水尸 既然此时大明时局艰难 陛下大可先招人选 一地打造船只 编练水尸 预先筹谋 左右船只造成 也尚需几年功夫 这几年时间 足够大明安稳国内 开创盛世 那时 想必大明亦已收复云南 取来巨木 朝廷岁入 亦必定有所增长 若是早做准备 则那时自然便准备妥当 早早就能扬帆起航 但若什么都要等到万事俱备才行着手 只怕到了那时 海外广袤海疆 已不附属我大明也 木英素来不苟言笑 此时脸上却挂着几分激动的潮红 老朱看着这位自己最忠心的义子 心里思考着他的意见 婴儿说得不错 纵然此时朝廷缺盈 也大可将水尸的架子先搭起来 免得道师无章可循 无人可用 闹得手忙脚乱 婴儿说得在里 户部和兵部这几日 先给咱拟出个章程来 可以先让各地水尸凑一只水尸架子出来 在张榜吊拨各地船厂船工 先开始造船 造的一艘是一艘 水尸驻地 就先安排在 鄱阳湖 昔日于鄱阳湖与陈友良血战 鄱阳湖的宽广 让老朱记忆犹新 在鄱阳湖中演练 想必也能模拟几分大海的辽阔 这事便这么定了 中书省这些日子 也给咱多上上心 务必给咱拟出一个可行的章程来 是 户部 兵部两部尚书 只能不情不愿地功声应试 新任的丞相胡维庸 一出班拱手 他新官上任 自然不会博了老朱的心意 那么 便退下吧 老朱挥了挥手 诸臣们再道一声圣功万福 便相继退了出去 行至景深殿门口 兵部尚书拉了拉成一搏刘伯温的衣袖 笛声道 成一搏方才 为何不出言劝服陛下 陛下穷兵独武 又欲善开海信 若真如此 自怕自尽以后 我大明将永无宁日了 他说的冠冕堂皇 刘伯温却如何不知 他话里的意思是 质问他这个所谓的清流领袖 为何不劝陛下刀兵入库 马放南山 若是不罢助兵士 如何扼住怀西勋贵的势头 怀西勋贵 就是靠着打仗起家的呀 那他们清流文官 又何时能有出头之日 陛下自有考量 非是我等下臣所能妄言的 刘伯温淡淡看了他一眼 他又如何不知 这群人 是想把他当作 抵挡怀西勋贵的一砍枪 但他素来淡薄 又何曾想过 争权夺利 若不是担心 怀西勋贵是大 平日里 他便万万不会为 清流出头 之前劝陛下增兵长城 险些惹来大祸 此时 他又如何会为了 这区区朝征开口 而且 这建立远洋水师一事 从前从无征兆 只怕 又是陛下背后的那位高人 所带来的手笔 此事到底势力势弊 他看不透 且看着吧 刘伯温回头看了看景深殿 快步抛下了 仍在喋喋不休的尚书 镜子下了阶梯 因而 你怎还在这里 有事 殿内 朱元璋看着 依然肃立在一旁 不言不语的木英 语气中不由带上了几分好奇 自己这一子死板得很 做世俗来讲规矩 若是不换他 他便一直是一副公事为重 谨言慎行的干练模样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议事之后 还擅自留着不走的 陛下 末将 什么陛下末将的 叫干爹 老朱挥了挥手 笑道 现在又没外人 那么身份作甚 那 干爹 木英面上的拘谨 略略一松 他想了想 咬咬牙 一撩一百 丹西朝老朱跪了下来 儿臣 儿臣恳请干爹 恕武殿下失疑之罪 干爹不知 武殿下年纪虽小 然是有惊天伟帝之才 假以时日 必为我大名栋梁 若是因一时小错 见弃于您 时乃我大名 我朱将莫大的损失 儿臣 儿臣愿以儿臣昔日所立下的军功 为武殿下折罪 您大可加儿臣削之为名 只求干爹 万万不要见弃于武殿下 失疑之罪 正是老朱随便给朱素安上的罪名 看着面前为朱素求情的干儿子 他一时间竟正住了 这一番话情真意切 待话说完 木英已是五体投地 目之所及 他的后背仍自微然 显得恳切而又坚决 回过神的老朱 双手扶起木英 他面上带着满意的笑容 温声道 你从凤阳急急赶回来 就是为了 你那个不成才的武帝 来向咱求情呢 木英浑身一震 前时 他接的正式督剑中 督凤阳的旨意 他是个谨慎时尚的性子 只当老朱则他 办事不够尽心 抱拳又欲跪下 而沉心急回京 办事不力 老朱双手一拖 扶住了想要跪下的木英 你这孩 万般皆好 就是这姿态 推业生分 庭剑中都是咱的旨意 你急着回京 又有什么端案 扶着木英站好 又道 下旨 让老五不必读书 是老五自己的主意 那家伙 满脑子想着夺懒 拉也拉不住 咱才随便寻了个理由 好堵住 那群夫子的悠悠重口 竟是如此 木英一震 司机自己那个异地 与自己在一起时的皮懒模样 却是恍然大悟 他自己倒不好意思起来 视而成错怪您了 你虽非咱亲子 但却比亲子更为欲贴 还能怪罪你不成 老朱豪迈一笑 而后脸色一肃 听你语气 倒是知道那逆子的手段 是 木英不敢隐瞒 西石暂居府上 儿子便与五殿下相善 五殿下没有惊人之言 着实让儿子受益良多 什么五殿下 他亦是你弟弟 你方才出言支援海誓 也是老五教你的 老朱问 这倒不是 不过五殿下 五一帝曾对我言 海中自有大纪元 昔日送食不过半壁江山 兵若降耸 连连碎贡 却仍能豪富奢靡 全赖于海陆与西人通商 更与我隶属西方诸国 说西方有七国约罗马 繁荣强盛 可比大汉 儿子原以为只是小儿细语 异地他年纪尚幼 见识未封 如何能知万里之外的藩邦情状 后来擒祝一元人官吏 心血来潮之下出言相寻 方知真有其国 元人曾牺牲其国 略弃财货 此国与我 中元大国相比 富庶亦不遑多让 我方知异地财学惊人 虽年纪上轻 却以博览群书 知尽天下之事了 异地之财学 那时已见端倪 只是不知为何 他自己却总是藏桌 老朱略意沉吟 一想到 婴儿终究出身太苦 学识太浅 把老五的穿越者学识 当作是看书看来的了 那 关于老五的事 你所知多少 老朱追问道 所知 他常对我描述海外远大 大丈夫当杨威于海 还说过什么男儿和不配无钩 收取北美九十周之类的 约莫也就这些 怎么 父皇有什么疑虑吗 慕英看出了老朱脸上的凝重 老朱略意思量 看见慕英那一双 沉浸如沐的毛子 心中不由一动 暗叹一声 罢了 婴儿乃我心腹 亦不算我朱家外人 便是告知了 他也无妨 侍卫早已在之前 就被他挥退 此刻景深殿已无第三人 老朱组织了一下语言 低声对慕英道 那你可知 老五如今 已不是先前的老五了 这 什么 慕英一惊 随即面露杀意 莫非 是有妖人夺赦其身 说着 竟立马想转身出殿 去救他的五弟弟 连向皇帝告退也忘了 婴儿莫及 咱 只是由此顾虑 老朱赶紧拉住了他 示意他稍安勿躁 他 其实是自己向咱摊牌的 还告知了咱 大明日后灭亡之时的惨状 这些日子 咱法女真 见水师 就是想给后人补上 大明日后的篓子 这 慕英 一时倒弄不懂了 若是妖人 怎敢自己暴露 莫非 他是想利用五弟的身份 向您进禅 好害我们大明朝吗 咱亦有此顾虑 所谓国之将亡 必有妖孽 谁知此聊是否真是来害我大明的 老朱道 随即默然一笑 所以 咱一直只虚与尾仪 做出一副尽兴他的模样 静观其变罢了 这话要是被朱素知道 绝对吓得冷汗狂貌 他前世时 那些小白文爽文看得多了 又素来 把自己当作朱素本人 哪里想得到 平日里对他言听计从 动辄发问的老朱 也暗暗对他起了疑心 凡帝王者 莫不多疑 老朱若 是个轻信于人的铁憨憨 也做不了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 只能说 他那一副莽夫外表 太具欺骗性了 连两世为人的朱素 也被他骗过 只当仗着是他亲儿子 历史上老朱又疼爱子嗣 无论发生什么 一族可自保无虞 可 可您为何又真去罚女真 见水师 慕英呆智道 老朱一备手做回遇案 咱先前虽当他是妖人邪碎 但纵使是痴妹亡俩 咱难道还怕了不成 他将北征之事预料个底调 即便是妖人 也算是有能耐的 咱还利用他不得 之前只想着 先拖着他 再召集些得到的法师道人 看看能不能驱邪救你那一地 不想他所说的那些事 着实是弃人的解 又想到了明末那一堆阿扎事 不由地拍了一下桌子 他说得极为详细 凡有所问 历史便答 想来不是骗人 让咱这个皇帝咬沟 总得先露些鱼耳不是 就算是妖人 也是确实能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的 他若想害咱 必然会从细微处下手 趁着咱现在对他言听计从的时候 故意尽些微言耸听的谗言 咱便刻意不问他后世情状 只问他些政务国事 料想只问政事 无论好坏 咱也能去无存经 他竟也能搬出后世的策略 说得头头是道 偏偏一些细想 却又显得一窍不通 道真相是个 从后世穿越来的普通人 至于那些骇人言语 竟然一字没有 左右探那些法子 都是好法子 咱为何不用 争女真 探美洲 也都是一些小事 无伤国体 做了也就做了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只不过 没想到见到老十字水师 居然要费这么多银子就是了 老猪面露苦恼 牧鹰却只关心自己那小异地 听出老猪竟然多有依仗那个妖人 不由得及道 义父 纵使那妖人真是个人才 但若是他占了小五的身子 咱们身为家人 怎能不尽心竭力地去救 言语中 已带上了几分责怪 莫及 老猪道 问题就在这里 他若是妖人 却为何要一心为我大名 丝毫无加害之意 且你干娘一曾炸他 他对答如流 情真意切 丝毫不假 你干娘便猜想 莫非 他真的不是什么妖人 而是灵魂投胎转世之时 忘了喝孟婆汤 这 这般曲折离奇 慕鹰也有些晕了 他捋了一捋 道 这么说 五帝并未被妖人所害 只是觉醒了前世素慧 闻说西边有活佛 每一任皆为前任转世 接待前世素慧 亦曾为园庭礼遇 无风不起浪 可见这事虽然离奇 却也未必没有 老猪道 他身份未明 放在宫里这中枢之地 咱自然也不放心 孤儿也就顺势 让他由彪抚养 你素来谨慎 这些日子便多和他亲近 我一叮嘱了彪 你俩好好探究 看看他究竟是不是咱的素 是 慕鹰点点头 有了素慧这种可能 他方才的交集与杀心 也放下了 这会冷静一想 倒想出些端倪来 而臣倒是想起一事 平日里 五帝总要臣保重身体 又多次叮嘱臣 多加关注干娘 太子殿下 以及几位异帝的健康 能这般人孝有爱 想来 不会是其他的妖人 什么 这老五 只关心他娘他大哥 就没关心关心咱 方才还在怀疑人家的老朱 文言竟然吃味了 咱才是他的亲爹 连你这个一兄 他都关心到了 却没提咱这个亲爹 这不孝子 慕鹰尴尴尬一笑 心知这位干爹陛下虽然多疑 但心底其实已姓七成了 他拱拱手替朱素解释道 想来 是因为您乃堂堂皇帝 饮食起居自有工人关注 等闲出不得事 况且 那个 异帝他不是让咱们朱家年年体检吗 这意义包含了 他对您的全权孝心 自五年前 朱素病狱开始 他便吵着闹着 要马皇后每年 为所有朱家人体检一次 马皇后寻思着 这也是不是坏事 故而 此事变成了定制 想着他是病狱之后 就觉醒记忆的 那时他尚在隐瞒中 若是妖人 必然不愿多事 想来不会费这周章 老朱心里一暖 对朱素的怀疑又去了几分 嘴上却油字嘴硬 哼 谁知他有什么打算 总之 这些日子 咱调你与彪儿一同 你趁这机会 多和素尔接触 观其心性 勿求个水落石出 若他真是素尔 又有了素会 那是咱大明之福 我和你干娘 亦可放下心思了 你干娘这几日 茶不思饭不想 虽有心亲近他 却又存一未去 而臣领命 必当尽快探出真相 慕英文言 面色一紧 义父 能否容而臣去看看干娘 几日不思茶饭 身子定然有损 去吧去吧 你是自驾孩子 护工那些规矩 不必在乎 老朱挥了挥手 慕英感激的一抱拳 急急出了店去 自去寻内侍卫 自己带路了 老朱看了他出店 心里也是一松 感觉放下一颗大石 因而终于恭敬 有他帮着彪 咱也能放心了 这么想着 又想到了朱素 若他真是咱儿子 又醒了素慧 那彪还真是好命 虽不一定能保万事 但以其先知先觉 屈即避凶 给彪送一个盛世明君的名声 还是没问题的 这么想着 不由得起了 问问彪日后治国如何的心思 但他马上又摇摇头 彪为自己亲手培养 自己又岂能因一世不幸 让他人有左右 自己立处之心的机会 数百年之后的人事估计不假 若此人真是妖人 想来也要先用真话 引自己相信 但自己只要问了临近的事 那便是他最好的下手之机 只需说一句 彪不闲 便可让彪惶惶终日 自己心生魔障 大明亦要翻起巨浪 为皇帝者 又怎能轻易受禀于人 能知后世又如何 要是这丝不是自己儿子 他撂出北征情世之时 早被自己砍了 心中的这许多好奇 等能证明他 确实是自己的儿子时 再去问吧 不说宫中 且说朱老五终于得拖樊龙 带着老幻祥灯 跟着大哥朱标出了宫 在宫门口见了老朱 拨给他的六名侍卫 这六人皆是拱卫司出身 人人家中都是君户子弟 有一身毫无意 朱五自然不敢怠慢 学着三国里那些 李贤下士的手段 一一夸赞一番 只是他如今上算孩童 效果着实不佳 六个汉子虽满口称谢 但嘴角微微抽搐 显然是觉得 一个小孩这般老成 多少有些诡异 朱素也不在意 他现在心情好得很 满心满眼 就是到大哥朱标府上 从此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逾越 他已经打听清楚了 大哥朱标 单独给他拨了的大院子 任他耍弄 许多之前在宫里 被管着的事 如今都能做了 又如何能不心花怒放 奶奶的 咱的穿越生活 可算要正式起步了 这大明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还是得先整些东西 丰富一下宅家生活 不对 在此之前应该先赚点银钱 我是弄点香水肥皂呢 还是来个黄尼托色制白糖 他一边想着 一边掀开车帘 去看宫外的景致 朱标坐在井墩上看着他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 他想起昨夜老朱对他的嘱咐 标 他如今虽未有异状 然而却不知其 是否真是你的五弟 怎么说 他也是两世为人 你当小心谨慎 万事都当他是亲弟弟般关心 务必要查清他的实际身份 若他真不是你弟弟 就算他能知过去未来 咱爷俩也要为你弟弟复仇 念及此 朱标看向朱素 老五对自己一向静慕 病好之后的五年里 虽性情大变 但对他们朱家人 却仍旧亲近关心 他 真的有可能不是自己的弟弟吗 若他真不是自己的弟弟 又是两世为人 那得多深的诚服 有多大的阴谋 大哥 好大的糖葫芦 朱素指着马车外卖糖葫芦的商贩笑道 两世为人 也爱吃糖葫芦吗 心有所想 朱标一时不慎 竟脱口而出 他猛的一惊 生怕朱素看出了他心底的怀疑 朱素却笑道 大哥是在笑我幼稚吗 我虽两世为人 但前世也不是什么深沉的性子 况且前世所经的人事物 大多都模糊了 回忆起来 朦朦胧如在雾中 为那些知识历史记得深 若说阅历 其实还是这一世的记忆更多些 对了 若是两世加起来 我倒是比大哥还长几岁 嘿嘿 大哥 你不叫一声哥哥听听 朱素一脸间笑道 没个正行 朱标笑骂一声 心里也暗暗于一口气 这弟弟若是真有前世 只怕也是个粗枝大业不着调的做派 难为他这五年世事低调 这回倒是放开了 说话间 兄弟二人已至太子府 太子妃尝试亲自出营 他先轻轻接过朱标大挥 转手地狱下人 又对朱素笑道 许久不见五帝 瞧这面上 倒是比之前开朗不少 日后要叨扰大嫂了 对这位温柔娴淑的嫂子 朱素也是敬重爱戴 他嘿嘿笑道 以往只能大哥用石盒偷带进宫 才能偶尔尝到大嫂的手艺 日后住在这里 我才算和大哥一样 有口福了 尝试眼唇倾笑 忙招呼朱素进来 又让人把早备好的早膳盛来 给朱素朱标用了 朱素在府中大快朵仪 自有祥灯 并太子府下人 去给他收拾院子 拱威斯六位 亦安排于左近 亦不必表 吃完陪着大哥大嫂说一会话 朱标便带着朱素 去看给他安排的院子 朱标的府底 离皇宫极近 是个十几境的大院子 据说是前院时候 某蒙人大户的屋子 取应天时 被老朱直接冲攻了 灵溪有两境的大院落 一并与了朱素 拱威斯六位 并朱标调拨来的卫士 住在外边那境 朱素河则住在内境 那境院子极为宣场 中间连棵树也无 东侧更与太子府的花园相连 僻静又不失雅致 朱标对朱素笑道 五弟 这院子可还够大 若是不够 大哥再给你换 够了够了 朱素满意无比 穿越直到现在 他才有了 自家是华夏最大狗大户的自觉 大哥如此费心 做弟弟的 哪还有不满意的 这地方又大又安静 可太好了 正好由着他闹腾 朱标见朱素如此满意 心里不禁暗暗惭愧 弟弟年纪尚小 把他安排到西乡远离主宅 却是老朱叮嘱他 略作低房的意思 给他安排的这诸多侍从卫士 以名为监护 实事监事 看朱素脸上不似作伪 朱标心下暗叹 忍不住宠溺地摸摸他的头 若有缺了什么 尽管对大哥说 大哥时不时也会过来看你 那就先谢过大哥了 朱素却是直接舌打棍上 朝着朱标做了意义 还请大哥给我弄些火简 石灰石 还有猪油来 再弄一口大锅 给我在这院子里之上 火简 石灰 朱标一愣 他也没想到 朱素这就开口 向他要东西了 要的还是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猛然想到什么 赶紧挥退了外人 低声道 弟弟 你莫不是要炼丹药 眼底 已经带了五分戒备 妖道 炼丹 炼那催命的玩意儿干啥 朱素白了朱标一眼 你见过用猪油和大锅炼丹呢 你还不如说我要炒菜 那 那是要做什么 朱标那那道 炒菜 炒菜也不能放石灰啊 穿越着必备之大发明术 朱素却是摩拳擦掌 并没有细细解释的打算 特娘的 天天用那椅子洗澡 搓得一身皮又糙又疼 还老觉得洗不干净 从前在宫里被管束得不得施展 如今得拖繁笼 还不得把各色东西 全部整出来先 我可不想再洗那退猪毛式的澡了 自觉醒之后 最为难受的就是 各种日常生活上的不方便 没有手机电脑就罢了 洗澡用的那椅子 没多少泡洗完 还仍旧滑溜溜的 非得用力搓采成 可这时的椅子 往往邦邦硬 搓起来老疼老疼了 爱洁的朱素每次洗澡 都得呲牙咧嘴一番 就这 还是老朱发达之后才有的待遇 前些年的时候 他们家洗澡 还是用石碱的 而且老朱节碱成性 这硬椅子也是按份力的 等闲不敢多用 而且 如今虽然贵为皇族 他老朱家的人擦钉 用的还是竹片 偶尔午夜梦回之时 朱素还能想起数年前的一个月夜 他咬牙切齿狠心下手 结果不小心刮破 自个定念的无边痛楚 特娘的 就这还皇子呢 要是穿成了生斗小名 估计朱素都能被各种 此类糟心事 直接反死过去 宁为后世死肥宅 爽过大明皇世子 幸好老朱对教育是 舍得下血本的 大本堂夫子 平时布置的作业也多 每日从朱蒂娜片些作业纸来 擦钉到也将将够实 如今既然得拖樊龙 第一个要整出来的东西 那当然是 肥皂了 朱镖听朱素说的颠三倒四 又见他脸上风云变幻 时而咬牙切齿 时而一脸得瑟 越发摸不着头脑 不过听他说不是炼丹 终究是松了一口气 他凑近朱素 低声道 五帝可是要是些后世之术 这都是绝密 轻易不可传人 不知需要多少火简 朱油 大哥这边让人分头去买 将这火简朱油 掺杂在诸多物件之中 方能不露了配方 嗯 先随便倒堂一些就好了 倒也不必这么小心 一个肥皂而已 至于吗 朱镖却正宠无比 如何不必 父皇就曾嘱咐我 五弟兄中 定有许多后世的才学见闻 让我多学多看 真知重知 明日我给五弟送来 五弟要做什么 能否现场教我 教倒是没问题 只是 也不是什么上台面的手段 朱素点了点头 教朱镖练肥皂 什么跟什么啊 那便说定了 朱镖已直接笑道 那大哥明天就把东西带来 朱素点点头 新说教朱镖练肥皂也不错 要是朱镖这个未来皇帝 因此对化学物理感的兴趣 或许以后可以避免科学沦为奇迹因巧 兄弟俩正想继续详谈 外间却有一个侍者匆匆走了过来 也不敢靠近 只远远站在垂花门外高声道 并太子殿下 吴王殿下 外间有一位自称儒学提举的宋老先生 要见吴王殿下 先生 朱镖一脸惊喜 朱素则是一呆 宋连老头追到这里干嘛 莫不是要捉自己回大本堂 五弟 我们快走 莫要让先生救后 朱镖拉起朱素 啊 这 那啥 朱素眉头一皱 阿悠一声蹲下身来 大哥 我突然觉得头疼欲裂 想来施救急复发 大哥你去见吧 帮我向宋先生告个罪 朱素小时得病 是以身体偏弱 成长略缓 如今还是个小儿模样 不过朱家人年年都有太医体检 又哪来的救急 这体检制度 还是朱素自己鼓道出来的呢 是以朱镖一敲他额头 不顾朱素一脸夸张的呼痛 微沉着脸说道 所谓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就算你来自后世 不能以俗里居之 但这是我哈尔千古不易的道理 又岂能容你作怪 而且 你说头疼 却抱着肚子干嘛 先生一把年纪 亲自寻你 一定是有要事相助 不能让他酒后 走 若是不去 我就要学父皇 打你板子了 拖了朱素便行 朱素无奈 也值得认命了 到了门房处 只见白发苍苍的宋连老头 正端坐在客座上 体态虽仍端正 却难掩背上些许勾楼老太 此时正好茶杯遮住了眼 郑细品一盏清茶 朱镖赶忙赢了上去 先生 有事何劳您亲往 让人吩咐一声 我和五弟自往拜访便是了 宋连放下茶杯 正看到朱镖牵着一脸 不情愿的朱素走了进来 他轻轻放下茶杯 站起身朝朱镖行了一礼 老臣拜见太子殿下 老臣虽曾教过殿下读书 但亦不能不知进退 使下人通传殿下来见 若真如此 岂非前刚倒转 成何体统 先生 您真是 朱镖赶紧将宋连扶到以前 让他坐下 诸多夜市之中 他最是敬重得 才聚龙的宋连宋夫子 见宋连一身单薄不一 一双破烂不斜 定然是靠着一双脚板 一步一步走到了这里 心中不免心疼 太子殿下 看到太子仍后有德 宋连心中亦是欣慰 转眼看见 朱素脸上带着别扭 又不免暗叹一声 拱手对朱镖道 殿下 老臣斗胆 有些话想 私下嘱咐武殿下 啊 好 朱镖一愣 随即点了点头 那 我先到书房等候先生 五弟 先生若有嘱托 你不得为虐 说着瞪了朱素一眼 朱素还能咋样 只能无奈点头 等朱镖带着其他人都离去了 朱素叹了一口气 对宋连道 宋先生 父皇已准我不用 在大本堂读书了 您这番突然来见 不会是还想抓我回去读书吧 宋连不答 一双老眼直直地看着朱素 只把朱素看得心中微微发毛 过得一会 他才自顾自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陛下乃大明之主 惊口欲言 老夫虽山野庸人 亦懂得君臣父子 又怎敢违逆 只是 刚刚才发现了 殿下您才具天兽 却无法好好 较引于您 心中又是遗憾 又是惶恐 若空废了殿下 您这一身才具 让您成了大明重用 老夫岂非我大明后世之罪人 朱素暗暗翻了个白眼 你才重用 你全家都重用 宋连依旧盯着朱素 眼中掩盖不住的自责和可惜 五指怪自己肉眼繁胎 不识良才 先识殿下寡言少语 五指当时孩童腼腆 后来 您做那论语 又因气您胡闹 对您缺管少问 待醒悟后 已使您渐气于老夫 求了陛下托我门下 唉 此皆是老夫自己作念 失了你我师徒之间的信任 也怨不得旁人 朱素倒没想到 他会这么想 竟愣住了 殿下虽不待见老夫 但无论如何 还请听老夫最后一眼 宋连抬起老眼 面色无比肃然 您生于皇家 日后 定然要守目一方 为一方藩王 虽无太子殿下那般责任重大 但亦有万千生名 细于您之一身 您虽看不上儒家 但那人一理性 家国大义 却是万万不可抛却 常人不懂这些 不过祸于一乡 藩王不懂这些 却要祸害一国 无声于原末 见了太多太多 应当权者自私无德 而筑成的惨剧 老人家不知想到了什么 面带惨然地摇摇头 唉 本你慢慢温言较之 以您之才 给予太子之兄有弟公 未必不能成一个 如周武王 周公蛋一般的佳话 若能交出一对 明君贤王 宝和山万民百年安泰 老夫死也瞑目 可惜 他面带惋惜的一抹泪花 缓缓将手伸入袍中 拿出一本书来 强笑道 老了 东拉西扯 却忘了正事 这本 文语 尚有老夫此生所得的些许浅见和富足 殿下虽不惜理学 还望莫看清儒家 仁义理性 由不能忘 若是闲暇之欲 愿意翻看一二 也算全了你我一段师生之意了 朱素点头接过 略略翻了一番 只见书中满满都是迎头小凯 文字浅白易懂 并不引经据点 不累朱子所助理学那般高深 且所言多指指儒学本心 由极浅白处讲述儒家所奉行的道理 显然 这是宋连特意为了朱素编写的教材 又见那小凯莫瑟仁字亮丽 显然是心境所写 真不知这宋夫子 白日要在大本堂授业 又老眼昏花 何来的时间和精力 写下这厚厚一本的论语附著 书以宋志 老夫也该回去了 老太子在书房酒后 还请武殿下 为老夫告罪一声 宋连说着 便站起身来 朝朱素略失忆里 朱素之前 是极看不上这个指指之呼 折也的老先生的 此刻不知为何 拿着书的手 竟有些颤抖 不知该说什么 只从喉间蹦出两个字 先生 殿下上愿意呼我一声先生 老夫也算放下心间一块大石 宋连笑道 面上已无昔日 教他读书时的那份死板严肃 只剩下浓浓的落寞之意 他双唇念诺了一会 似在犹豫 要不要再多说一句 想了一想 最后还是张口了 还望殿下日后 苍生记 心中常怀大志 方不负这天受财学 说吧 在行义里 便竟自往门外去了 朱素只觉如当头棒喝 愣愣不知想何 但反应了过来 赶紧出门相送 老先生已走出老远 为留下一个略显老太 却依旧板直的如松背影 这就是 如者吗 不知为何 朱素脑中 突然想起了宋诗文丞相的 正气歌 石穷解乃线 一一垂丹青 想起史书中记载 宋连数度被袁庭传照 却尽数推托不至 放着富贵荣华不响 却顿入偏僻的山岭之中 托明修道 却只一心收集各类华夏典籍 潜心著书力说 然而 朱元璋照他教朱标读书 他却不远千里而至 他这一生或许 也是在用自己的法子 对抗原末 那如地狱般的乱世 并且竭尽全力地培养出人后的朱标 好让乱世不会再陷人间吧 青史之上 虽无甚列明 却愿在神舟入尘之时 为华夏传下这一缕儒家正弃 这般大人 为什么要和我说啊 朱素面露苦笑地翻开那本书 只觉得 这本书上的迎头小凯 字字都有千军众 我只是想当个混吃等死的贤王啊 罢了 有空的话 就认真看一看吧 眼看宋连的身影已然不见 朱素自顾自一笑 转身进了太子府 次日 太子府西院 五帝 五帝 日已上了三竿 却是太子朱镖领了一人 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你快看 是谁来寻你了 咦 五帝 刚跨进院子 却是一阵 只见一把硕大的摇椅上 朱素酣声叠起 一本 论语 掩在他的脸上 正好用来遮痒 好个懒货 什么时辰了还在酣睡 论语乃圣人之言 也这般糟见 朱镖笑骂着 将书放在一边 嗯 嗯 眼前骤然一亮 朱素不情不愿地 行转过来 其实他早上起来 是想学那些勤奋学子 沉读一番 谁知这 论语复诸 也催眠得很 看了没两行 就眼皮沉沉了 明明是才睡饱起来的 还不快起 快看这是谁 朱镖笑道 朱素柔柔迷蒙的眼睛 只见朱镖身后 一个身形挺拔的俊秀青年 正面带宠溺地看着自己 啊 穆英哥 朱素惊喜道 穆英脸上含笑 抬起手给朱素报了个拳 末将穆英 见过吴王殿下 朱素赶紧从唐椅上跳了起来 朱镖也故作不快道 义兄方才 对我来了一遭 现在又对五弟这般做派 一家人 何必又要说两家话 就是 穆英哥 你这消遣我的法子 可不高明 与之前一样 叫我五弟就成了 朱素也道 呵呵 国里不可费 穆英道 随后上下审视朱素 五弟却是长高了不少 就是太瘦了些 还需多打凹打凹筋骨 打凹筋骨就免了 我可举不起失所 朱素连忙摆手 我呀 能有两位哥哥庇护 做个富贵闲人就成 他这话一说 朱镖不由的面露不满 则怪地盯了他一眼 穆英一满脸无奈 不过朱素小时 就对他吐露了 这没出息的志向 先前已不知说叫了多少回 知道三言两语 说服不了这个小义弟 这时便也直接略了不提 朱素赶紧喊了降灯班椅 过了几夕 却是一个小太监 急匆匆搬了两把椅子进来 小太监面上带伤 左右手各扛一把大椅子 一瘸一拐走进来 后面跟着个降灯 一脸苦笑道 殿下 太子爷 穆将军 可不是老奴夺懒 时是这小崽子 夺了我的也就扛了去 本来是一人扛一把的 行了 狗儿这是连你老弱 我还会因这小事怪你不成 朱素挥了挥手 转头对狗儿道 你伤害未遇 不用抢着试作 下去吧 狗儿不吭一声 默默磕了两个头 和降灯一起下去了 慕英哥什么时候回的应天 朱素问道 从小到大 这位慕英哥哥对他最好 他刚觉醒时 脑中骤然被塞了许多知识 常常一个人发呆消化 行事不免孤僻 马世子四众多 又是主母 事物繁多 难免顾及不到 便是慕英寸步不离 悉心照顾于他 故而 朱素常与慕英谈天说地 慕英异常领着他 走马踏青 去军营玩耍 待他与别个兄弟不同 争论起来 朱素对慕英 倒比朱镖这个亲大哥 还清静些 昨日便回了 慕英揉了揉朱素的额发 一如朱素幼石 干爹停了凤阳皇城的攻城 便不再许我独见 我便回来了 今日来看看你 绝口不提 他千里奔波 只为给朱素脱罪的事 爹还给了一兄一个 拱卫司的临时执司 正好管着外头那些侍卫 日后 正好我们兄弟好好亲近 朱镖笑着道 呀 那感情好 朱素惊喜道 有慕英大哥在 我朱素可算 有个贴心人撑腰了 对了 爹已将你那事 告知了一兄 朱镖又道 朱素一愣 随即转过脸 不好意思地对慕英挠了挠头 瞒着哥哥你 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本就该第一个告诉才是 你小时 已让我见过许多不凡之处了 是我自己没猜出来 慕英笑道 不过昨日骤然得知 还是吓了我一跳 这可真是 匪夷所思 若说匪夷所思 我这个当事人 才该惊叹呢 朱素道 世间之大 多有鬼奇之事 既然发生了 又何必惊讶 朱镖呵呵笑道 见朱素木 因一副 凶有地宫的模样 没来由的有些吃味 他打断两人间的叙旧 笑道 五弟 你昨日要的那些东西 大哥我都给你买来了 咱们这边开工 啊 现在啊 朱素抬眼看看日头 日头已裂得很 晒得人懒洋洋的不想动 这么大的太阳 还要起锅烧煮 万一把大哥 你熏出病来咋办 要不 还是下次吧 下次一定 又多懒 下次复下次 万事成蹉跎 朱镖俊脸一板 还拿你大哥我做借口 我一席练过武艺 也随着爹娘中过地 开过荒 哪里是 那等娇气的公子哥 再说了 不愿在日头下起锅 那里不是 有膳房吗 就去那里开锅 不救了 咦 竟然有火房 朱素顺着朱镖的眼神一看 这大院子里 居然还真有个单独的小厨房 昨天刚刚搬来 竟然没发现 配置这么弃权 宿地要做什么 我倒也有几分好奇 穆英笑道 那 那行吧 穆英哥 你都这么说了 朱素只得站起身来 伸了几个懒腰 见穆英一句话 这懒弟弟就想动手 朱镖顿时觉得 胸口憋得慌 只觉得这几年 白疼了这个幼帝 不过终究是对那东西更好奇些 朱镖于是招呼奴仆 呼啦啦送来了一大堆东西 鸡羊猪肉 各色瓜果 家具 药时 乱糟糟抬了一堆 把朱素看得两眼发直 大哥 不是说 只要石灰之类的东西吗 你整这么多东西干啥 昨日不是说了 若只送材料来 难免被人窥知了秘方 把东西混在这一堆东西之中 方显隐蔽 左右你新搬进来 也要多备些东西的 朱镖道 他在东西里翻找着 将昨晚朱素叮嘱的东西找了出来 有些跃跃欲试道 无以迫不及待 想见识见识后事的手段了 五弟 赶紧开工吧 见他跃跃欲试 朱素不免暗笑 朱镖虽少年老成 此时终究也才十七八的年纪 难得能见他流露出这样兴奋之态 膳房里已让下人生好了火 如今卢堂正腾腾冒着烈焰 慕英坐在炉前鼓风 朱镖抱着东西 朱素捋着袖子 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模样 三人此时 哪里像什么皇亲贵咒 盗似地主家三个溜进厨房耍子的傻儿子 先将石灰石丢进去断烧一番 朱素回忆着脑海中的知识 需要的是生石灰 石灰石得先烧一下才能用 朱镖见朱素要近火 怕他撩着 赶紧用手将它隔开 自己拿着火钱 加了石灰石断烧 嗯 如此差不多便够了 将它化入水中 朱素见朱镖愿意带牢 也没说什么 只是仔细回忆着脑海中的步骤 朱镖一一照做 慕英一边故着火 一边看着这兄弟两柄心灵神 做着同一番事的模样 干爹 如此情形 怎么可能不是兄弟 哎 指望能找出些确凿证据 好笑了干爹干娘心中的那丝疑虑 现在年纪上小倒是还好 若是久了 隔阂渐身 速递日后就翻 若遭提防 岂不难做 慕英暗暗想着 这东西便是肥皂 朱镖看着这一块 快猪油做出来的东西 除了搅动的时候 是力大的慕英带牢 其余时候 几乎都是他一点一点亲手造就 他看着坐在门槛上 明明只动嘴皮子 却一副小爷我真是勤快无比模样的朱素 疑惑道 这东西是猪油做的 抹在身上 不是更添油污吗 如何却能去油污 这设计一门叫做科学的知识 不是那般浅显的 朱素懒洋洋道 最先弄的那些也该冷了 大哥拿来洗个手 不就知道了 有理 朱镖点点头 从木盒子里 抠出最先筑膜的肥皂 谁知那白白的肥皂一个磁溜 竟滑到了地上 沾上了些许尘土 呀 这东西 竟然如此划不留手 朱镖惊讶到 随即蹲下身 小心捡起肥皂来 朱素看他小心的样子 心中不免有些许恶趣味 没想到历史上第一个捡肥皂的汉子 竟然是一文太子朱镖 这物已是污了 还能用吗 木英问朱素 无妨 无妨 拿水一洗寂静 朱素摆摆手 也不去看肥皂 他只觉得热得慌 站起身去寻剩下的生石灰 木英哥你一头热汗 不如也顺带用这肥皂洗洗脸 木英点点头 也拿了一块肥皂 他虽相信朱素 对这肥皂却仍是犹疑 用猪油做出的东西 如何能用来清洁头面 确定后边朱镖惊呼一声 木英连忙转头 只见朱镖惊讶到 这东西 竟然如此神奇 只是轻轻一抹 这手便如此清爽 哦 木英也寻了盆清水 湿了手抹上肥皂 岂也怪哉 那猪油做的肥皂 丝毫不腻不说 起得泡泡抹在手上 竟比上好的一字 早痘还要舒适 拿水一冲 只觉清爽无比 双手从未如此清爽过 他顺势聚了盆水抹在脸上 又抹了点肥皂 随后拿水一冲 只觉脸上清爽无比 方才黏答答的汗迹都不见了 这科学 竟然如此神奇 朱镖拿着肥皂左看右看 明明是猪油所做 竟毫无油腻 神奇吧 朱素已开了颗寒瓜 递到了朱镖木英手上 这还只是此学的威莫用途 若大家推广 负名强国不在话下 负名强国 朱镖精神一震 正带细问 只觉入手冰凉 不由惊道 这寒瓜为何如此冰寒 这有什么稀奇 我弄了盆冰 冰镇了一下 向着身后拭了弩嘴 果然身后一盆子里 一大盆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寒气肉眼可见 七月宁冰 这也是科学的妙用吗 朱镖想起 刚刚朱素去拿的生石灰 眼中闪着光芒 算是吧 其实宋朝时候 就有用消食制冰的 倒没什么稀奇 只不过 他们虽知其然 却不知其所以然 朱素道 低头啃一大口寒瓜 鼓囊着嘴继续道 科学这门学问 就是专门解释世间万物 为何所以然的学问 爹没事有事 总逮着我问政策呀 制度 我早说了 哪有万事不义的制度 这门学问 才是我汉家天下无敌的平衣呢 科学 朱镖虽还年少 但眼光意义不凡 如何看不出 朱素这门科学 其实大有可为 其余不说 单说这肥皂 最贵 莫过于些许猪油 便能制出此等 除乌去字的好东西 强过仪子 何止千倍 若是善家推广 岂不是百姓人人皆可用得 如今天下健安 异病乃大明上下所面对的第一大问题 朱镖幼时便曾听闻 异病多生于脏污之地 然百姓穷苦 何来的宜子早痘 洗衣尽身 这肥皂成本低廉 若百姓人人地用 想必一病 也会大大减少 岂非一件大功德 木鹰却是脸色一素 他将寒瓜放在一旁 道 天下无敌 细说此事 朱素一愣 见朱镖的注意力 也被吸引过来 便一口咽下寒瓜 先组织了一下措辞 两位哥哥 世人都说蛮族彪悍 难于匹敌 我却问你们 为何昔日周朝之时 我等华夏先祖 一诸侯国 便可四逐蛮夷 阔土开疆 先秦之时 更是指一只强军 便可令北方千万胡人丧胆 可到了后来 蛮族却成为汉民心腹大患 往往举倾国之力 也只能将将抗衡 这 木鹰低头沉思 他虽也好学 但毕竟出身贫寒 稍大了才认的字 对上古之事 更是了解甚少 朱镖也想了一想 说道 难道不是因为周朝 先秦之时 武风充沛 人人彪悍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朱素道 但其实 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 武器的代差 武器代差 木鹰眼睛一鸣 他身为将军 对武器这词 最是敏感 嗯 朱素点点头 蛮族人又非三头六臂 若论发展历史长短 更是拍马 也赶不上我黄黄滑下 为何总能在我汉人头上逞凶 就是因为我们如今不够重视技术 周朝之时 青铜剑立于天下 蛮族那时 至多不过是古剑时差 如何能敌 是以周公于四面分封诸侯 往往只数百人 便能开出好大一片疆土 好叫我炎黄子孙四方安居 奠定我华夏基业 这便是武器技术的代差之故 到了秦时 秦剑更是威名远扬 秦国瑞士 左手提人头 右手执长剑 张扬成为于蛮族复兴之地 屈其合族 如竹犬制 这其中 岂能没有擎剑之功 蛮族人多不善于气 只能学于我等文明之族 但只要我等技术突破了代差 蛮族人在学会新技术以前 只能被我等压着打 这才是我文明种族 压服蛮人的根本之道 说到这 诸素面色转为低落 数百年后 西方记里便是超过了我华夏 和华夏有了代差 尖船力炮开到了我华夏门口 让这片大队陷入了无边的黑暗 那时 往往数万大军都难敌西方百人 只能用人命去填 慕英无比震惊 他一直听诸素说起海洋及西方诸事 心中对西方早已有了提防 但却也没想到 那些西蛮竟如此张狂 数百年后 赶在华夏的头上动土 数万大军不敌百人 只能用人命去填 这 怎么可能 用个比较老套的比喻 就是数万只猪 让几百人砍 他们也得砍得筋疲力尽 崩了刀刃 这代差 真如此恐怖 慕英无法想象 朱镖却是知道 女真代名的事 心中更是愤怒 好个蛮族狗贼 我华夏千年以来 何等辉煌 天下何国何族 能与之并论 没想到数百年后 竟被他们治理成了 连西蛮都不如的蛮子 那么宿帝 你可知这武器代差 要从何处着手 慕英问道 面对慕英的提问 朱素咧嘴一笑 慕英哥 你又何必问我 平素理 你不已经在那么做了吗 慕英一正 随即想到了什么 恍然道 你说的是火器 慕英虽只是青年 却早已身经大小石鱼杖 十八岁时 就被提拔为指挥使 为大明军中干成 他对朱家人面目和善 打仗时却冷酷无比 虽不常四长玉春等人那般 身先士卒 但却总能以冷静的大脑洞穿局势 指挥千军 最为擅长各兵种之间的调拨配合 其中 由善军中各类火器的运用 没错 正是火器 朱素府长笑道 火器此物 有别于刀剑 正是下一剑即将出现武器代差的兵器 未来的火器 只需一人一冲 但要足够 恶守于要害之地 任他满足有千军万马 也无法逾越雷池一步 说到这 朱素不由心中感慨 若大明能有加特灵尊者 马克庆菩萨这二位大能护佑国运 哪里还怕什么闯贼 剑奴 如此厉害 朱镖既精且洗 拉住朱素衣袖 五爹 那你可知 这种厉害火器的制作方法 何不速速将此法告知保援局 大哥别闹 朱素脸颊一抽 我哪有那能耐 但凡科学技术想要突破 无不需要日积月累的研究 试验 想要达到出现代差的地步 更是需要无数人历经数代 呕心历血才成 其中的门道如山高海深 我就一个脑袋 怎么可能记得住 就算记得住 那么复杂的东西 徒手也挫不出来啊 我想说的是 我大明千万不能荒废技术 听那些如生胡咧咧 将几千年来祖宗摸索出的这些东西 视作奇迹营巧 而因大力发展 这才是比什么政策制度 更为稳妥的牵连之计呢 嗯 你说的 也是有理 朱镖点点头 方才朱素随手弄出的那肥皂 他已想到了数种妙用 可会及百姓不说 若运筹得当 亦可为朝廷开辟裁员 区区一肥皂尚且如此 若是是官军公重器 恐怕更是会带来惊天动地的变化 而大明此前 对降座器具这一方面 确实不够重视 苏典 我知你意思了 你话中意思 是无法一蹴而就 造出能以一当百的厉害火器来 可如今我大明火器 多知成习原制 虽有一二改进 但却并不太实用 你既然懂得未来火器形状 那么 想必也能对如今我大明的火器 指点一二改良之徒了 木鹰眼中金光闪动 虽说不懂具体 但只要能指明改良方向 大明的火器 便能少走多少弯路 嗯 我所会的 只是些基本的知识 用来夯实科学发展基础的话 罢了 如果看到现在的火器的话 说不定能有些想法 朱素陈吟道 他原本是想推脱的 但想了想 达青的火器菜成那样 明初的火器 想必更加不如 改进个火药配方 说明一下碎发枪原理什么的 还是没问题的 既然如此 那还等什么 木鹰喜得豁然站起 我们这边启程 去保原局吧 这个时间 大明甚至没有建立专门的火器研究制造机构 只是由铸造前壁的保原局来兼任制造火器的任务 啊 现在 朱素一正 脸上不免有些不愿 今天做了这些肥皂 已经够累人了 改天不行吗 年纪轻轻 如何能这般皮懒 木鹰笑着揉了揉他的额发 朱镖想了一想 道 此间也算宽敞 不如一兄去保原局取些火器火药回来 我们就在这里研究一番 五弟的不凡之处 还是不要视之于人的好 好 倒是我鲁莽了 木鹰点点头 随后迈开大步 急急往外面去了 这 真确啊 朱素傻眼 按他的计划 有了肥皂之后 接着开始烧玻璃 然后弄出蔬菜大棚 好让冬天有一口绿菜吃的 怎么稀里糊涂的 就开始搞军火了 五弟 我撕你那肥皂 感觉大有可为 朱镖道 此物若是操持得好 必可汇集万民 你可愿将这制作方法 交给大哥 大哥想拿肥皂做什么 朱素没想到 肥皂刚出世不久 朱镖已经准备 拿他做些大动作了 无非是将方法 公之于众 或是交予黄庄黄店 贩卖以为朝廷开源 朱镖道 不愧是老朱 亲自培养的太子 还是很有些眼界的 一眼就看出了 肥皂背后的价值 只不过 你弟弟的专利权 你没考虑过吗 多少拿点钱 给我花销啊 算了 这个时代 只要不分家 小儿子 是没资格藏小金库的 专利费什么的 肯定是想都不要想 若张口去药 说不定还要挨老朱一顿胖揍 朱镖低头想了想 道 大哥出发点虽好 可若是直接这么做了 只怕这肥皂非但 无法推广于名 还会沦为一些 大户专贩敛财的工具 我倒是有些想法 我们大可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一番话说话 朱镖惊喜道 确实没想到 五弟居然还精通经济之学 略懂一二 略懂一二 朱镖谦虚道 弟弟不才 除了为政之道 各门各类 都会一点点 看他故作谦逊 实则得意的模样 朱镖不由的大笑 先是科学 后是经济之学 五弟来我这上 不过一日 我已胜读了十年书 明日 我进宫和爹谈的 若是爹同意了这计划 大哥给你情赏 情赏倒是不必 朱素道 只要别再让我过那种 拘束日子就成 你呀 还真是铁了心思 要做逍遥王 朱镖失笑 说话间 却见木鹰 以亲自背着的大木箱回来了 他将那箱子放在院里 顿时喷的一声 扬起了不小的沙尘 把朱素吓了一跳 没想到这箱子 竟如此沉重 他抬眼看着面色 如常的木鹰 想起他 方才背着这大箱 面色丝毫无碍 步履 还仍自轻便训捷 没想到我这位 相处多年的一兄 不声不响的 敬恋成了这样厉害的 好武艺 朱素心中暗道 来 速点 木鹰 将箱子里的东西一一取出 朝朱素招手道 快来看看 这便是我大名各军 如今常用的火药和火虫 我看看 朱素走到院里来 只见地上 已摆了三四件 样貌不一的火器 还有一盒子火药 这火药 朱素蹲下身子 粘起火药的粉末 看了看 只见这火药颗粒黑亮饱满 并不像想象中 有一堆杂质的模样 不由得有些犯了嘀咕 不是说达青的火药千奇百怪 什么朱砂千拱之类的东西 都往里加 里面一大半 都是没啥用的杂质吗 怎么这明初的火药 竟如此纯粹 原以为 自己还能绣一波黑火药配比 装个薄仪的 但这火药 看上去似乎没太大毛病 怎么了 见他发愣 朱彪问道 没什么 嗯 先取一点点燃看看 朱素道 朱彪拿来一个取丹 与火折子相类 用一张纸分了点火药出来 拿远了点燃 只听吱吱几声 火药很快烧了个干净 朱素闻其味 观其灰 感觉都没什么毛病 奇怪了 明初的时候 火药的配比 已经如此接近黑火药了吗 朱素有些震惊于古人的智慧 那为什么清末的时候 火药质量反而不如明初 大脚 沙脚海战中 英国军队俘获了一伙药库的清军火药 却嫌弃地将它们全部沉入大海 还称之为粗劣 没有丝毫用处的东西 朱素不知道的是 其实在数代老祖宗们的不懈钻研之下 到了元朝时候 火药配比 已经精炼到了消失六成 硫磺木炭各两成的程度 与黑火药的最佳配比 已经很接近了 到了明朝年间 火药配比 更是进一步科学化 名人对火药和火气的探索 从来没有停止 七纪光的《绩效新书》中 火药的配比 已经基本与最佳配比无二 更是出现了数种 具有突破性的新式火冲 然而 一朝剑奴难下 野蛮取代了文明 华夏的火气进程 被截断了 其一具目光短浅的骑射为本 火气发展 更是直接倒退百年 甚至还不如送食 再加上基础科学的短缺 将人们的粗制滥造 几百年后 清朝的火药 才滥成了诸素印象中的那样 而这个时候的明朝火药 却反而是封建时代 华夏火药的巅峰了 这个火药 似乎没什么问题 诸素咳了一声说道 本来还想装个薄仪的 没想到被老祖宗们的智慧打脸了 他想了一想 还是提出了一个小小的改进方案 若是将火药药粉 以蛋清果汁使药粉凝成 一粒粒圆润的小颗粒 这微粒还能再上一层 哦 朱镖问道 这是为何 因为颗粒状的火药 能够增大空气进入的缝隙 更好地促进火药的燃烧效率 诸素解释道 朱镖问得突然 没想到朱镖当真随口解释了出来 看来 这些知识并不是随口胡周 而是确有其事 朱镖心道 嗯 随废试了些 倒也可以一试 木鹰沉应道 能多一层威力 便能多破一层重甲 至于这些冲 看着这一堆傻大黑粗的东西 这些老石子 看上去颇像是烧火棍子 狼牙棒 加重板唢呐之类的 就是不像火枪 朱镖有些无从下手 那个 鹰大哥 要不 你打几枪给我和大哥看看 好 木鹰也不推辞 左右这院子也大 出不了什么大事 他左右看了看 一指墙边的一棵大树 太子殿下 我以那棵树为标靶 可好 无妨 一兄请自为之 朱镖道 一棵歪脖子树而已 打烂了再一栽一棵就是 木鹰点点头 拿起一根烧火棍 就开始做起准备 原以为木鹰 要给自己绣一波精准的枪法 没想到他提着烧火棍 静止走到了 离歪脖子树 指十数步的地方 咦 这么近的吗 朱素疑惑地想 随后 木鹰便开始清糖 装药 压实 装弹 装引线 点火 一步步的步骤做下来 朱素差点没给睡着 直到砰的一声巨响 树上木屑炸裂开来 朱素才猛然被吓得回过神来 这便是我大明军中 最为常见的红武冲了 其威力 纵使北渊重甲骑兵迎面来袭 亦可一枪不二碎之 宿帝以为如何 木鹰道 嗯 威力倒是尚可 只是 一定要离那么近吗 朱素问木鹰道 若是战阵之上 倒是不必这么近 只是火冲此物并无准头可言 鱼胸怕崩坏了院墙 故而靠得近些 木鹰解释道 对了 这个时候的火冲是没有弹线的 因为弹丸只会乱飞 射成一大有所限 找到了一个改进点 朱素的自信心算是回来了些许 那每次射击都需这么多步骤吗 斩查时间 能射击几次 朱素继续问 步骤确实烦多了些 但也是必要 若不做好 便有炸糖或者牙火的风险 斩查时间 应该能射击四五发吧 还得要 冲手操作金属 枪管不治过热才成 木鹰道 嗯 斩查时间 居然才四五发 这射速也推慢了 他想象中的蛊火冲 至少一分钟 也得射个两三发吧 没想到 比想象中的还慢 这种射速 若面对骑兵 就是用三段机也 绝对顶不上用处 要支出骑兵 无法通过的严密火力网 最少也要十七八段机才能够 太慢了 朱素不由地皱眉 速地可有改进之法 木鹰激动道 嗯 朱素摸摸枪管 才发了一枪 枪管已然微微发烫 若是要彻底改进 只怕得先累积好基础技术 从材料方面 从头改进才行 速成的方法的话 我看 哥哥你抓火药 压实 燃引线等等步骤 一步一步做下来 甚是麻烦 为何不用止咳 将每发所需的火药 装入壳中 用时撕开止咳 直接倒入其中几壳 如此 岂不省时省力 这话一出 木鹰净突地震住了 随后一拍膝盖 这么简单的法子 我竟没想到 如此 还有一桩好处 凡生疏冲手 与金熟军事最大的区别之处 便是抓取火药食货 抓了太多 或拿了太少 如此或要压火 或变炸糖 有这法子 这一条大问题 岂不迎刃而解 如此简单 数百年来 竟没人想到 大哥你也莫失落 这纸包火药的法子 虽简单 但离他被人想出来 还需几十年呢 朱素嘿嘿一笑 如今 就先拿出来 便宜我大明朝了 素帝你这穿越者 当真是能力其功 朱镖也笑道 几十年后的东西 提前拿出来 那岂不是说我大明 于这一图 已先领先了几十年 其他的呢 你刚刚说 若是要彻底改进 该当如何 穆英继续追问 嗯 先是要改进材质吧 这材质做出的枪炮 实在不耐用的紧 须得练出 更为精炼的钢材才好 这又涉及到许多知识 只我一人 实难半成 必定需要有几个 懂科学的人 一步一步进行研究 还需要许多厉害的匠人 再说下去 难道要我徒手课堂线 手挫鸡床和高炉 朱肃一脸为难的苦笑 朱镖和穆英对视一眼 正在要说些什么 外间传来 仪内奸的奸生通禀 禀太子殿下 吴王殿下 穆将军 外间有卫国功夫 小公爷协理来访 严请太子殿下 吴王殿下务必见面一续 这么说 徐小公爷是自负天才了 人尽我一尺 我惊人一丈 朱肃语带讽刺 不敢 允公只是比较早小事 开门一早了一些 彼之多数同龄人 多晓得些诗书罢了 徐允公面上依旧恭敬 心中却是被激起了少年义气 话语中争锋相对 如此能耐 实在佩服 我这里倒确实有一些问题 正好请徐兄解惑 朱肃面色和煦 好一个翩翩公子 哦 请殿下言之 允公弹尽全力便是 徐允公异面录谦讯 那叫个春风拂面 果然想考教我吗 来吧 是经学 还是史学 亦或是行军布阵之法 小爷我家学圆圆 又素来勤学 一刻不敢懈怠 岂是你这贪玩的皇子 所能比拟的 今日定要让你彻底服气 好让姐姐知道 他的弟弟 才是圆圆圣之的人姐 这小殿下 不过是投了个好胎 又有何德何能 能让我那天资聪颖 秀外会中的姐姐 另眼相看 哼 朱肃笑了一声 他略想了一想 问道 那你且听好了 我问的是 今有鸡兔同龙 上有三十五头 下有九十四足 问基图个几何 数算 徐允公却是一愣 他心知 此题出自 孙子算经 其中虽有解法 然解法十分复杂 耗时甚聚 于是便道 此题一耳 只是仓促之间无法解得 还请殿下与我算筹 执笔 日落之前 我当能解出 慢来 朱肃却把手一伸 这不过是其中一问 还有其他的呢 第二问 竟有甲乙二人 严某官道而行 甲字甲成王已成 以字以成王甲成 二人脚成不一 同时出发 六个时辰后 可于道中相遇 以至甲制以成 需十个时辰 问以至甲成 用十几何 这 徐允公额头见汗 基图同龙上 有算经可口 但这二人相向问 念起来就够绕口了 什么以又以成 甲又甲成的 好不容易通读了全题 他却亚然发现 饶是他自诩 颇通算学 竟是无处下手 记清楚了吗 我要念第三问了 朱素看他眼中渐性慌张 微微一笑 接着道 谋水持有若干水管 若甲 以两管同时进水 需五个时辰注满 若以 丙两管同开 需四个时辰注满 如一管先开六个时辰 还需甲 丙两管同开两个时辰 方可注满 问 若是开丙管进水 甲管出水 需多久方能将水池注满 这 徐允公听得汗流加倍 哪海里的青什么甲乙丙管 只觉得脑中全是一堆管子乱飞 纵然也有仆人拿来的算筹 他一直能呆呆看着那算筹 空张着手 不知如何去算 他呆了一会 方咬着牙强便道 一边进水一边放水 天下哪有这般蠢事 你算不出了 朱素晒笑道 他在脑子里 还准备了许多更为刁钻的应用题 准备难为这小老弟 不想才出到第三题 这孩子就不行了 他走到徐允公面前 歪嘴邪魅一笑 算不出了 尽可回家慢慢计算 若有什么疑惑 尽可来问我 但凡我知道的 必定知无不言 哦 你 徐允公脸色一致 由此嘴硬道 这些题 你便算得出了吗 举手之劳 不费吹灰之力朱素探了贪手 如此简单的问题 只要不是傻 怎么可能算不出来 嗯 听他说的轻巧无比 徐允公不由咬住了唇 他说 只要不傻就能算 若是我算不出来 岂不就说明 我得了脑疾 太子殿下 允公先行告辞 失礼之处 还请无怪 徐允公不去看 朱素那张挑衅的脸 转而对朱镖施了个礼 他已将这些题都记了下来 心中好胜心更是高涨 迫不及待想回去便翻点击 将这些题目一道道解除 好好打击打击 这五殿下的嚣张气焰 嗯 好 朱镖摸着下巴 颇有些心不在焉 眼看徐允公离去 朱素心中的那骨子邪火 这才降了下来 想到自己竟和一个小老弟叫起了劲 不由得对自己摇了摇头 朱素啊朱素 不过是一个小屁孩子 何必这么难为他 要是这小老弟解不出来 想得魔争了 等徐叔叔回来告到了宫中 老朱还不得大皮靴子 戳我朱老五的嫩吞 朱素丝毫不怀疑 这些奇葩数学 应用题对小老弟的杀伤力 小老弟能解出来就有鬼了 即便放在后世 这些应用题亦是大部分学生午夜中的噩梦 是能让小儿夜题家长抓狂的存在 其微是 不下于徐达志与北渊 好个故作老成的小公演 大哥 我们赶紧回去找木音哥吧 大哥 朱素去拽朱镖的衣袖 却不想拽了一下 朱镖竟是纹丝不动 抬眼去看 只见朱镖掐着手指 面露迷茫 不知在想些什么 大哥 你干嘛 朱素问 啊 哦 五弟啊 大哥方才 在想 你那几道问题 嗨嗨 别误会 你那几道问题虽难 但我也有了些眉目 朱镖说道 脸上有了一丝不自然的唾红 他也不说具体有什么眉目 反而一边迈开大步 一边催朱镖道 一胸想必等得急了 我们赶紧过去 急傻 朱素脸上献出一丝坏笑 大哥你有什么眉目 先跟我说说呗 我好给你印证印证 嗨嗨 朱镖不自然地咳嗽起来 他有什么眉目 连题目还没捋顺呢 只是弟弟方才说 只要不傻就会算 他一个当大哥的 哪丢得起这个人 顽劣 走 走 一起去寻义兄 朱镖推着朱素就走 心里一打定主意 今晚多翻翻算经 好歹将这三体解除 可不能在弟弟面前太过掉分了 就这般 朱素在太子朱镖府上安居了下来 穆英得了老朱的吩咐 一每日一早 便到朱素的心愿中来 一日不缺 行同阴谋 太子朱镖若是无事 异常到西院闲坐 兄弟三人或试着改制火器 或探讨些富国强军之法 朱素口中偶有后世高论 穆英 朱镖总会惊讶叹服不已 如此过了一段时日 这一日 朱素 朱镖三人 正在花园里的水泻亭中闲坐 太子非常事 怕他们难耐数热 给他们亲自送了几碗酸梅汤来 忽然没来由的 常事只觉胸腹中一阵恶心 赶紧到了亭边 张嘴欲呕 常事干呕了几声 虽无甚物呕出 面上却献出痛苦状 朱镖见了 忙离席掺枝 以手轻抚齐背 关心道 这是怎么了 莫不是早膳不大干净 吃坏了肚子 无 无妨的 切已无碍了 常事定了定神 先对着朱镖温婉一笑 然后转头 对朱素和穆英道 行指无状 倒是扰了两位兄弟雅兴 太子妃切莫这么说 穆英忙摇摇手 何不请太医诊之 不过是偶感不适 无碍的 常事轻轻摇了摇头 前几日也曾如此 想来是鼠热之骨 朱镖本也想传太医 但听常事这么说 只当他已诊治过了 便也放下心来 他拉着常事的手 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既如此 先在此处休息一会 最近便先莫要操劳了 把身子养好要紧 五弟 你这么看着你嫂子做善 却是朱镖突然发现 朱素脸上带着奇怪的神色 不住地盯着常事的脸 常事易素来疼爱 这位丈夫的胞弟 倒也没有见怪 只是笑道 五弟 嫂子的脸上 莫不是长了花不成 脸上倒是没长什么 肚里可就不一定了 朱素仍旧一脸古怪 他在后世时 各式电视剧看的颇多 一见女子作偶 第一反应便是孕土 且常事又说 前些日子便有此状 心中更加怀疑 呀 五弟 你是说 慕英先是一惊 而后又是大喜 赶紧转头对朱镖抱拳道 若真如此 应恭喜太子殿下 呀 夫人 朱镖也反应了过来 既惊且喜 也顾不上慕英 转头就想去摸摸常事的肚子 常事忙按住朱镖的手 脸上一抹飞红 殿下 还是白日 五弟 就你在这胡说 终究是将门之女 衰素来温婉 休脑之下 倒也露出几分词威来 是不是胡说 请太医来断一断 不就好了吗 素来被常事交纵得很了 朱素倒是一点不怕 只是向他卖萌一笑 转头看向 仍自手足无措的朱镖 大哥 还不快去请太医 啊 对对对 来人来人 啊 罢了 还是我亲自去供礼请 朱镖洗得就像 织眉头的苍蝇 嫌弃吓人套车太慢 便自己脚后跟踢屁股蛋 一溜烟地往太医院跑 后头一大堆太监常随 赶紧跟上太子爷 看着朱镖跌跌撞撞的样子 常事虎地在后面直喊小心 真是 八字上还没一撇 何须如此心事动众 常事看着朱镖的背影嘟囔道 他嘴上虽这么说 可亲见丈夫如此着紧 心中时事如影了秘板 嫂子和大哥的孩子 那可是事关我大明三代 自然当真知重知 朱素笑道 木鹰亦在一旁含笑点头 朱素又低头想了想 进一步问道 大嫂 不知近几日 除了难受育藕之外 胃口可有变化 嗯 嗯 当时却有一桩变化 此前我是从不吃酸的 这些日子 倒是极为怀念幼石 爹爹为我摘来的酸色浆果 啊 朱素扶掌笑道 酸儿腊女 可见不仅有孕 还极可能给我添的大侄子 常事面上又红 称怪地捏了捏朱素的脸 骗你怪话多 女人家的事情 你小小年纪也晓得 朱素黑黑一笑 木鹰转头看了朱素一眼 心想这酸儿腊女 想必是后世的礼语了 宿帝学究天人 他如此肯定 太子妃八九不离石 是真有了欲 他不惊喜地向天助导 皇天保佑 义父如今终于有了第三代 愿大名代代昌盛 我朱世子四眠长 水泻终究风凉 等常事歇了一会 便由朱素小心掺着常事 一群人浩浩荡荡 将他扶到了正屋中 方坐下没一会 朱镖便急匆匆拉来一位 背着衣箱的老太医 可怜老太医一把年纪 被朱镖拽得一顿赶 喘得如破风箱一般 还没站稳 又颤巍巍地想给朱素 太子妃行礼 不必 不必 看着太医那样子 朱素真怕他跪下了 就要猝死过去 赶忙上前拽住了他 伸手想去拍他的后背顺气 老太医不要拘礼 先把气儿喘匀了 然后给我扫扫断脉要紧 谢 谢殿下 老陈皇 惶恐 老太医赶紧避让 颤抖着手不住的座衣 稍微顺了一口气 自有下人拿来井墩 尝试将手置于井墩之上 露出一截手腕 老太医伸手把脉 嗯 嗯 死 老太医发出一连串意义不明的嘟囔 这 太医 究竟如何 你倒是说啊 太子朱镖急到 太医朝朱镖拱了拱手 刚想开口 只听门口传来爆雷般的声音 镖 镖 可是长鸭头有孕了 就见红武大队朱元璋 大踏步跨了进来 手上还提着跟马鞭 想来是听得了消息 骑着匹鱼马就赶来了 马鞭也忘了放下 太医正整着呢 还没开口 您就来了 众人忙不迭地行礼 口称万福 一片乱七八糟的万福声中 只朱素笑着答道 那还跪什么跪 快给咱说 急死咱了 老朱把脸转向了正缠 微微下跪的太医 可怜老太医一把年纪被老朱这么一下 万福还没说完 跪也才蹲了一半 将在了原处 不知如何是好 只得去这个西 高抬着双手不伦不类 恭喜陛下 太子妃却是有喜了 呀 老朱面上猛地涌上一团红云 他大踏步来到长室面前 盯着他的肚子左看右看 然后一巴掌拍在朱镖背上 好小子 有你的 果有你爹咱的几成威风 长室俏脸大红 朱镖背猛地一拍 也不觉疼 只一边看着长室 一边在那自顾自傻笑 一片道喜声中 朱素却暗暗皱了皱眉头 真有喜了 怎么回事 据史书记载 老朱的长孙朱雄英 不是因于红武七年10月27日才生吗 红武七年 离如今尚有一段时日 莫非 这一胎并非是朱雄英 胎中孩未来会因小产而未宰始料 亦或是 因为我造成的蝴蝶效应 导致了历史线已经发生了变动